第351章 郭飞求丹 四人一直在大厅之中议事完毕 郭飞已经是盯着地图目光闪烁 而李继似乎也知道了这小子的想法一样 从怀里又掏出一张地图就是丢给郭飞道 好生保存 前往不要落入敌人的手中 这可是大唐的命脉啊 郭飞也是十分的错愕 看向手中的羊皮地图连连向李继致谢 李继连忙阻止郭飞的举动 这孩子就是单纯的军人 没有那么多的弯弯绕 所以李继也十分的放心将地图交给郭飞 这地图在他们这群人手中才能发挥更大的效果 李绒猝眉也就起身开门 发现月光之下 一道魁梧挺拔的身影就站在李绒房间门口 李绒看见郭飞站在门口欲言又止 李绒就请郭飞进来 郭将军 请进 李绒让出道路 郭飞也是不客气 就进入厢房之中 李线子 我知道你不是一般人 我 郭飞话说一半又闭上了嘴巴 好像十分的难以启齿一般 李绒见一向爽朗的郭飞突然就这样 真的是令人意外 也是好奇问道 郭大哥 有什么事情就说 还有别叫小弟李线子 你虚长小弟几岁 就叫小弟名字吧 文言 郭飞脸上也是一喜就是笑道 如此甚厚 李绒 你能不能炼制一些补身体的丹药 女子身体虚弱久久不能生育 你有没有办法炼制 哦 原来是不孕不悦啊 李绒连忙在翻开系统 查找生子的丹药 李绒当初看丹药的时候 都是粗略地看 现在有没有这种丹药 他也十分地不了解 现在还是看看为好 郭飞见李绒 脸色变了 也就小心翼翼地问道 李绒兄弟 是不是没办法 问出口郭飞心中也是一尘 成婚多年 妻子跟自己努力了无数次了 还是没办法怀上孩子 而今 他们郭家一直在征战 好多都是早年妖枝 他不想那天 自己在战场上就没了 留下妻子一人 连个孩子都没有 为此 郭飞也是寻访了名医 来为他们夫妻二人诊治 效果甚微 一直没有动静 而郭飞的妻子 也经常劝郭飞纳妾 只是郭飞当初跟他妻子承诺 不会纳妾 这就是二人的一个心病 现在李绒来了 郭飞没有看见那个丹药之前 也就不会有什么念想 现在知道了李绒的炼丹本事 郭飞也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来找李绒 闻言 李绒连忙给郭飞回复道 郭大哥容我好好想想 小弟一时间 也没办法给大哥一个准确的答案 还请大哥先回去 容小弟整理一下药方 看看有没有那个药方是和大哥大嫂的 郭飞原本还以为李绒会说没有办法 但是听见李绒这么 他整个心都雀跃了起来 激动地抓着李绒的手道 贤弟 这是真的吗 见状李绒则是给郭飞露出一个灿烂的笑容道 大哥放心 小弟怎么会欺骗你 只是需要点事情 大哥莫急 不急 不急 有希望就好 有希望就好啊 郭飞激动地浑身颤抖 整个人都站了起来 娜娜自语到最后 是哈哈哈哈大笑起来 李绒见状也是无奈一笑 这都是被孩子逼的呀 想要个孩子 真的是太难了 在送走了郭飞之后 李绒就进入系统 开始寻找丹药以及丹方 系统里面的丹方是数以万计 多得让李绒看不完 一直到第二天早上 李绒是盯着两个黑眼圈起来 终于是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 李绒把丹药丹方都找了出来 一个有三种丹药丹方 第一种 虚子丹 虚子丹拥有改善男女体质的效果 想要让女子怀孕 虚子丹能充分地改善 男女不孕不育的效果 第二种 生怜丹 女子服用后拥有催 情效果 能够让女子身心愉悦 从而牢牢锁住小蝌蚪 百分百怀孕 第三种 御情丹 燃烧丹香 能够让男女都充分地吸收丹香 散发出来的催 情效果 丹香不敬 男女双方就会沉寂在欲念之中 无法自拔 神仙也难以抵抗 李荣看见最后的神仙也难以抵抗 顿时被第三种御情丹给震惊到了 有这东西 李荣绝对能成为一名绝世采花贼 这种丹药效果一定是十分的强悍 就在李荣出门的时候 郭飞就已经给李荣准备好了饭食 郭飞看见李荣的黑眼圈 也是吓了一跳连忙温带 贤弟昨夜没有安息好 但是话问出口之后 郭飞也觉得是 自己失言了 李荣这副模样都是自己的原因 这话问的就有点伤人了 李荣丝毫不在意 摸着早就肚子饿的肚皮道 郭大哥稍等片刻 等小弟吃完饭时 再与兄长戏说 郭飞闻言心中就是一喜 难道李荣已经是找到方法了吗 强忍着问话的冲动 郭飞就是给李荣加菜 让李荣好好吃 李荣见郭飞 这般也不阻止 就是笑笑连忙把手中的早餐吃完 犀溜 喝完手中的周李荣擦着嘴角道 郭大哥 花了一整晚的时间 小弟终于是找到了三种丹药的药方 对于生子是十分的有效 就是不知道大哥是享用那种 郭飞闻言 脸色的喜悦已经是掩盖不住了 这是他多年的心愿 现在李荣说能够解决 他整个人都似乎要哭泣了一般 李荣十分理解 这种心情 连忙轻拍了郭飞的肩膀两下 让郭飞的情绪稍微好一点之后再告诉他 这三种药方 在听完李荣说的三种药方药效之后 郭飞也是陷入了沉思之中 三种药方的效果都不一样 最后一种预情单 十分的恐怖 这是要死的节奏 所有郭飞是直接就预情单提出考虑的范围 而是对着须子单生连单发呆 须子单能够充分地改善二人的身体 按理说这个是最好的 但是生连单却是有催 情的效果 而且还能牢牢地锁住小蝌蚪百分百怀孕 十分的显着 这就是难办了 一便是妻子的身体孱弱 一便是百分百怀孕 都说生孩子是一道坎 为此郭飞犯难了 郭大哥是有什么疑虑不成 第352章 聊天群 李荣好奇地问道 郭飞犹豫片刻还是说了出来 能不能两种药都用啊 文言 李荣也是愣住了 居然要用两种药 第一种药是改善身体 男女都能服用 第二种膜 就是单方面的女方愉悦 李荣仔细地分析了一下单药的方子 好像并没有什么冲突的地方 只不过要相隔一段时间才好 第一种单药 需要吃小半个月 毕竟是改善身体 需要一点一点地来改造 郭大哥方向 两种都能吃 但是要先吃第一种 改善郭大哥跟大嫂的身体体之后 才能吃第二种药 李荣简单明了地 跟郭飞说清楚了情况 郭飞脸色便是一出一抹欣喜 连连跟李荣致谢 出去办公的时候 还能看见郭飞那雀跃的小步伐 看来 郭大哥真的是十分开心啊 李荣目睹着郭飞迈着小碎步离开的模样 如果不是李荣心里十分清楚 他还以为郭飞他也是来自后世 尤其是郭飞那难以抑制的小碎步 就像是一个跳跤技舞的优雅舞者 专注 认真 甚至还是有些痴迷的样子 李荣是不知道跳舞的人 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态去跳舞 反正李荣 他是没有这么机会与福气去接触舞蹈 从小就是屌丝的他来说 跳舞就是一件极其奢侈的事情 看看都觉得浪费空气 呲呲呲 动腰动腰 我是地瓜 呲呲呲 地瓜地瓜 我是土豆 一听见这个声音 李荣就感觉有点炸脸 这群王八犊子又开始群聊了 主要还是怪李荣自己 自从昨天晚上跟他们了解情况的时候 嘴碎了一下 这群人就纷纷出来水群 而且还是语音 并不是文字 文字对于他们来说 实在是太奢侈了 有超级队奖机 已经是超越了千年的跨越度 岳鹏雄 喂 你们听说了没 郭飞将军跟家主球子的事吗 岳鹏雄一开口说话 群里就炸开了锅了 小五 郭飞将军不孕不孕吗 这是病啊 郭将军娘子好看吗 屁股大拨 呲呲呲 老吗 小五 你这是老 毛病有犯了 但是郭将军的娘子不是亲 楼楼宝子 冒昧问一下 郭夫人贴身丫鬟 屁股大不大 牧原 一群老不死的 这是军事行动 请你们严肃一点 等这里的事情结束了 你们谁请我去亲 楼开开眼啊 张祖 牧原 刘大上次欠我二两银子 你当兄弟的 是不是要还一下 刘大 张大爷滚蛋啊 什么钱不钱的 谈多了跌范 二狗子 明天我这边可能会遇见 突厥三军 要不要阻挡 刘大彪 狗子 弄他 这是对你的挑衅 李荣 你们是不是疲痒了 没事就开始群聊 平时见面也没见你们 这么喜欢扯淡啊 是不是距离产生美 让你们觉得 看不见对方 这样讲话 反而觉得更加有神秘感了 滋滋滋 群进了 李荣是再是受不了这群土鳖 突然就这样 完全跟当初的微信 出来时候一个样子 什么都是新鲜的不行 哎 还是那个时候好 如果现在是未来的话 李荣已经是躺在 舒舒服服的床里 享受着暖气的包裹 另一边 二狗子目光 一直盯着一路 逐渐靠近的突厥三军 目前三军还没有发现他们 一旦发现 二狗子要在射击范围之内 弄死这般人 只是对方人多 二狗子这般丹药不是很多 所以 最多也及时造成一定的伤害 子子 家主 突厥三军已经路过马良坡 距离埋伏地点 还有三十里 打不打 子子 李荣 等他们路过马良坡 就用手榴弹炸他们 欲先埋伏的埋伏了没有 二狗子 埋伏了 牧原在后面侧应 李荣 那就好 千万让他们路过马良坡的时候 懒腰炸 让他们乱一乱 记住 皮敌就好 不要贸然冲 二狗子牧原同时答道 是 二狗子拿着望远镜 看了看突厥三军的步伐 就把望远镜交给副手 他连忙翻身 就是掏出香烟 无比熟悉地拿出火折子点燃 重重地深吸一口 就是李荣上次抽奖得到的 而有了香烟之后 李荣就把东西分发下去 每个高级将领都有 二狗子就是其中最喜欢香烟的人 宛如灵魂附体 无比娴熟 二狗子重重地吸了一口气 身上的雪白战甲爬伏在山坡边上 也不会有人发现他们的存在 白矮矮的大雪 好像一层天然的隐藏大幕 让二狗子等人全部遮掩了过去 他们身下都铺上一层厚厚的棉布 让他们能够轻松在地 在雪地之中爬伏很久 一旁的班长看向二狗子吸烟的模样 看着一副享受无比的样子 就忍不住好奇问道 队长 您这是什么东西啊 还冒烟 二狗子看了一眼这小子笑道 想抽 这东西可是东西 金贵着呢 我也就两半而已 班长见状也是一脸艳羡道 这是家主给您的魔 我们也有吗 二狗子回想了一下 当初李荣一副肉疼的样子 就是果断地摇了摇头道 这东西稀少无比 家主赏赐的 不过小五好像就不抽这东西 回头我找小五药去 拿出抽一口就知道了 二狗子将自己手中抽的 只剩下烟屁股的香烟递给班长 那名班长连忙就是拿着香烟吸了一口 随后就是一阵猛烈的咳嗽 二狗子看着那名班长的样子 一下就笑了起来 这跟他当初的模样如出一辙 二狗子美好气道 真是浪费 不会抽就不要见 浪费我一口好烟 说着就从兜里掏出香烟 又抽一根点了起来 又是一副享受无比的模样 重重地吸了一口道 好好看着前面 别盯着我 突厥三军马上就杀过来了 记住每个人的位置 跟行动计划 一旦战斗打响了 咱们一定要确保自身安全 绝不练战 他们追来咱们就跑 他们跑了 咱们就追 总之就是拖死他们 是 记住了队长 文言班长连忙沉声回答 转头就是下去跟士兵嘱咐起来 第353章 苏义的想法 他他他 协力可汗再迫不得已 支下撤军 从而带来的影响 却是十分惨重的代价 三军原本视如破竹的心思 也逐渐被碧阳城一战 打得他们心性全无 这一战 足足损失了他们三万的士兵 而损失最大的 就是三军撤退的时候 那一连串的轰炸声 就算是在撤离之后 唐军也是一直在追着他们 一路上不停的轰炸 更是让他们疲惫不堪 协力可汗骑在马上 回头看向身后那 拖着劳场的队伍 不由地一探 大唐终归是没有那么容易灭亡 就算是自己造出了火药 他们的火药会造得更好 协力可汗看向一直沉默不语的苏义 苏义此刻却是在思考今天的一切事情 就比如李荣的出现 他就是十分地感兴趣 不为别的 就因为李荣手中有许多许多 让他感兴趣的东西 苏义实在是对李荣太感兴趣了 关于李荣的一切资料 他都在收集 收集的越多 发现李荣这个人越是神奇 不管什么时候 好像都没有他解决不了的事情 而此刻 苏义脑子中就有刚刚送来的情报 李荣大张旗鼓地给所有人送礼 还给李世民炼制丹药 并且送给武将修炼功法 苏义就已经得到了一本修炼功法 就是李荣当初交给李世民 程咬金他们的那部 另外 手中还有一盒精致的盒子 里面有一颗补气丹 这也是苏义花了很大的代价 才从一个官员手中得到的 而这个人也是父神教一个普通教重 在得到了李荣的丹药之后 苏义就许诺了对方父神教的兰衣教重 原本长安的兰衣没有了 那个官员的职位 而已只是苏义随手而为 对于一个国家以及组织来说 怎么 让下属更加努力地卖名 这是一门学问 苏义就是擅长这个学问 简单地说 汉人天生就会这样的东西 这是他们血脉之中的习惯 喜欢爬 喜欢成为巅峰 每个人的需求不同 他们要爬的位置也是个不相同 苏义十分清楚 他曾经花了很长的时间去实践这个事情 因此 苏义对于人心这方面操控的是十分的娴熟 这就是你的秘密魔 李荣 苏义手握着补气弹的丹药 目光看着前面长长的道路 他对李荣的需求 现在是高出了对于功法大唐的需求 李荣的存在 就像是一个世界上出现了一个超级就是主义版 就像当初网莽报 正之后的大汉天子刘秀 对于刘秀苏义是佩服的 也是羡慕的 天时地利人和都在帮助他 简直就是完美男主角 但是苏义有不喜欢像刘秀这般轻易地完成 他就喜欢操控天下人来玩一场游戏 这是一场征战天下的游戏 他就是那个下棋的人 而天下人就是他的棋子 不管是谁 现在李荣的存在也是眼中的影响了他 他不喜欢有一个人突然地出现在他的棋盘上 把原本的棋子都打乱了 但是他有心中欢喜 有这么一个人的出现 李荣出现了 他就像是这个世界的救世主一般 他就是站在救世主对面的人 看着他被迫入局 又想尽办法毁灭他的布局 这种感觉很好 苏义深吸了一口气 将多日的御节之气吐了出来 整个人都觉得升华了不少 苏义知道 他此刻的心境再一次提升了不少 可汗 回突厥王庭吧 咱们现在被唐军死死地咬住 想要与之对敌 他们就鸟收散 咱们一直走 他们就一路骚扰 大军恐怕会出现问题 苏义郑重地告诉协力可汗 协力可汗文言 脸色也不好看 他知道 苏义说得都对 他现在也是在犹豫 要不要去取了另一个城池 现在听见苏义的话 他知道 三军没戏了 接下来就先回他们攻下的城池 再去劫掠一番 然后就回去 裹挟一些大唐奴隶回去 不然这次出来 协力自己也没办法带好队伍 国师 本汉想要劫掠一番回去 大唐目前不是咱们能够染 指的 国师有什么高见没有 协力可汗还是说出了他心中的想法 虽然是李荣苏义 但是苏义的才能跟见识 是协力所信服的 所以 每次协力会习惯性地问一问苏义的意见 苏义自然也是知无不言 目前他只想牢牢地掌控突厥大军 而对协力的诚服也只是暂时的 他忍得了 也等得起 这本来就是一场游戏 苏义不介意玩得更加出彩一点 这很好 可汗思虑得十分周全 臣以为 咱们不单单要劫掠 还要分散出去 让大唐这边无处可寻 苏义恭敬回答道 协力可汗沉思片刻便是欣然点头 他对于苏义的方法还是十分地认同 这个法子好 这样大唐军队也会跟着分散出去 很不错 很好 国师所言非虚 就按国师说的去办 协力十分赞同 毕竟苏义说的这个办法 能把唐军分散出去 不会一直针对性地监视 他们一定会去追击那些分散出去的队伍 也只有那些队伍 才能在大唐之中造成伤害 去 把三军的骑兵分散出去 每个队伍200到2000人 分出300支队伍 让大唐军队追去吧 都是草原上最好的儿郎 到了大唐的村镇 劫掠粮食奴隶回来 谁劫掠得多 本汉就赏赐给他最多的奴隶跟粮食 协力可汗 转头对着身边的传令兵说道 传令兵听完 也是脸色一喜 便是激动地答应 当他传令完 就开始集结他的队伍 准备出队伍 去大唐劫掠掠人口跟粮食 苏义看着眼前眼前分散出去的三军士兵 每个队伍的人数都不一样 最少的居然就80人 可汗 咱们今夜要尽快赶回城池 只要在城池之中 咱们才是安全的 没有后顾之忧 苏义看着一支支队伍分散出去 目光一直都是平淡的 他想要回去给手下服用补气单 而且还是常年气血不足的那种人 只有亲眼看见药效 苏义才会制定下一个计划 那个计划 就是跟李荣有关系 李荣越是神秘 他就越想得到 或者毁掉这个人 第354章 孔颖达着急了 大唐长安甘露殿 李世民坐在甘露殿内批阅着奏书 一旁的大太监袁德 也是殷勤地伺候着 甘露殿内摆放着四个煤炭炉 整个甘露殿内都是热火朝天 李世民的衣衫上 还隐隐渗出汉字 袁德看着甘露殿的变化 心中对李荣也是佩服的五体投地 他算是见识了李荣的能力 从开始认识李荣到现在 唯一能够真实感觉得到的 就是如此 整个甘露殿都已经暖和起来 李世民抬眼看了一眼袁德 发现袁德正看着煤炭炉傻乐 轻壳一声好奇问道 袁德 你这是偷了什么 袁德黑黑一笑指着煤炭炉说道 陛下 李仙子真的是天纵奇才 他居然能够想到这样的办法 让有毒的石炭变得如此有用 老奴为陛下贺 李世民见袁德这老太监 不似作为 是真心实意的恭贺 也是面露笑容道 你可知道 这都是李荣大梦千年的效果 这小子 一定是从梦中把这个东西学到手 不然 你以为 李荣怎么会如此轻易地掌握此等技术 袁德连连点头道 陛下所言即是 李仙子也是个有本事的 费则咱们大唐今年 又要许多百姓冻死 这是一个善举啊 李世民在奏书上 用朱砂笔写了个一准字之后 就是放下奏书 袁德连忙将茶盏送到李世民面前 李世民接过茶盏喝了一口 唇齿流香 片刻后才说到 确实是为大唐做出了贡献 但是李荣的能力太过惊骇 袁天刚推背图出现的时候 他都能说得一清二楚 实在是让人感到震惊 甚至是有时候让郑觉得害怕 闻言 袁德便不再说话 而是变得沉默起来 他是个知道进退的太监 也早就摸清楚了李世民的习惯 就好像曾经某人说过的一样 了解你的永远不是你自己 而是你身边的人 李世民醋眉 见袁德不再开口 心中也是有些怅然 便是看着甘露殿外的大雪 长安大雪连绵 李世民原本还是担心百姓的 但是通过了解 安平村的商队早就派出去了 他们在李荣的授意下 已经是从长安开始将煤炭炉的用法 跟打造方法传扬出去 李世民对于李荣的办法是十分认可 但是李世民也发现自己是没办法 一下子就像李荣这样办到 而且早在几个月前 李荣就把煤炭炉在大唐的每个地方都有商铺 除了边境那边还没普及到 其他的地方基本都知道了煤炭炉这种东西 北方一向寒冷 有了煤炭炉的大唐 今年都会暖和地过着冬天 李世民真心感激李荣 为大唐带来了这样的善举 但是李荣研制出来的武器 也是越来越可怕 他真的怕有一天自己掌控不了李荣 李荣越是重要 就会让人看见越可怕的能力 大梦千年的人都是超越的时间空间的人 他们的存在就是一个异类 就好比王莽夺权那般 他的各种条例规矩都是跟时代格格不入 李荣虽然也是格格不入 但是没有那么过分 他一直在帮助大唐 这是一个十分纠结的地方 李世民也曾经问过其他大臣 结果都是不一样了 秦琼已经是拦下了李荣这个责任 李荣一旦出现什么变化 那么秦琼一家就会跟着了李荣再劫难逃 秦二哥 你真的是为真为李荣付出了全部啊 唉 李世民轻声呢喃 原德却是听得一清二楚 对于秦琼的举动 原德只能是深深的敬佩 秦琼对大唐忠心耿耿 李世民对秦琼也是十分清楚 不管从哪方面说 李荣的存在是忌惮的 也是欢喜的 如果李荣在别的国家 大唐早就被攻伐的千穿百孔 所幸李荣在大唐 而李荣在每个人的眼中 都是异类 只有秦琼会为了李世民 为了李荣 把他认为异子 李世民呢喃的是 秦琼为他出头的心 他也担心秦琼被攻击 李世民再次拿起奏书 看见奏书上的奏报 是统计了大唐在这个冬天 冻死百姓的人数 全国一共冻死了人数有一万人 一万人 已经是今年看见最好的结果 换成以前的话 冻死的人数 会在一万人之中 翻上两倍 如此 李世民心中 也是稍微安心一点 如此下去 煤炭炉全面铺开以后 大唐就不会出现冻死的百姓了 一想到这里 李世民也是欢喜万分 在批复完奏书之后 原德才上前说道 陛下 孔祭久 孔颖达求见 李世民文言 也是微微一愣 孔颖达来此坐身 玄疾就是大手一挥道 请孔祭久进来 原德连忙应诺 便是出去把孔颖达请进来 在孔颖达进来的时候 李世民直接开口道 原德次坐 孔颖达给李世民行礼谢恩道 臣谢陛下 孔颖达坐下之后 李世民便直接问道 爱卿何事求见证 孔颖达起身回答道 陛下 您对李荣李县子的军事学院 有什么看法没有 孔颖达问得直接 也很直白 这是孔颖达在国子健授课的时候 听见国子健声援说 李荣的军事学院 就连太子李承甘 也经常去军事学院那般学习 这就让孔子后人 孔颖达乍毛了 这是对儒学的挑衅 更是助长武人之风 儒学是教授天下百姓里一笑提的 如果一味地崇尚武学 那么儒家儒学的意义何在 到时候 皇帝只知道开疆阔土 却不不知道治理国家 那么国家就会像秦朝那般 秦二世王 这是孔颖达不愿意看见的 更加不愿意听见的 为此 他今天也是豁出了老脸 来找李世民说道说道 闻言 李世民也是忍不住一探 果然还是来了 当初没让孔颖达他们知道 但是李荣的安平村 就在长安周边 怎么会不传到孔颖达的耳内 李世民沉音片刻微笑道 爱卿 你莫要着急 成干从小就身子弱 而成干也是主动求到朕这里 说要锻炼锻炼身体 朕也要求成干 不得耽误课业 这才放成干去锻炼身体 难道爱卿没有发现 成干这小子 最近身体越发地壮蛇不少 说到这里 李世民也是不由地一探到 朕知道 成干一心想要 像朕一样 马上建功立业 朕也希望 成干能做个守城之君 成干的天赋就是如此 爱卿不用担心 等成干腻了 成干也就回来了 爱卿放心 朕会看着呢 孔颖达脸色一遍急忙吼道 陛下 第355章 公子饶命啊 李世民连忙摆了摆手 打断了孔颖达后面的话 孔爱卿 此事你就不要操心了 朕有分寸 会看着成干的 而且 成干现在课业 也完成得十分完善 爱卿就不要多虑了 孔颖达连忙吼叫道 陛下 难道您就要让太子殿下 学李戎那套歪门邪说不成 儒家方式正统 天地君亲师 陛下难道要让太子殿下 陷入漩涡之中 李世民见孔颖达要发飙 连忙就是按住孔颖达道 孔子曰 三人行必有我师 太子如今正是需要多听 多看多学的年纪 难道孔爱卿 要让太子毫无寸进不成 朕也只是让成干开开眼界而已 朕不想自己的儿子 连外面的世界 是什么样的都不知道 孔颖达连忙起身 给李世民行礼 就是拂袖而去 臣告退 臣这就去安平村看看 李戎的那套邪说 有什么厉害之处 李世民洋装地叫了两声 发现孔颖达连回头的心思都没有 也就是笑了起来 孔颖达是孔子后代 也是代表这儒家儒学 天下儒学尽在山东 而山东大儒却是做多的 想要其他思想进入大唐 必然会引起反弹 儒震寿等山东大儒 一直跟朝廷作对 自从太子李建成之后 山东大儒对李世民 就是这样强硬的态度 对此 李世民心里是十分的清楚 儒学实在是太强大了 绑定了一个又一个王朝 他们的能力 也让李世民深深地感觉到 一丝丝的恐惧 山东大儒们 在世林的影响力 绝对是惊人的 就算是李世民 现在贵为皇帝 也一直都不敢 跟他们正面硬刚 实在是刚不过人家 人家一个老头出来 后面一群学生 随便拉出来一个老头 就是当代大儒 你说弃人不弃人 现在李荣初想 也让孔颖达发飙了 这样很好 只要孔颖达发飙了 李荣那边也会安心地替朕办事 他的那些学院什么的 一定会让孔颖达他们 吃惊不小 因为李世民 当初也逛了逛军事学院 里面教授的东西 着实是十分的多 就算数数来说 李荣将数数称之为算数 还用大十数字 来替代大唐汉子 也可以作为区分 还有就是那些加减符号 简直就是神来之比 李世民当初看见 李荣讲课的时候 许多人本人 也会很快地算出结果 李世民也稍微地学习了一下 确实是十分的方便实用 袁德 你说孔颖达 会不会在安平村闹起来 李世民露出一抹 略微调侃的声音问道 袁德则是认真地想了想到 陛下 恐怕孔祭九 这次会吃亏回来 因为学院那般就有不少孩子是愣头青 恐怕会跟孔祭九发生点事情来 文言 李世民也是露出一抹好笑的表情道 让人看着点 别让孔祭九太难看 这次就看孔祭九怎么做了 做得好 好好赏他 让他心里也好瘦一点 这场战斗 恐怕不会太短 是啊 陛下 奴婢觉得 孔祭九会吃亏的 袁德给李世民倒上一杯茶 送到李世民手中 结果茶展 李世民喝了一口 就看向安平村的方向 李荣他们到底怎么样了 在李世民想着 远在碧阳城的李荣的时候 常乐公主带着身边的宫女 就是悄悄地出了皇宫 今天是她跟孔婉清约好的 自从孔婉清送给常乐一些丹药之后 常乐的身体也是恢复得不错 不想当初那般柔柔弱弱的 现在出门也会开心地疯跑起来 整个人的气质完全是不一样 快 彩桓 咱们要赶紧去安平村 听小得子说 孔祭九要去安平村闹事 我得赶紧告诉婉清姐姐 常乐公主穿着一身男装 宫女彩桓也是如此 二人在长安街上奔跑着 彩桓连忙紧追在后 宫 公子 您慢点 彩桓腿短 跟不上您 常乐原本高兴的兴致 就瞬间冷了下来 停下回头看着彩桓道 你呀 就是喜欢吃 你看看你 现在都快成小胖子了 彩桓则是一脸淒淒哀悼 公子 您当年可不是这样说的 您说要把我喂胖胖的 那样才好看 奴婢都是按照您的吩咐做的 您现在嫌弃女婢了 常乐美好气白的彩桓一眼 这个死丫头 最近是越来越放肆了 居然还敢讨价还价 刚要发怒 又看见彩桓那副楚楚可怜的模样 心里就是一叹道 哎 都是本宫 公子当年听信谗言 说女子胖为美 现在看来 彩桓你现在 就像一个肉 求 本公子很是难过 当年就不该让你吃成这样子 彩桓这是上前 拉着常乐公主的手道 公子 彩桓一辈子陪着您 奴婢答应您 一定会让您看见彩桓瘦下去的 袁玺小姐说 只要彩桓多多锻炼 身体会瘦下去的 只是现在彩桓克制自己的饮食 不能再多吃了 只能是保持平时的饭量 三个月后再减少饭量 听说这还是李荣 李仙子说的办法 彩桓似乎想起什么 就连忙用她那肉嘟嘟的脸颊 看向自家的公主常乐道 公子 听说皇上 要将您跟李仙子凑合成一对 您是怎么想的呢 长月文言 脸颊飞红 瞬度地捶了一下彩桓 然后再左右看看 四下无人才缓缓说道 其实吧 我对李仙子的感觉 就是大哥哥 李仙子就是哥哥的感觉 感觉在他哪里 好安心 什么事情 都能给你安排得妥妥当当的 还记得上上次出宫游玩魔 李仙子对太子他们都是不假词色 而且 太子他们也很幸福 总之觉得李仙子好厉害 说到这里 常乐脸颊又是红了红道 至于李仙子是不是夫婿 我也不知道 反正一切都是 听父皇安排 好了 咱们赶紧走 去安平村找婉清姐见 彩桓被自家公主推着走 彩桓则是笑眯眯道 公子 我觉得 您现在就是却一个 能跟您说心里话的人 奴婢觉得 您应该是喜欢李仙子的 就在刚刚 奴婢还看见您脸都红了 还红到耳根 死丫头 你还说 敢我不打死你 公子 饶命啊 第356章 孔记久来了 慕婉清与芸汐三女 在安平村坐镇 现在安平村的发展是迅速的 煤炭炉藻就遍布整个村子 安平村是最早一批得到溢出的人 就算是大冬天 安平村的人 如今都是小康之家 放在后世 那都是有房有车 有工作的铁饭碗 袁熙整理着手边的资料 看向慕婉清道 相公已经到了碧阳城 此刻应该是开战了 慕婉清露出一抹担忧 毕竟李荣现在是上战场 并不是去游玩 而李荣上次战场回来 陈三娘就已经死了 一想到这里 慕婉清就是忧愁道 西姐 你说相公她会没事的吧 子君清冷声音传来 没事的 婉清姐 不用担心 相公会没事的 紫燕则是笑嘻嘻地 拉着常乐公主进来道 哎呀 你们就不用担心 相公厉不厉害 你们还不清楚吗 来来来 快看看 这是谁来了 随着紫燕的声音传来 三女抬眼看向门口 发现常乐公主一身男装 身后小丫鬟 还是那副模样 胖乎乎的可爱死了 呀 公主殿下 你怎么来了 慕婉清连忙起身走到门口 就是拉上常乐公主的手道 今天是不是又偷偷跑出来了 陛下知道吗 要不要你看看太子殿下 最近太子殿下他们在学习孙子兵法 而且还学习排兵布阵 听说效果不错 常乐公主文言也是为成干感到高兴 便是笑道 成干现在要学得多了 难道有什么好玩的模 常乐公主不明白 慕婉清为什么会突然跟她说这些 但是明显是想让自己去看看李成干 难道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了吗 慕婉清见常乐公主胡依的神情 展颜一笑道 没有 就是看你偷偷跑出来 咱们就去看看太子殿下他们 最近他们学习都是十分的刻苦 魏王殿下学习是最好的 听说 最近在研究地理 常乐略有所思的清点脑袋 旋即便是想起了 今天出来的目的 便是连忙说道 孔祭九要来安平村 他想看看 成干到底是在学什么 为什么大唐太子殿下 会舍弃如学 学习其他歪门邪道 房间一瞬间安静了下来 慕婉清四人脸色浮现一抹难看之色 孔颖达现在出现 就已经是代表着 儒家与其他学派的正统之争了 原本李荣当初就跟他们四人说过 儒学历经了几千年的积累 已经在这片土地上根深蒂固 想要罢黜如学实在是太过困难 但也不能让儒学成为唯一的存在 儒学一称儒家学说 起源于东周春秋时期 自汉朝汉武帝17起 汉代 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 是董仲书于元光元年 公元前134年 提出 在汉武帝时开始推行 《董仲书传》中记载了 董仲书提议的原话为 推名孔氏 一处百家 在《武帝记赞》中 记载了汉武帝的做法是 霸处百家 表彰六经 该思想 已非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思想原貌 而是掺杂道家 法家 阴阳武行家的一些思想 体现了儒家思想的兼容与发展 特性 是一种与时俱进的新思想 他维护了封建统治秩序 神化了专治王权 因而受到下国古代封建统治者推崇 成为两千多年来 下国传统文化的正统和主流思想 然而当李荣到来的时候 就已经对大唐的儒家思想充满了不满 不是说儒学不好 而是说 许多人把儒学都安装了自己的意志 扭曲了儒学的正统思想 变相地成为了许多人谋取利益的工具而已 在这样的儒学祭奠之下 数个朝代都被儒学绑架 随之负面 就比如诸熙这个人 存天理 灭人欲是诸熙理学思想的重要观点之一 人欲佛教讲的三读 后世人断章取义评判宋明理学时 多言存天理 灭人欲禁锢了人的自由等 此处人欲是指超出人的基本需求欲 妄 如私欲 贪欲等 这些欲 妄是要割除的 其实 理学认为人的基本需求欲 妄即人们通常所理解的人欲 即是天理 此处人欲即天理 通俗一点的说法就是人的欲 妄要有一个度 另外 王阳明王大圣人也向他的弟子提出过存天理 去人欲 其实 圣人们的思想都是同源的 目的都是一样的 只是王阳明是以治良知来实现的 每一个时代都有不同的人按照自己的理解来解释儒学的不同面 他们或利益或名誉 都是利用了儒家学说 孔子儒学 来装饰自己 李荣在一个晚上跟四女活动完就把他知道的后来的大宋也告知了他们 而后来的大宋就出现了朱熹的这样的人 当李荣把他当成故事告诉讲给四女的时候 以及儒学 被人按上了这样的道理 让四女纷纷错愕不已 此刻的穆婉青是十分清楚 李荣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 他不想看见另一个大宋 以及另一套学说 哦 这样啊 那咱们就去见见孔祭酒吧 穆婉青与其他三女对视了一眼 便是笑着跟常乐公主说道 该来的总是要来 而孔祭酒的为人 李荣也跟四人说过 孔颖达算是大唐之中比较专注儒学的人 他在儒学之中的研究是十分的明确 并没有被其他人所迷惑污染 只是因为孔颖达是孔子的后代 他为人也是比较耿直 完全不会因为其他人而改变自己的思想 说起来就是轴 完全不会接受其他的学说 想要说服孔颖达 难度是十分的大 袁熙略微有些担忧道 婉青 你说孔祭酒是不是来者不善 子君则是淡淡道 不用担心 孔祭酒的为人像公早就说过了 他就是不甘心 儒学比不上其他的学说 他是单纯的学术派 全身心地尊崇自家老祖宗的东西 子燕也是担忧道 就怕就是他这样才可怕 孔祭酒就是太过专注他们的祖宗的学说了 但是孔祭酒 他们也不会去深刻地 孔子当初说的那些真正的道理是什么 就是这种情况才令人担忧啊 常乐听这四人的话 好像李荣跟他们交代过什么 就是十分八卦地问道 姐姐们 李荣跟你们说了什么吗 第357章 一个梦 公主殿下 李荣也没说什么 您啊 还是乖乖跟着咱们去看看孔祭酒吧 不知道孔祭酒会在学院做什么事情 孔晚清看了一眼常乐公主 他不想让她知道这么多事情 毕竟常乐公主十分单纯 被她的父母保护得很好 所以 孔晚清下意识地 不想让常乐知道斗争的黑暗 只是孔颖达摩 这就是一个比较纯粹的人 他的争斗 只是学术之争 所以 孔晚清才让常乐公主关注孔颖达 虽然达不到政治斗争的层次 但也是属于学术学派之争的问题 这种斗争 也十分地容易达到政治的层次 就看有没有人会利用这件事情了 听着孔晚清的话 常乐也就没有多想什么 只是隐约察觉 孔晚清好像不想把事情告诉她 玄机脸色露出一抹失落 袁熙三女见孔晚清 不跟常乐公主说什么 心里也是各自有心思 好吧 晚清姐姐 咱们快走吧 看看孔姬就去 常乐公主心思也是透彻知道 孔晚清不想说 那就不问 这是她讨人喜欢的地方 知道什么 该她知道 自然就会知道 长孙皇后的女则可是没少读 因此 常乐表现得十分乖巧听话 嗯 好 那咱们走吧 快点 不然孔姬酒就已经到了 今天你反正不会白来一趟 可能还会看见许多东西 袁熙连忙起身 就是上前去拉常乐公主说道 哎 等等我们啊 就是啊 碧阳城 李荣难得地睡了一个好觉 长时间的奔袭 也让李荣感觉到疲惫的感觉 随着这段时间的策划 以及安排布局 李荣不聪明的脑袋 也是吃尽了脑细胞死亡的亏 长期的精神紧绷彻底让李荣安稳地睡了个好觉 而李荣也做了个很美很恐惧的梦 他回到了地球 带着穆婉清芸汐三女一起回去 回到地球 李荣的系统也是跟着李荣一起回去 他得到了系统的权力帮助 结果遇见了地球末日爆发 灾变时代 天空裂开一道巨大裂缝 仿佛被什么人劈开了一样 妖兽 凶兽 外来物种肆虐人间 天空下土 江河海水倒灌 冰川纪元 沙漠黑雪 等等灾变层出不穷 而人类在从这样的灾变之中 一步步艰难地存活了下来 然而在这个世界上 就有这么一群人 努力开发自己的自身潜能 并且拥有超越凡人的天赋 而李荣则是带着四女 在灾变时代艰难地存活着 这一路上遇见的都是可怜的 卑微的 邪恶的 唾弃的人 每次遇见的人 李荣都会解救他们 但是跟在李荣身边的 全部都是女人 就这样 李荣是带着一群女人 在这个充满末世的世界上存活下去 但李荣也是幸福的 每次睡觉 都会有女人 钻进李荣的被窝 寻求李荣的帮助 李荣也是来者不惧 麻木的末日生活 也只能在这样的方式下 一直走下去 一直到最后 一片净土 也被灾变所埋没 李荣跟一群女人享用而死 呼吱呼吱 李荣醒来的时候 脑海都是一片混乱的 她浑身全是冷汗 虽然最后很幸福地死去 但是 被妖兽凶兽 以及外来物种分尸啃食的画面 依旧是牢牢地刻印在脑海之中 李荣连忙坐直了身体 看着四周 发现自己还在大堂 心里不由地 浮现一抹西季来 还好没有回到地球 早就听说地球的末世要到来 现在也不知道 地球怎么样了 那边好像没有自己挂念的什么人了 可是今天这个梦做的 实在是太过匪夷所思了一点 李荣脑海再次浮现 做梦的种种画面 发现还是那般的清晰 难道是死去的李荣 穿越到了自己的身体上了吗 李荣心中忍不住猜测着 毕竟今天到这个梦境 实在是太过匪夷所思了 自己怎么会梦见末世降临 还是自己拥有系统的情况下 无法带着一群女人 成功地逃脱末日的掌控 那种无助与绝望 让李荣十分地难受 李荣一直沉默了许久 才缓缓地吐出一口浊气 让自己的身心都冷静了不少 看来以后 还是不要太过劳累了 这样劳累下去 自己说不定真的会死 喃喃自语了一句 李荣起身将窗户推开 外面飘落鹅毛大雪 今天也没有什么事情来找李荣 闲来吴氏躺在床上 谁知道就这么睡了过去 此刻外面还是白天 边境的大雪又下大了 而跟随突厥三军的队伍 还是没有回来 期间 已经跟突厥三军发了几次袭击 甚至是搅乱他们的生活 让他们一直处于惊惧跟疲惫 长期下去 他们的精神一定会十分地不好 计策运用得当 这群敌人迟早也是个死 但是突袭的效果 却是微乎其微 协力下了命令全速撤离 因此那些人也没有继续 跟李荣的队伍纠缠的必要 撤离的速度十分地迅速 李荣想了片刻 还是拿出超级队讲机说道 所有人撤回来吧 我吩咐人给你们熬姜汤喝 给你们去去寒 姿姿 收到 得了 家主 我要吃肉 这几天实在是太难受了 二狗子说得对 是 家主 我们这就撤离 撤离之前再搞协力一下 牧原 你小子 越来越坏了 你小心啊 不对劲就赶紧撤 没必要跟他们硬碰硬 得了 知道了大标书 李荣听着众人的话 心里也是一阵高兴 总算是成长起来了 这群人 有点意思了 看来日后让他们 带一带手底下的人 基本都能交出 合格的军官出来 早点回来 都小心点 李荣还是忍不住嘱咐了一句 就收起超级队讲机 砰砰砰 门口有人敲门 李荣淡淡道 进来 随着李荣说完一道灵巧的身影 就推门入 迅速地将门关好 生怕有人看见他一样 见过家主 一名长相秀丽的姑娘 丹西贵在李荣面前 恭敬说道 何常事 你怎么来了 李荣看见这个女人的时候 明显就是一愣 她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她不是应该在巡洋吗 第358章 张道友出现 何常事 与陈三娘一路扶持而来 在安平村落下根脚 成为了李荣手中特殊的女子战队 魅影 就是他们的代号 禀报家主 属下在寻阳寻乡房 得知可靠消息 关主下山了 何常事 本就二十多岁的年纪 如今穿着一身黑色衣服 更加显得阴气十足 抱拳禀报的动作 更加显得武将气息浓重 李荣 关主下山 何常事 是的 家主 关主下山 根据属下探查得知 关主是一个身份 而这个人叫什么 哪里人 没办法探查 只探查到 关主下山是一个信号 每朝每代都会出现 关主下山的情况 而关主下山之后 往往多多是带走了 每个朝代的命数 据说关主下山 就是带走每个朝代的气韵 总之 属下是探查了许久 依旧没有消息 才来禀报 李荣醋眉 他认真的想了想 这个关主下山貌似 有点意思啊 气韵 一个国家的气韵 难道也能收取吗 而且 气韵如此玄妙 真的能够收取吗 想着想着 李荣不禁陷入了沉思之中 而何常侍 却一直不曾起来 就这样静静地跪着 看着李荣醋眉 三娘啊 家主现在有四位夫人了 哎 要是你还活着多好啊 行了 你先下去吧 李荣还是没有任何的头绪 最后还是摆了摆手 让何常侍下去 关主下山 哼 又是有个有意思的东西啊 秦岭十二宫 父神教 万毒教 关主下山 现在在李荣认知中 出现的就有四个 秦岭十二宫 李荣是一直没过 虽然跟张道友的关系不错 但是他们里面到底什么样 也不知道 至于父神教 李荣倒是从袁熙这里了解了不少 子君子嫣这两个妮子 也说了不少 原本父神教 就是为了帮助天下苍生而存在的 只是一对双胞胎所利用罢了 短短的时间内 父神教从一个慈善组织 转变成了为祸人间的组织 他们培养杀手 疯狂地洗脑 让所有人都憎恨这个世界 甚至是灭了这个世界 又何妨 就是这种心态的父神教 才会跟李荣他们 发生不止一次的冲突 万毒教就更加不用说了 万毒教的存在 就是一个弊端 白苗与黑苗 以及他们的教义 都是不被世俗所容的存在 所以 万毒教是必须要铲出的 关主下山 一个似乎能够夺取国家弃运的组织 听着 好像很牛叉的样子 但是李荣所知道的大唐 也就李世民在的时候比较强悍 除了李世民 就没有一代看得到过去的皇帝 难道真的是弃运背道吗 这种东西 李荣本着就是 宁可信其有的态度 也要查探一番 毕竟自己能穿越到大唐 就是一个变数 更何况其他的变数存在 关主下山吗 李荣明亮的双眼 不由自主地眯缝了起来 感受着自身的身体的变化 自从修炼以来 李荣的身体每天都在变化 在变化的同时 李荣也更加有一种莫名的悸动 那是一种心悸的感觉 这种感觉说不清到不明 就好像 是一个人走在路上 一个杀手就跟在你的身后 一直在盯着你一样 仔细查探了自己的身体情况之后 李荣就听见了脚步声 李荣好气地推门而出 大雪随着时间变得小了不少 而就在李荣推门的时候 就看见了失踪多日的人 只见张老道友黑着一张脸 邋遢地看着李荣黑黑笑道 给老夫来一碗面 好饿啊 李荣看着破衣烂扇的张道友 什么也没有问题 就是冲着将军府的下人 吩咐下面 跟准备热水洗澡 张道友坐在李荣对面 一脸地唏嘘道 哎呀 差点就交代在外面了 李荣闻言也不惊讶 因为他看见了张道友胸口的致命伤 好在张道友没有事情 但是 看见张道友这这副模样 李荣也知道 这家伙 估计是养伤养了好久才会如此 李荣转身进了房间 就兑换了丹药 拿着两个小玉瓶 放在张道友面前道 吃了吧 有伤智伤 没伤当不要吃吧 张道友好奇地 看着李荣拿出来的两个玉瓶 分别打开闻了闻 整个人都充满了震惊 这 李荣无所谓地摆了摆手道 没事练的 拿去吃吧 张道友则是一把拉抓紧了李荣手道 你还会练着什么丹药 目光死死盯着李荣 似乎今天不从李荣这里 问出点什么 事不罢休 李荣见状 轻拍着张道友道 只要你有药材跟药方我就能练制 前提是东西自卑 张道友听着李荣的话 便是松开了紧抓着李荣的手 而是崇重地呼了一口气道 看来你得需要跟我走一趟了 走一趟 去哪儿 干嘛去呀 去一个地方就一个人 什么人啊 让你这么惦解 一个救了我命的人 能不能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现在还是不要知道的好 有些事情 不知道比知道了更好 知道了 未必是一件好事 李荣翻了翻白眼 得了 不想说就不说 扯这些干嘛 先吃饭 吃完之后 我跟你去一趟 嗯 张道友什么话也不说 就只安安静静地喝着茶水 等着面条上来 面条送来 李荣也要了一碗吃 二人吃的面条 稀溜稀溜的 除了声音之外 没有其他的声音 先说说你在安平村 怎么突然就失踪了呢 如果不是知道你的为人 我真的要先翻安平村 把你找出来 说说呗 你干嘛去了 李荣还是不死心地问道 毕竟张道友 从离开到现在 至少都有一个月了 总得知道这老小子 是被谁打成这样 还差点死了 面条不错 但是没有你做的好吃 下次你做饭好不好 我想吃你做的饭 张道友杂巴着嘴 跟李荣说道 李荣目光盯着张道友 也不说话 就是冷冷地看着许久 从系统兑换一个糖蒜 就是吃了起来 张道友鼻子抽 动了一下 看见李荣手里包着糖蒜 连忙就凑了过去 从李荣的糖蒜之中 掰了几块学着李荣的模样 开始吃了起来 吃上两口 张道友就连连叫好 好吃 好香 好甜 第359章 收拾轻疲 酒足饭饱 张道友带着李荣 来到了一处客栈 客栈不算上等 一看就是那种 年久失修的画面 李荣也不知道 张道友带自己去找谁 到了客栈门口之后 才忍不住问道 带我找谁啊 就谁 张道友并没有理会 而是带着李荣 直接来到客栈后院柴房之中 进入柴房的瞬间 李荣就被柴房之内 一个少年所吸引 只见少年躺在草堆之上 嘴里还不停喃喃低语 张道友才悠悠说道 这孩子也算是救了我一名 当时我重伤被大雪埋在雪地 就是他身边那条狗 把我从雪地里跑行 带着我找到这个男孩 男孩发着高烧 醒过一次又继续昏迷 还一直打着白子 我找了好些个大夫 依旧没办法治好 最后没办法治好 用内力护出这孩子的心脉 一路打听你的消息 来到这里 李荣恍然 原来如此啊 看着少年身边的狗子 似乎发现了陌生人的气息 就是仰起脑袋看着李荣 嘴里还发出滴滴的乌叶声 似乎是在警告李荣 再上前一步 就会让他雪见五步 李荣没有理会 而是从怀里掏出一块肉干 缓步地靠近狗子 原本狗子 还在滴滴地警惕李荣 但是随着李荣越是靠近狗子 就越是被李荣手中的肉干所吸引 鼻子嗅了嗅 然后是看着李荣 又盯着李荣手中的肉干 如此反复地来回看了许久 最近还是警惕地盯着李荣 而李荣也是靠近了狗子 就把肉干放在他的面前 上前抚摸一下少年的脑袋 果然是烫都不行 这样继续烧下去 铁定会烧傻的 为此 李荣二话不说 从系统里面兑换丹药 白解丹 也不知道有没有效果 上面介绍是说 各种病症一例见效 去 准备一碗温水给我 让他吃下去 嗯 好的 张道有一个闪身就冲了出去 给李荣倒来一碗温水 李荣抱着孩子 就是将丹药喂了下去 然后送了下去 随着丹药入喉 少年下意识地吞咽下去 李荣便是起身 看向张道有那副模样笑道 等等看吧 看孩子会不会苏醒过来 苏醒过来就什么事了 张道有对于李荣的手段 还是比较了解的 不然也不会让李荣来救人 大约一刻钟的时间 少年才缓缓睁开双眼 茫然地看着四周 身边的狗子 看见自家主人醒来 就没有继续闻着肉干 而是直接上去舔少年的脸颊 少年被狗子一舔 也是伸手去抚摸狗子道 大黄 我死了吗 汪汪汪 李荣笑呵呵地说道 你没事 活下来了 你叫什么名字 少年听见李荣的话愣了一下 旋即就是艰难抬头 看着李荣与张道有 最后才缓缓说道 我叫林浩 说完少年 就是艰难起身 恭敬给李荣张道有行礼道 多谢二位恩公相救 林浩这辈子当牛做马 定会报答恩公 李荣则是摆了摆手道 无碍 不用如此 既然没事了 老道 我先走了 张道有道的巨蟹 就没有继续说什么 因为他发现 欠李荣的事越来越多 只要李荣用得到 自然会全力以赴 李荣走出客栈 就看见一群孩子 在雪地里跑牢跑去 有的孩子还哇哇大哭 有的孩子则是安慰着 也有的孩子破口大骂 混蛋 突厥人进攻城池的时候 怎么不见你们出来 现在你们这群人 就会欺负我们这群孩子 你们会遭报应的 放开胡子 不然我跟你们拼了 李荣转过街角 就看见了小巷子里发生的画面 三四个青皮大汉 没人一手抓着一个孩子 笑的是格外的猙獰 小杂种 终于落到爷爷手里了 看爷爷怎么收拾你们 我一手的青皮大汉 发出节节的怪笑声 似乎发现了什么 好玩的玩具一般 一旁的瘦小青皮 也是跟着发出节节的怪笑声道 大哥 咱们把这群孩子发卖了吧 又是一笔可观的收入 几个青皮 听见瘦小青皮的话 也都发出节节的笑声 一瞬间 小巷子充满了青皮的 似乎忌惮的笑声 跟孩子们的怒骂声 骂吧 你们痛快地骂的 等老子发卖了 你们就知道 你们现在是多么的庆幸 老子把你们都卖了 一个都少不了 哈哈哈哈 小杂种 骂得很过瘾啊 有你们好果子吃的 就是 你们知道发卖你们之后 会干什么磨 拔掉你们的舌头 打断你们的双腿 扭断你们的胳膊 切掉你们的手掌脚掌 沿街乞讨 哈哈哈哈 你们还发不出任何的叫骂声 哈哈哈哈 李荣越听脸色越发的阴沉 不管在什么时候 都会有这样的混子流民 在大唐管他们叫青皮 李荣直接就是踩着嘎吱嘎吱的雪地声 来到了一众青皮的身后 放了他们 否则让你们也常常断手断脚的滋味 瘦小青皮听见有人不长眼 就是连忙怒骂道 那个不长眼的东西 不知道 我们碧阳城四爷在这半身耳膜 找死不成 还不等瘦小青皮回头 李荣就是一脚将瘦小青皮踢飞出去 我擦 找死 看见瘦小青皮直接飞出去的三人 脸色齐齐一变暴怒道 而其他小孩子 看见李荣一脚踢飞 他们整个人都呆愣在原地 傻傻地看着李荣 其他三人见 李荣一个公子哥 站在他们身后 还能一脚踢飞老四 警惕问道 阁下是谁 画出道来 我们是碧阳四爷 李荣嘴角勾起一抹冷笑 碧阳四爷 真的是好牛逼的名字 吓到我了 李荣二话没说 就是运用功法 砰砰砰发出三道剧烈的撞击声 其他三名青皮也纷纷撞在墙壁上 然而此刻的他们那里 知道自己惹了什么人 想要放点狠话 发现自己的身体 已经不是自己的 只能是畏惧地看着李荣 生怕这个杀神 再次对他们出手 李荣则是看也没看这群青皮 冲着孩子们笑道 跟我走吧 带你们吃点好吃的 一群孩子 当初在城头上 是看见李荣的鹦鹉熊姿的 想也没想 就是拉着伙伴 齐齐来到了李荣身边 恩公 第三百六十章 少年军 听着少年们的话 李荣不置可否地笑了笑 便是转身离去 李荣身后呼啦啦 跟着七八个少年 最大的 也不过是十三四岁的年纪 一个个跟在李荣身边 是各种殷切的叫唤 咕噜噜 直到听见他们肚子叫唤的声音 李荣才黑黑一笑 带着孩子们 来到了一家羊肉汤馆子 客官 要吃点什么 羊肉汤活迹 似乎没有看见李荣身边孩子一般 直接问向李荣 李荣让孩子们坐下 就是给羊肉汤活迹说道 每人一碗羊肉汤 还有把嬷嬷拿上 好了 客官您稍等 羊肉泡馍 这是多么令人回味的东西 碧阳城这里就在边境 这般地质偏寒 需要吃羊肉来暖身子 而这种羊肉泡馍 就是当地最为美味的一道佳肴 李荣是很久很久没吃上这东西 胡子被一群孩子推了出来 大着胆子来到了李荣身边 怯声声问道 您是那天来救我们的那个将军吗 在下面杀了好多兔绝三军的人 听着胡子的问题 所有孩子都是眼巴巴地看着李荣 似乎在阴阴期盼着李荣回答说是 李荣见状便是不可否认地点了点头道 你们那天看见了 那可是大战的地方 你们就不怕死吗 听着李荣的回答 所有孩子一下就围了上来 你就是那天那个年轻将军 好厉害 我也想像你一样 可以吗 是啊 你好厉害 我想拜您为师 以后我要学好一身本事 专门打图绝三军 嗯嗯 听着孩子们的羊肉汤的老板 匆忙从后厨跑了出来 定定地看着李荣急眼 玄疾就是笑道 将军 原来是您啊 来来来 赶紧给将军孩子们 盛一碗热汤来 活继也听见了孩子们 跟自家东家的话 连忙是殷切的段和羊肉汤 跑了出来 每一碗都是满满当当的 几乎全是羊肉 就是看不见汤 李荣见状也是一阵好笑道 店家不必如此 莫要让你们吃亏不是 说着 李荣就从身上 掏出了一个十两的银子 放在桌上 让孩子们赶紧吃羊肉汤 一群孩子们 最终还是被羊肉汤的美味所用 或直接就是 转身扑在了羊肉汤的世界中 一直等孩子们吃完 李荣也是一口 吃完手中的羊肉汤 就几块肉 其他的肉李荣全给孩子们 现在的孩子们 还是需要长身体的时候 李荣自己就是想喝口汤 原因无他就是馋嘴了 李荣离开 还是没有收回那十两银子 对于羊肉汤老板来说 这是一个感激 对于李荣来说 这本就是一个交易 没有其他的因素在里面 感激可以 钱还是要收 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果然还是曾经的那个 红旗招展的国家影响了他 放眼望去 李荣到大唐这么久 好像都是在付出 就没有当过顽固 每天一群美女小奴 并后面跟着 一来伸手 犯来张口 唯一比较值得称赞的就是 李荣置办了偌大的家业 四万人的家主 手中的产业 也是全面发展 不说富可敌国 也是日进斗金 而且还有系统 这个作弊器在 对于李荣来说 地主的日子 是越来越近 但是纹固的日子 却是跟他远远的 挥手道别 唉 我那该死的纹固生活 就就这样离我远去了 李荣轻叹的同时 生活一群孩子 一直跟着李荣 李荣不用多打听 就知道这群孩子的状况 都是一群锅 也都是战死的亲属 这群孩子 都会得到国家的资助 但李荣既然看见了 那就带着吧 反正一群孩子而已 放在安平村 都打不出一个水花来 只能是跟着安平村的 生活节奏 一直生活下去 练就一身武艺 再出来带兵打仗 李荣就在此刻 也是似乎意识到 这个时候的孤儿 都收拢起来的话 组建一只少年军 必然会是一场 别样的画面 想到这里 李荣就带着一群孩子 在碧阳城的街道上 浩浩荡荡地购买衣物 每个孩子 都换成了崭新的衣服 每个孩子 都看见了童真的表情 开心的笑容 却只能停留一会儿一段时间 却无法一直保存下去 要是有个照相机就好了 留下这多么美好的一幕 李荣看着孩子们 一个个穿戴整齐 就给成衣店掌柜付了银子 带着一群孩子 离开了此地 恩公 恩公 咱们这是要去哪里啊 胡子是里面最大的 自从胡子问话之后 才发现这个恩公 好像很好说话的样子 玄机就是屁颠屁颠地追问起来 李荣笑道 你们不是要跟着我学习魔 从见他开始 你们就是我弟子了 我会好好教导你们 让你们拥有远大的眼界 超越凡人的思想 看见这个世界的本质 更是让你们报仇血恨 你们想不想学啊 想 一道齐声回答 让李荣颇为满意 带着这群小孩子离开 这条街道上的许许多多的老兵 都悄悄地探出了脑袋 看着李荣带着这群孩子 每个人眼中都是充满了欣喜 也是充满了欣慰 这群孩子好命啊 遇见了李线子大人 可不是 咱们这条街都是老兵 战死的战死 残缺的残缺 孩子们也一直倔强地 不收任何长辈的帮助 说要靠自己 要不是知道 碧阳四爷不敢乱来 也不会看孩子们受苦了 哎 你这话说的 如果不是出现这么一出 孩子们也不会遇见 李线子大人啊 那可是神仙一般的人物 那天看见没有 一群人就在李线子手中的掌心雷 全是电流 还直接考教了敌人 奶奶的 看了就得劲儿 哈哈 说的也是 李线子那天真的 是把俺们这群老兵看傻了 那么多人围攻 李线子居然还安然无恙 说他是神仙都不为过 神戒啊 现在好 后生们跟着李线子 定然会有一个 良好的未来发展 咱们这群老骨头 也不用再担忧孩子们了 好啊 总算能给死去的兄弟们 一个交代了 是啊 希望他们能够撑起来 打败这些敌人 第361章 床上有个人 李荣带着一群孩子 回到郭建军府邸的时候 郭飞也才办公下班回家 在进门的时候 二人交谈之后 郭飞对李荣的举动 甚是佩服 但是得知李荣有意组建少年军 他便是好奇问道 贤弟这是打算组建少年军队 李荣让郭飞安排孩子们的住处 将军府还是比较大的 对于郭飞来说 不是难事 李荣与郭飞便是一起来到大厅 程咬金跟李继二人 都出去安排军务了 大厅之内 就剩下李荣跟郭飞二人 李荣笑道 有这个想法 就是有点不成熟 郭大哥帮忙参详一二 郭飞笑道 贤弟这真可知道 逐建少年军 需要多少赢钱多少精力摩 这件事 维兄觉得 还是向陛下禀报 让陛下安排为好 李荣一听就知道郭飞话中的意思 这是告诉李荣 组建军队是陛下说了算 你组建军队 就会有杀头的嫌疑 好吧 郭飞是个正直的人 李荣自然是知道 要跟陛下说 但是现在时间不等人 他现在学院之中 也有不少少年子弟 更多的就是勋贵世家的子弟 他们现在是跟着太子在学院就学 每天都是锻炼身体 练习各种武器 年轻一辈 不跟上科技的速度 那么大唐真要大战的时候 就会遇见将材凋零的情况出现 尤其是在武器的运用上 李荣迫切地想要让所有大唐士兵 都会熟练地运用武器 这是一个热武器到来的时代 日后的大规模高科技武器 投入战场 就会扭转局势 甚至是灭国的可能都会出现 如果少年人还不知道熟练运用热武器 那么 还是当初那般的冷兵器时代的话 以多打少 就是个传说中的事情 传说毕竟是传说 李荣想要实现争霸全球 就要让所有大唐子弟都会热武器 到时候 在战场上才会少死亡 郭大哥可能不知道 我在安平村 就已经办了一个军事学院 就连太子殿下跟诸位皇子 都在军事学院就学 朝廷勋贵子弟也是如此 郭大哥子弟火药魔 李荣反问道 郭飞文言满脸的不可置信 想不到李荣 已经偷偷把军事学院都开起来了 一听这个名字 就知道是五人军队的学校 应该跟历史上的演武堂一样 贤弟啊 朝堂诸公没有说什么吗 郭飞对于李荣的这个消息 是十分的诧异 他居然没收到消息 只是郭飞并不知道 这是李世民 可以掩盖可消息的传出长安 也就长安跟洛阳两个地方周边的知道 其他的地方 全部都掩盖了下去 范围都是控制在可控制的范围 所有知道的人 基本上都是朝堂的勋贵 因为他们知道 李荣弄出这个学校的原因是什么 而他们 也跟李世民合伙 把消息按了下去 对于李世民看中的东西 他们心里都十分的清楚 这是一个契机 也是一个一飞冲天的机会 把握住了这个计划 那么他们 全部都是天子门生 未来还是一方将军 更是有爵位风气印子 郭大哥应该知道 火药是小弟弄出来的 而小弟也是大梦千年之人 在军队这方面 小弟是看见了武器跟少年军队 对国家的重要性 火药的开发 还不止是如此 小弟蹭见过一把先进的碎发枪 就能百里之外取敌将手机 还有火药的威力 提升到了一个境界 一颗就能毁掉一个城池 而且是无疑幸免 倘若火药真的研究到了这样的一步 那么大唐的敌人 就不再是敌人而是努力 他们会在大唐的 晃晃威严之下颤抖 因为大唐 拥有他们都没有的东西 这就是战警先机 有了这种先进的火药武器 郭大哥觉得 日后跟大唐作对的人 会是什么下场 大唐并不是是杀的大唐 大唐需要的 是所有国家的臣服 直到当初的万国来朝的画面出现 这就是小弟的心愿 嘿嘿 到时候 小弟也能混一个异国的君主当当 岂不美哉 李荣笑嘻嘻地说着 国飞听着 也是十分的向往 到时候 如果自己掌管一个国家 会是什么画面 但想想之后 国飞又是轻咬脑袋道 维兄知道贤弟大财 但是这种火药 真的会有吗 自然是会有的 原子弹了解一下 只是李荣不会告诉国飞 这种东西会在千年之后出现 而且是在一个国家的脊梁骨 被打断之后 重新爆发的急 命先辈 不眠不休刻苦钻研 才研发出来的东西 这样的东西出现的时候 引爆的时候 当时是红了多少人的眼 看哭了多少先辈 终于一个国家在那个时候 是彻底地站了起来 从此再也不拘任何国家 咱们研究出来 不是残暴 是自保 更是震慑 在你想要欺负我们的时候 也掂量掂量自己的精良 让所有国家都知道 这是一个自强不息的国家 一个拥有着汉家狼灵魂的国家 贤弟 贤弟 李荣一下子 就陷入了当初学习课文的时候 心里怀中是怎样的心念 了解先辈的不容易 啊 哦 抱歉 郭大哥 小弟一时间居然是设神 郭大哥放心吧 小弟心里有数的 少年军小弟会想办法逐建起来了 李荣连忙给郭飞说道 郭飞见李荣 一副自信满满的样子 张了张嘴 也就没有再说什么 毕竟李荣要做的事情 必须要过陛下这一关 如果陛下不同意 那么李荣再怎么折腾也没办法 如果李荣真的组建了少年军 那么郭飞也想安排几个亲戚的孩子进去 郭家想做连个子四都没有 一会儿回去 还要努力努力 争取让夫人生的大胖小子出来 郭飞起身跟李荣化别 李荣也是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之中 就在李荣躺在被窝的时候 却发现一道幽香传来 李荣连忙回头看去 发现何常事不知道什么时候 躺在李荣的被窝里 眨巴着大眼睛看着李荣 李荣蹭得从床上跳下床 看着何常事问道 你怎么进来了 何常事悠悠道 家主 能不能抱抱奴 奴想家了 李荣文言也是一愣 这他喵的什么跟什么呀 我这里哪里有你家啊 第362章 想陈三娘 何常事勾引失败 李荣将何常事丢了出去 心里也是一阵好笑 自从陈三娘失败之后 暗影小队的人都会这样勾引自己 转念一想 李荣也好几个月没见过陈三娘了 真是有点想她了 李荣在房间之中躺下 整个身心都投入进去 在系统之中 找到当初保存的陈三娘的时间之种 看着陈三娘静静地躺在时间之种中 还是那个模样 没有一点改变 现在李荣会炼制丹药 不知道什么丹药能够就回答 李荣再一次转进了系统之中 开始海量地学习丹药丹方 他迫切地想要找到 可以救治陈三娘的丹方 同时也在学习各种医学药理 在后世看来 陈三娘的情况 应该是属于植物人的趋势 时间之种 只是保存的当时的时间段 不让陈三娘身体流失更多的生命力 而现在就是 先要给陈三娘补充气血 在补充气血的同时 还要恢复陈三娘的伤势 伤势一旦恢复 那么醒来 都是迟早的事情 当初是没那个本事恢复 现在有了 陈三娘的治疗 跟上进度 打定了注意的李荣 在系统之中 开始寻找丹药 恢复身体机能 并且恢复身体内伤外伤的丹药 这种丹药很难找 李荣是在系统里面翻了又翻 李荣是在系统之中一个个找 一个个看资料 在里面还真的找到一种丹药 这种丹药叫 负灵丹 主要就是治疗内伤外伤 恢复一定的生命气血 有了这个丹药 李荣就算是安心得了不少 就是价格有点贵 50万的积分 为此 李荣是十分的恼火 积分不够了 怎么办 接任务呗 李荣在系统里面找到任务栏 接任务 第一 任务 在24小时内 做俯卧撑1万次 奖励积分100点 任务 寻找闭眼青青蛇 奖励积分3000点 任务 在田里干活50小时 奖励积分500点 任务 一水的任务 李荣瞬间就无语了 都是一些什么鬼任务 找一条蛇 怎么找 就知道一个名字 连个照片都没有 没有照片 您老爷给个画像啊 就说一个名字 闭眼青青蛇 谁知道这蛇长什么呀 李荣忍不住吐槽系统 不过李荣也是醉了 系统好像从来 就没有限制性的发展 李荣想要什么 就会出现什么 李荣想要学习武术 就会出现武术 李荣想要科技武器 就会出现科技武器 难道系统 还会随着李荣的心意 随意增加东西魔 就好像自己曾经 也想过炼丹一样 现在也会炼丹 一想到了这里 李荣还是忍不住 打了个寒战 还真的是越想越寒战 到最后 李荣隐隐 还有些兴奋 毕竟系统 是随着他的心意 来增加东西的 不管是那方面 都是李荣所需要的东西 李荣又在系统里面 找了好久 才找到一个任务 任务就是让李荣 炼制一枚三色丹 分别是红色气血 蓝色毒药 与黄色中和 还要充分地 不让三种颜色的药效 发生冲突 并且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成为三色丹 奖励积分六千积分 这个积分 已经是十分地高了 炼制的方法 也李荣也看明白了 就是三种颜色的丹药 他还真的是头一次遇见 想着三色丹的丹方 李荣就是沉沉地睡了过去 第二天一早 李荣感觉自己身体很胀 尤其是小李荣 仿佛被什么人抓着一般 随着李荣悠悠醒来 就发现 何尝是这个女人 居然真的抓着小李荣 一脸痴迷地看着自己 李荣连忙推开何尝是 让自己的火气降下来 何尝是被李荣一推 满脸的忧怨 但是这也都习惯了 李荣每次都是如此 暗影的姐妹们 早就领教过了 所有现在的情况 也不算太坏 最起码何尝是抓过小李荣的 这样回去 何尝是也能在姐妹们面前 好好地吹上一把 谁像他这样 直接就上手 还是撑着家主睡觉的时候 偷袭 家主 早饭已经准备好了 起来吃吧 何尝是丝毫没有感觉到意外 而是淡淡笑道 李荣也是无奈 大早上被撩拨 这何尝是真的是 算了 他们就是一群可恶的女人 李荣只能是狠狠地暗骂 谁让他们都是自己看好的女人 每个女人都是十分有性格的 甚至是刁钻得很 嗯 有什么消息没有 李荣起来的时候 发现小弟还是战意凛然 就是觉得好笑 这个时候 你牛皮给谁看啊 李荣无奈轻叹 何尝是见状 也一阵娇笑 探出小脑袋 不怀好意地问道 家主 要不要奴家给您松松骨 还不是因为你 大早上的 都敢摸到我房间 我的床还是摸 声音就是一顿 何尝是的眼睛 都快眯成月牙状 这是明显的的了 便宜还卖乖 何尝是嘻嘻一笑 难得露出小女人的姿态道 家主 要不让奴家给您吃一口 吃一口 小样的 你这是在作死的边缘 疯狂地摩擦啊 李荣抬眼看了何尝是一眼 发现何尝是樱桃小嘴微张 十分诱 获得舔了舔嘴唇 一副任君采摘的模样 真的是快让李荣气死了 这个时候还这样勾引 实在是过分得很 但是说时候 确实是十分的诱 获美 燕 这就是女人骚起来的样子魔 果然不是一般男人能够承受得住 最起码 李荣是承受不住这样的诱 或 李荣一巴掌 将何尝是这副诱 或得嘴脸扇进被子里 自己则是起身穿衣服 因为肚子已经跟自己抗议了 现在就是要吃饭 没有什么比吃饭更加有说服力了 再有下次 我一定会让你好看的 何尝是 说着 李荣就穿戴整齐 离开房间 房间何尝是会收拾好的 这点是无庸置疑的 自从这群人跟着李荣之后 但凡教授给他们的事情都在认真地学习 只要学习了这些本事 那就谁也不用怕 也饿不死自己 而何尝是等人 却是觉得 这是李荣的恩赐 内心却是自发地对李荣深怀感激 只是李荣并不知道 自己一句话 甚至能决定他们的生死 第363章 开智 就在李荣吃饭完之后 程咬金让他过去找他 李荣来大厅的时候 程咬金李济 跟郭飞三人已经都在 李荣来了之后 众人相互见李 程咬金就直接开口道 如此下去不是好办法 前面还有几座城池 被突厥三军控制 现在咱们该怎么办 得了 直接把问题抛出来了 可是程咬金 你好歹也是大将 大将不想怎么解决问题 李荣看了看李荣 又看了看郭飞 张了张嘴 又闭上 郭飞是碧阳城的守将 自然会守护秘阳城 如果出兵 去找突厥三军救援 那么就有点困难 碧阳城经历一战 实在是没什么人 虽然招募了一些兵族 现在就要杀上战场 那压根就是不可能的 去了也就是送死的结果 为此 郭飞目光又看向李荣 李荣带来了本村的人马 一共是一万人 武器装备都是最好的 甚至是已经超越了 这个世界最新的武器装备 所有郭飞看向李荣 李荣也是一点的无奈 安平村的人马 就在回来的路上 这个时候追击 不是很好啊 李荣悠悠地叹了口气 这个时候追击 谁知道突厥三军 有没有埋伏他们 他们撤得如此痛快 想要做点手脚 难道还会不成魔 众人见李荣都如此说了 也就不再说什么 程耀金跟李济 则是看向李荣问道 李荣 听说你要弄个什么少年诀 二人看似闲扯地问出来 李荣也是心里了然 都是不放心的主 是啊 程伯伯李伯伯 这是小职的一点私心 把战场上的孤儿 全部集结起来 统一培养 下一代的将军 就是从这群人中出来 接受培养 让他们的脑子只有中军报国 让他们只能为大唐而战 让他们遇见生死危机 绝不会背叛大唐 只要从小培养他们这样的理念 未来他们将会是 大唐各地的街市的守护者 跟进攻者 另外 学院那边 也要把这群孩子接收过去 一切都是由学院出资养育他们 让他们安心地成长到18岁 就放他们出去 成为大唐新的将军 难道伯伯们没发现 大唐的武将二代 能打得没几个吗 李荣 看向程咬金的李济 二人早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就是没办法说 这件事情大唐人都知道 但是下一代没出息能怎么办 交也交不会 最好送到李荣哪里 一个个的全都老实了 的 你既然有想法 那就好好教他们 别让他们都傻傻的 什么也不知道 程咬金跟李济 也不愿意多在这件事情纠缠 跟李荣了解情况 就果断转移话题 不会再关注这件事情 这就让李荣很是意外 难道这群老家伙 对自己这么放心 就不知道追问一下我 但转念一想 郭飞跟二老师说了什么 因此才没有这般 索性也没什么事 李荣就跟三位告辞 他就去找另一个小院的孩子们 胡子 李荣哥哥好厉害啊 那是 那天咱们 在城头上可是都看见了 李荣哥哥 刷刷刷 就那么几道 杀得突厥三军的人 都不敢进身 嗯嗯 好厉害 我也想成为李荣哥哥那样的人 哼 就你 没事把你的鼻涕擦干净了再说 你怎么瞧不起人呢 我长大以后就不会流鼻涕了 谁欺负你了 鼻涕虫 你从小就这样 长大了 谁还不知道你会什么样 顺子 我真想打死你 天气这么冷 流鼻涕不正常磨 鼻涕鬼 你当我们都是傻子磨 一年四季就没见你停过 好吧 就是没停过 气死你们 以后你们的衣服 都会被我用鼻涕沾上 滚滚滚 鼻涕鬼 你太恶心了 哈哈哈哈 李荣进门 就听见这群孩子 坐在一起聊天嬉闹 看着这群孩子 肆无忌惮地打闹模样 也让李荣颇为欢喜 毕竟是自己救下的人 每个人都拥有 活下去的机会 胡子还是眼尖的 看见李荣来了 就连忙上前 叫喊道 李荣哥哥你来了 李荣给众人一个微笑 就是坐在众人之中 此刻雪已经停了 太阳也是高高挂起 孩子们都在门口晒太阳 李荣也跟着他们一起晒太阳 在晒太阳的同时 李荣也问出了自己 十分想问的问题 你们杀了突厥三军的人 为什么不见你们领赏赐啊 就算父辈都战死了 你们也是腹兵的身份啊 胡子则是众人之中 比较清晰的一个 想了想就说道 其实我们并不是腹兵 我们都是流民 都是家中田产被人夺了之后 流浪到了这个地方 而我们的父辈 都是跟腹兵边军一起杀敌的 我们这群小子 就没有那个资格领赏了 李荣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便是继续问道 那你们对这次的突厥三军的突然发难 有什么看法没有 随着李荣这个话题一出 孩子们就纷纷陷入了沉思 每个人都在猝眉 似乎从前到现在 就没天人告诉过他们 卫视魔突厥人 胡人 枪人 以及各种敌人 会来对付大唐 郭飞成咬经里记三人 一路跟着李荣 来到孩子们的门口 听见了李荣跟孩子们的聊天 三人相识一眼 久久无言 他们那么小的时候 哪里知道要干什么 这李荣是在给孩子们开智 让他们学会思考问题 随后告诉他们 答案甚至是让他们自己误出答案 那么这群孩子就开智 一旦开智 学习东西就是十分的快速 这群孩子 也就会在李荣的手底下成长下去 只要李荣把这群孩子们交合格了 那么大唐的边疆 将军就拥有不会缺 到那个时候 随便提拔一个 上去就是拥有将军的能力 一想到这里 三人的呼吸 都忍不住略微地颤抖几分 如果真到了那个时候 大唐的将军就满地走 揭示军事能力 将会是周边国家之中最强的一个 吊打外国人 岂不是手到擒来 但此刻三人 还是压抑了这样的冲动 仔细听李荣的话 你们就带着这个问题想上一想 想想咱们大唐 为什么总是会被这群人打 他们这么可恶 为什么就杀不干净呢 第364章 问答 随着李荣的问题出现 一群孩子纷纷都开始苦思冥想起来 对于这个问题 在没用 遇见了李荣之前 他们是一辈子也不可能去思考的 但是现在遇见了 李荣提问了 他们才会后知后觉的地 思考起开这种问题 程耀金要张嘴 李济连忙阻止了 而是小声嘀咕道 李荣这个问题太深了 郭飞则是轻咬脑袋道 不一定 这群孩子都是好样的 他们的父亲 也都为他们做出了好的榜样 我觉得 他们也会思考这些问题 就是想的不多 程耀金也忍不住问声问气说道 这群孩子还太小 他们还考虑不到更深一层的问题 看吧 这群孩子一定回答不出来 正是如此 郭飞跟李济二人都同样认同道 李荣看着这群苦思冥想的孩子 就是安静地看着他们想 其中一个年纪七八岁的少年 想起了什么 怯生生地看向李荣 李荣健壮 就是从怀里掏出一把糖果 这些糖果还都是奶糖 这是李荣准备奖励给孩子们的 李荣掏出糖果 认真地看向少年道 我手里的糖果 就是奖励你们的 只要你们回答了 不管对错 而且是经过思考的回答 都会得到奖励 如果没有思考 那么就没有奖励 原本看见李荣掏出糖果的孩子们 都纷纷眼睛一亮 又听见李荣话就没有再说了 而是更加苦思冥想起来 那少年听见李荣的话 却没有继续思考 而是看着李荣 李荣转儿就是给他一个微笑道 你想清楚了就说说看 说对了我还有额外的奖励 不要觉得自己说错了 只要是你思考过的 就是你自己的东西 是你的看法 至于正确与否并不重要 少年文言便是一喜 李荣哥哥 我觉得他们一定是没有吃的了 不然也不会来进攻大糖 李荣文言脸上的微笑 却是更加浓郁淡淡道 能说说看魔 少年文言眉头紧簇 过了好一会儿 还是没有思考到答案 而是轻轻摇头 李荣给少年塞了五颗奶糖 抚摸着少年的脑袋道 不错 你是思考了 这五颗糖是给你的奖励 少年健壮 眼睛都快了成花来 略微有黑脏的手 在身上反复蹭了蹭 才从李荣手中接过奶糖 这奶糖 似乎是这辈子最珍贵的东西一般 确实没错 奶糖这种级别的糖果 在这个时代 几乎是没有的 见得最多的 就是麦芽糖 红糖等 奶糖是天堂一般的食物 少年连忙拨开手中的奶糖 放入口中的瞬间 奶糖的浓郁香味 在嘴巴里流连忘返 少年呆愣在原地 满脸的幸福 让其他小伙伴们 看了心里直脑痒痒 李荣没有继续说什么 而是看着其他人 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很快 胡子爷想明白了 便是说道 其实突厥三军 乃至于草原 他们每年都会打草谷 劫掠一番 主要还是因为 大糖的边防能力不够强 如果是一个更加强大的国家 周边的人物 都会被轻搅干净 李荣颇为满意地点了点头 这种观念是换了一个思路 随着李荣的话音渐落 其他小孩子 也是纷纷说出了自己的观点 对于突厥三军 乃至大糖全部的外国人 胡子表现的 也是比较直接 不服就是干 李荣哥哥 突厥三军每次来打草谷 都是对大糖一种伤害 更是对大糖百姓的一种伤害 而百姓是无辜的 但是突厥三军 以及其他种族的国家 都是一批批草原的狼 他们也会饿 他们也会杀死抓走大糖子民 这是他们生活的习惯 胡子说完便是静静地看着李荣 似乎想要从李荣这里 得到正确的答案 而在胡子说完之后 鼻涕娃也是擦了擦鼻子 冲着李荣说道 这些草原部落 他们是饿了 而且 他们还不生产 每次都会来大糖 抢掠东西跟人口 鼻涕娃说完 其他孩子也跟着说了出来 每个孩子的见解有相同 也有不同 李荣每次见一个孩子 回答完就是满意的亲点脑袋 更是笑眯眯地看着孩子们 将糖果给每个孩子都分了一下 糖果给了孩子们分了之后 李荣才缓缓笑道 你们说的都不错 他们都是饿了 如果他们能够吃饱了 你们觉得 突厥他们这种种族 还会杀来吗 孩子们在拿到糖果的时候 都纷纷将糖果放进了最中 然后就是露出一抹惬意的享受 然而糖果的味道太好 他们都纷纷将美味的糖果 藏进了自己的怀里 在放进怀中之后 孩子们还忍不住轻拍着胸口两下 似乎在感觉糖果所在的位置 而随着李荣的第二个问题问出来 孩子们再一次陷入了沉思 李荣依旧是晒着太阳 懒洋洋地看着孩子们陷入思考之中 李荣要培养这群孩子们 就是要让他们有自己的思考能力 不管对错 先动脑子才是正确的 一旦他们习惯性地思考问题之后 经过交流 他们才会发现更多的 有价值的问题以及有趣的事情 李荣看着孩子们认真思考起来 自己则是拨开奶糖塞进了嘴里 而此刻孩子们身后的程咬金三人 也纷纷探出脑袋 李荣见状就给三人纷纷丢了三颗奶糖 示意三人吃奶糖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程咬金丝毫没有形象地吃了起来 在吃下奶糖之后 居然又跟李荣招手要了几颗 李荣无奈一笑 这程咬金 你怎还是老小孩呢 糖果也吃得这般有味道 李荣又是丢了几颗奶糖过去 就没有理会 这程咬金三人 只是程咬金三人 也是被这群孩子的思维给震惊了 原本以为他们还想不到那些官巧 但是发现 他们还是想到了极点 首先就是 突厥以及那些入侵大唐的人 都是没了粮食了 才会来大唐劫略 而他们的劫略 也都是伴随着杀戮而来 孩子们分析的也不错 虽然都是片面的 但也都分析到了 也动了脑子了 这是他们这些人比较欣慰的 如果按照他们的这个年纪 找他们熏贵子弟的孩子 估计还没想到那个时候 都是混迹之后 才会慢慢接触 为此三人都是齐齐一探 降门的需要人来继承了 第365章 盛世千年 李荣在跟孩子们交流期间 任务在外的安平村 一万金兵 已经回到了碧阳城 一名清兵从外面跑了进来 在郭飞的耳边 语了几句 郭飞脸色就是一喜 对着李荣说道 贤弟 安平村的兄弟们回来了 而且还带了敌军三千首级 程耀金跟李济文言也是一喜 三千首级 这是埋伏成功了 李荣文言也是笑笑 三千首级是肯定的 他手下那么多装备 怎么可能连一个敌人都留不下 不过李荣还是觉得三千太少了 怎么说 也得一两万首级才好 那样直接驻金关 说到驻金关就要提起古代战场 战场之上总会让人不寒而栗 因为他们没有先进的武器 所以常常要靠肉体厮杀 一场大型的战役过后 战场上往往是尸横遍野 血流成河 那么 面对着无数的尸体 士兵们又会怎样处理 古代战争通过驻金关 来达到聚集敌军尸体 所谓金关 就是将敌军尸体堆积成 类似于金字塔一样的坟种 是古代帝王 用来震慑敌军的一种重要手段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 驻金关已经出现了 他最早出现于楚国 和靖国交战之时 靖国大败 楚国为了彰显国力 所以 铸造了金关来容纳敌军尸体 并且靖国人还被驻过几次金关 金关虽然早在春秋时期就出现了 但他并没有得到禁止 反而被应用得越加厉害 古代金关的出现 往往都伴随着战争 在隋朝时期 隋阳帝曾经对高丽 进行过三次大型的争讨 但皆以失败告终 而随之而来的就是莫大的耻辱 因为高丽人将隋军的尸体 铸成金关来炫耀武力 隋朝灭亡后 唐太宗多次征讨高丽 并且将高丽士兵的尸体 铸成巨大的金关一尺潜辱 历史上最大的金关 是黄辅松为了镇压黄金起义 用十万敌军人头所铸成的 此座金关成功地 让黄辅松拥有了大屠夫的称号 据记载 历史上关于金关的铸造次数 高达七十余次 铸造这些金关所用的尸体 超过三十余万 另外还有一部分是没有被记载的 从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出 金关的作用 主要是为了聚集敌军尸体 以达到彰显武力 炫耀国威的目的 这种做法 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能够震慑敌人 但其泯灭人性的做法 确实让人不寒而栗 而李荣 就是想用铸金关的方式 震慑外敌 并不是李荣心肠狠辣 而是有些时候 不能让自己所谓的人词去掌控 所谓词不掌兵就是如此 哦 回来了 走吧 咱们也去看看新来的手机 李荣起身 就跟郭飞三人说道 程耀金撇了撇嘴道 这有什么可看的 不就是一群突厥狗 李荣则是恭敬给程耀金行礼道 程伯伯 咱们先把所有敌人手机收集起来 看看有多少个手机 李继好奇问道 你问手机干嘛用 郭飞也是同样好奇地看向李荣 郭飞也是十分好奇 到底要干什么 李荣黑黑一笑道 我想祝金关 咱们大唐要震慑外敌 就从祝金关开始 目前咱们大唐国力虽然强盛 但是还是需要生力军才是 咱们对外用兵不会少 所以从现在开始 咱们大唐就要铸造一个 当兵保家卫国的想法 把这种想法 灌入大唐的百姓脑海之中 历史上的兵族待遇一直都不好 陛下也让小侄尝试母兵制 咱们可以试着从碧阳城开始 碧阳城是遭了战火 这里的人失去了许多家人 咱们要用这种仇恨去引导百姓 灌输保家卫国的心念 而从建立他们的心念开始 就是要驻金关 既能震慑敌人 也能振奋大唐百姓的心 百姓的心念 从报仇血恨转到保家卫国的时候 那么咱们大唐的百姓 就会纷纷以参军为荣 日后募兵制完善之后 大唐就会有源源不断的生力军 不知伯伯觉得哲儿说的如何 李荣再次给程咬金 礼计行礼 郭妃脸色浮现一抹潮红 而这种潮红 并不是在床上的那种舒服 而是身心都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愉悦 贤弟 陛下还有 让你主办募兵制吗 这辅兵日后 是不是就会被募兵制所替代 贤弟你是不知 碧阳城的辅兵战力孱弱 你们不来 碧阳城早就守不住 李荣当然知道 辅兵的弊端所在 只是现在在大唐李世民还在的情况下 辅兵的弊端不会太多 但是李世民死后 那么弊端也就渐渐地浮现 郭大哥 辅兵孱弱也并非不可锻炼 他们的身体差 本来就是又重的又当兵的 吃的还自己负责 除了打仗的时候 他们想吃好的也舍不得 看似完美的政策 其实就是弊端 为此 募兵制是势在必行 而且我也想在陛下壮年之时 多为陛下缔造一支战无不胜的强军 我想让大唐的龙旗挂在每个国家 让他们成为大唐的附属帝国 咱们大唐的土地 日后也会不够用 人口也会增加 所以啊 在咱们还有能力的时候 日后败家的时候也能多撑一些岁月 就在李荣说完之后 承咬经理计二人就是肖骂道 你这臭小子 净说胡话 咱们后代都是败家子吗 但一问完 二人就想起了李荣的身份 他是大梦千年之人 难道他知道了大唐会败落 是了 千年 李荣一定是看见了大唐国破家亡了 二人脸色瞬间就白了几分 想不到大唐也会成为历史的尘埃吗 郭飞文言脸色也是一变 他们辛辛苦苦守护的大唐会败落 贤弟 郭大哥跟你干了 不管怎么样 只要是为了大唐子民 郭大哥都愿意干 哪怕是被陛下责备 李荣文言就是一笑这个郭飞海 真是实心眼的人 郭大哥放心 不会让你被陛下责罚 咱们做的都是为了让大唐更加强盛 最起码也要强盛千年才好 李荣勾起嘴角 好像看到了后世的科技发展那般 哈哈 好 李荣 伯伯就爱听你说这话 千年大唐 很好 你说怎么做俺老成 就要为陛下好好弄一个盛世千年的大唐 第366章 他真那么厉害 李荣心里是十分的清楚 此刻的五妹娘已经是四岁了 她一直故意强调所有人 女帝并未出世 也是要错误的让所有人以为 女帝的年纪是在贞观二年之后 至于为什么这模样做 还不是因为 李荣通过自己的渠道 已经得知了五妹娘的样貌 这小子妮子果然从小就是有倾城倾国之姿 而搜集情报的何尝是 昨天还要跟自己滚床单 想想李荣就有点无语 千年盛世大唐啊 这是李荣要做的 也是要让所有人知道的事情 这是李荣决心 也是李荣的为之奋斗的一切目标 确定了目标之后 李荣就在为确定一切目标而努力 陈伯伯 李伯伯 郭大哥 小智还有事情 就先行告退了 李荣公尽给众人行礼 而行礼的同时 李荣还不忘告罪一番 三人目送着李荣离开 程耀金满眼都是小猩猩 这次一定要将闺女嫁给李荣 郭飞也是目光深邃地看向李荣 此子将来定会不凡啊 此刻的李荣所表现的见识见底 都是独到的 在朝廷为官就是如此 一定要做好本分 但是这小子就不是一个本分的主 直接就是让安平村杀敌 如果不是秦琼将军做宝 这小子不知道怎么死的 陛下雄才伟略 虽然是个大方的 但也不会让一个小子这么折腾 只是朝臣却无人表示出来 这一点就值得所有人玩味 每个人都在看着李荣 但却没人告诉李荣 就算是越界了也没人说 李荣自己也不曾发现 李世民就是这样看着李荣 在他的手心里玩耍 却怎么也逃不出他的手掌心 唉 也不知道李荣是怎么想的 郭飞嘟囔了一句 然而李继则是笑眯眯道 郭贤直 是否觉得陛下此举过分了 郭飞哪里敢说陛下的不是 连忙摇头道 为臣者怎么可能议论君上 君是君臣是臣 不可议论 李继则是黑黑一笑道 想不想知道陛下为何如此 程耀金连忙就是转过头 这其中最想知道的就是程耀金了 他虽然有些小聪明 但是绝不会知道李世民是怎么想的 为此他私底下还问过李世民几次 可是李世民就是不告诉他 让自己想 啥时候想明白了 那么他们成家其他几个小子婚事 李世民包了 程耀金原本还欢天喜地地 跟李世民要保证 李世民保证之后 程耀金说的每一个答案都是错的 最为李世民还是告诉程耀金 啥时候想到了答案 派人告诉他 只要答对了 他那几个小子的亲事包了 就连他们的仕途也是一辈子不用愁 只要他们不会放下什么大的过错 基本就是给他老程家留下了面子 李世民说慷慨 程耀金却是急得 最后还嘴巴上活好几天 就是没想到陛下这么的意义何在 李继见程耀金这般 心里更是好笑 毕竟这小子当初跟陛下说的事情他都知道 而且还是知道十分的清楚 所有今天也是故意拿出来说道 就是想看 看成老匹夫到底是什么着急上火的 牛鼻子 你快告诉我 到底是因为啥 陛下这么做 到底是为了什么 程耀金是一脸的焦急 但是如果是放在别人眼中 就会是另外一副嘴脸 混是魔王程耀金 虚发面张一双同龄般大小的眼珠子 是死死地盯着李继 似乎是要从李继的眼中得知更多的消息 嘿嘿 程老匹夫 不用这么盯着我 你再想想 一定就会想到了 其实你每次跟陛下说的都十分地接近答案了 你再好好想想 李继充满细惑的目光盯着程耀金 而郭飞就被这两位师伯说得有点发懵 什么跟什么呀 大佬说话都是这样的吗 完全听不懂啊 不是说现在就给题目画下重点 后面就是必考题目 而是完全不知出题的跟正确答案给的对不对啊 郭飞一脸受伤地回去了 因为李继又开始用智商吊打程耀金 这二位果然是老小孩 一个喜欢出题 一个又喜欢答题 答得不对 还会揍人 反正抓就是就打 不管你是谁 郭飞有点无语 这就是大唐的将军魔 大唐的国公吗 只是郭飞并不知道他的父亲郭义是十分清楚的 大唐的将军 就每一个他娘的是正常人 全是一群土匪 因为郭义当年就是围剿过这群土匪 只是万万想不到 现在都是一个碗里吃饭的兄弟了 郭飞离去之后 就回到房间里 拆开父亲来的书信 看完之后就明白 父亲对这个李绒也十分地看好 尤其是李绒当初说的少年军 而少年军郭义是相当地看好 毕竟一代大将都是从小培养 而这群人从小就开始培养 日后在战场上 都是会是一名合格的将领 尤其是得知了 李绒已经在展开了教育之后 郭义对李绒是更加的推崇被制 文人都是有四书五经论语孟子的 教他们考科举 但是五人就单一的多了 就是靠着一身的蛮力 在战场上厮杀 丝毫没有什么值得努力的地方 但是李绒的想法说出来 就让郭义十分地看好 毕竟这是一个强军之策 甚至是延续到千秋万代 李绒所建造的学院 也是一定会一直存在 毕竟一个普通的士兵 只能是靠蛮力 但是这个士兵学会了 各种兵书兵法学以致用的话 那么 这个士兵就可以瞬间秒变将军 甚至是指挥战斗的那种 他们现在 目前缺的是什么 缺的就是这种 能够带他们一路前进的人 李绒是打探所有少年军人的引路灯 李绒已经给他们照亮了方向 下面就让他们自己去走才对 郭飞看完郭义写的书信 整个人都是呆愣愣地坐在那里 毕竟这是自己父亲写的 里面的内容也让郭飞十分地震惊 想不到自己的父亲 是如此地看重李绒 从信件之中的话语就能感受到 郭义对李绒的看重 并非是那种对自己的看重 对李绒的看重 反而更像是希望李绒说的 都会一一试试一般 他真的有那么厉害吗 第367章 军队归来整理信息 李绒回去的时候 牧原 月鹏雄 刘大彪 老猫 二狗子 张佐等人都在小院子 等着李绒几个人 还说说笑笑的烤肉 都已经架起来了 何常事就站在一边伺候他们 同样都是军人 何常事虽然在他们面前出现次数不多 但每个人都知道 何常事的身份 那是暗影 只是大家都默契地闭上嘴巴 因为谁都清楚 暗影就是见不得光的部门 不管在哪里都是 他们彼此 装成不认识为好 李绒回来的时候 众人嬉笑打闹地在一起吃饭 就和常事在安静地烤着食物 不管是谁 叫他做他都不会说个不字 这就是暗影的素质所在 在暗影之中听说 男人是十分稀少的 这个部门当初提出来的时候 就已经是为了 在信息上的畅通 现在安平村的消息 虽然不能遍布大唐 但也能在大唐之中 掌握更多的消息来源 众人见到李绒来了 纷纷就是起身对李绒行礼喊道 见过家主 李绒摆了摆手道 大家都来了 好好吃一顿 安平村里的人都造过吃饭 都奔袭了一路了 也该休息休息 协力不会轻易罢休的 这只是一个起点 协力还会呀再来的 外面的还是比较严峻的 众人闻言都是醋眉起来 天气都变成这样了 这个协力可汗 还要怎大唐盘踞不回去 为什么啊 一时间所有人都没弄明白 这是为什么啊 为什么他还要在大唐 这次失礼 难道就看不出是什么意思吗 就算留在大唐 他们也坚持不了多久 可是有很忙意吗 总之 这都是一场输定了的赌局 不管是陛下还是协力 他们两个都没有退路 所谓卧榻之策 启荣他人酣睡 这就是李世民的霸气 而协力也不是什么好招惹的 直接即是强硬的很 李绒看向诸位老兄弟 也都纷纷不再言语笑道 你们啊 各自说说这几天的情况 以及协力探听协力他们的消息 随着李绒话音落下 牧原就站了起来 恭敬给诸位兄弟行礼后 才跟李绒行礼 禀报家主 我特种小队 带着一千兄弟 一路跟随羌人的准戈尔将军 到达淮英县 在淮英县 哪里已经都被羌人占领了 而这位准戈尔的家伙 就在淮英县 我们兄弟伪装进城的时候 城内的秩序很快就恢复了过来 而且还看见一名商人 在不少羌人之中 耀武扬威身份 好像不低的样子 在我们兄弟几个多番打探下来 我们还发现了 这个商人从羌人进攻的时候 就已经处理了淮英县的全部官员 而且还亲自打开城门 请准戈尔进城 在准戈尔进城的时候 就吩咐手下人 听从这名商人的话 而这名商人 就叫郑良 别看郑良是一名商人 但是武艺却是不俗 还有兄弟看见郑良 直接就是一掌让羌人士兵死亡 功力十分的高深 牧原说完就停顿下来 因为他看见李荣正在思考问题 为此他也就停住了嘴巴 李荣见牧原停下 就回神问道 郑良武功不俗 跟你们相比呢 牧原回答 反正是比我们所有都强 就是那种感觉 李荣闻言醋眉 牧原他们这些人的功法 都是来自李荣 而且李荣还用一颗十年的丹药 泡在大缸之中 让所有安平村的人都喝上一碗 不管男女老少 每人喝了一碗药水 全部都精神饱满起来 李荣当初只是想要试试 这样有没有效果 毕竟一个丹药积分好贵的 这些喝了要是没效果 就扯淡了 众人都根据给的修炼功法修炼起来 每个人第一个晚上 就修炼出来了内气 有的人喝完之后 进步神速 每个人体质不同 因此喝完之后 效果也不尽相同 这就是李荣想要的结果 而李荣也是又一次咬牙兑换一枚丹药 让军队的人喝下去 这一次的效果是十分明显的 每个人一碗下肚就感觉到了浓郁的内息 整体内流窜 一碗相当于他们半年的修行速度 李荣也是明白 这种东西服用多了也不少 但是目前为了提升整体实力 每个人呕毒喝了好几天的时间 在经过艰苦的训练之下 每个人的身体变化也是十分的明显 在身体素质提升之后 每个人对内息的理解更加透彻 而且甚至有人还提升一个境界 这就让安平村的队伍 基本上都是武林高手 虽然不能说是真正的高手 但是要说一个武林低手 还是可以的 最起码都是入门级别 这要是扔到江湖之中 就是勉强能混 李荣点了点头 这些信息都很是重要 毕竟这个人是一位高手啊 在淮音县城的一个商人高手 怎么想都觉此人不是一般人物 这又不是隋唐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到处都是豪侠 土匪 遍地都是英雄好汉 但是这个叫正良的人 却不是一个英雄好汉 好汉可不会出卖自己的国家 游侠儿更是不会 李荣是暗暗记住了 这个叫正良的家伙 便是对牧原说道 行了 辛苦你们了 后面这事记下了 还有什么没有 还有 就是不确定的事情 这个正良不仅仅伸手好 而且还有点龙羊之好 不管看见那个漂亮的公子少爷 总是喜欢上去调戏一二 牧原说完 脸色也是十分地尴尬 浑身似乎都是鸡皮疙瘩 众人见牧原这个样子 也是被吓到了 难道这个正良 真的是个变态不成 于是乎 每个人都是齐齐地打个哆嗦 不知道的还以为这群人集体尿尿 李荣在脑海之中搜索了一番 却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现 便是摇着脑袋不再去想了 好了 记下了 拿着 李荣让牧原坐下 就是从何尝试 哪里拿着一把羊肉串 递给了牧原 牧原笑嘻嘻地 接着便是吃了起来 牧原吃的时候 不少人也是吞咽着口水 李荣转头问向月鹏雄道 你那般怎么样 回家主 我们这里没有什么可说的 就是在跟随三军撤回的时候 他们在暗中策划刺杀协力可汗 然后在探查协力可汗的时候 总是能看见一个汉人 协力可汗叫那个汉人为国师 汉人 国师 第368章 狮神花 在场的人纷纷都是入出一抹诧异 突厥军中居然还有汉人 还是他们的国师 这件事情就不比较玩味了 老月 你说的是真的假的 突厥军中有一位汉人 还是国师 说话的是二狗子 他是打死也不会相信 这突厥军中有汉人 而且地位还是如此之高 不仅仅是二狗子 所有人几乎都不会相信 因为实在是太过匪夷所思了点 就是啊 老月 你确定你没在逗我们啊 突厥军中 怎么坑你有汉人的存在 突厥军中 怎么可能会有汉人 我不信 打死也不会相信 汉家狼会背叛大唐 不能说不行吧 也不是所有人都会想咱们这般 也会有那些胆小如鼠的人 天生喜欢背叛 靠 别让我知道是谁 让我知道是谁 我就打死他 别说 我刚刚都想弄死这个汉人 他简直给大唐丢人了 大唐是哪里不好了 会比突厥那种地方更好吗 众人你一言我一语的 李荣全部看在眼里 这个世界上 其实还有一个词语 那就是叫汉奸 这个词语 那是在民国时期就开始盛行起来 也是因为这个词语 华夏才会受到各种背叛 这些人都是一群没有种的人 一辈子都是狐假虎威 狗杖人士 李荣也是最讨厌这种人 总之有机会就弄死图绝军中的汉人 李荣打断了了众人的猜测 而是看向岳鹏雄道 老岳 那个汉人国师相貌有没有记下来 素鞋你们也都学过 能记下相貌 就立刻发布大唐 让所有人都见识见识 这位汉人国师 我想 陛下应该会咬牙切齿的吧 李荣嘴角不由地勾起 想起李世民 站在甘露殿跳脚怒骂的画面 想想也是挺好玩的 众人见李荣嘴角露出微笑就知道 李荣在想什么坏主意 都是习惯了李荣这个表情 因此 众人都不由自主地笑起来 因为他们也觉得 这个注意真的不错 岳鹏雄文言 也是努力地回想着 当初看见的画面 当时他们队伍埋伏靠近突厥崖障附近 而他们的国师 是跟着一群突厥将军出来 每个人对这个国师都是十分的恭敬 说是恭敬 也只能说是畏惧吧 那种感觉 让人觉得很是奇怪 于是 岳鹏雄等人 就是关注着国师那边的情况 而岳鹏雄他们 也看见了这个国师诡异的一幕 岳鹏雄继续说道 当时我们看见那个国师 带着一群将军 其中好像还有羌人跟胡人的首领 他们好像狗一般地 求着这个汉人国师 只是太远看不清楚 你没开玩笑吧 他们会想狗一样 求着那个汉人国师 岳鹏雄 你说笑呢吧 就是 他们都是一群凶悍无比的人 怎么可能会是 求着汉人国师 反正我是不会相信的 太匪夷所思了 李荣听着岳鹏雄的话 眉头紧簇 这种画面 有点突啊 不单单是李荣这般想 在场的人都是如此 因为画面实在是 太过匪夷所思了点 一个汉人国师 在突厥三军之中 威望如此之高 想想都绝不可能 就算突厥三军 再信任这个汉人国师 也不可能像狗一样 求着汉人国师 岳鹏雄继续说道 别说你们不信 就算是我亲眼看见 也是不信的 但是事实就是如此 这个汉人国师 被一群人围着 他们每个人都是跪在地上 求着汉人国师 而汉人国师 却是十分的惬意 总之 他们求着汉人国师 最后 汉人国师拿出了一种花 他们看见 花都是飞奔着上去抢夺 在抢夺之后 他们就开始疯狂地吞噬起来 吃完话 他们才露出一模满足的模样 说真的看着就是十分的奇怪 他们好像被花控制了一般 直到有一个突厥将军 出来上厕所的时候 嘴里还说着 狮神花的名字 说完之后 就开始怒骂 苏义这个混蛋 居然用狮神花控制了他们 真的是可能 早知道当初就不吃狮神花了 现在好了 被狮神花控制 不吃的时候 是越发地想吃 没有狮神花浑身 就是发羊发麻 身体都会抽 动不已 真的很想杀了苏义 这个混蛋国师 但是现在 他们已经是离不开 狮神花了 随着越鹏举 把那个将军的话 复述完毕之后 再常人都愣住了 甚至是落真可闻 一旁烤肉的何尝氏 烤肉在炭火上 发出滋滋的响声 声音却是格外的刺耳 李荣回想着什么狮神花 整个人都愣住了 这是他怎么 也想不到的事情 狮神花 狮神花 李荣喃喃自语 想不到已经就传到了大唐了 这东西 还真是阴魂不散 李荣在听完之后 立刻就想到了 狮神花这个东西 让多少华夏儿郎 陷入其中 丧失了脊梁谷的东西 李荣比谁都清楚 这种东西的危害 在意志鉴定的儿郎 都会在这种东西的面前折腰 弯下了他们坚毅的头颅 而这种东西 却是让更多没有意志的人 在在他们的 所制造的幻影之中 享受着惬意 最后是死在 这种编制的梦境之中 狮神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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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都是毁灭了一代人的东西 这种东西 其实就不该出现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这个东西 华夏就不会有那样的遭遇 也不会有那样的绝境 让无数英雄儿女 为抽一口狮神花而跪下 活得完全不想是个人 李荣 是越想 眼眶越是发红 突然一股气息 从李荣的身体内扩散出去 所有人都感觉到了 因为他们感觉到了李荣愤怒 他们也是头一次 看见李荣这般愤怒 这一瞬间 让众人都纷纷浸入寒蝉 这是怎么了 众人都在想这个问题 而李荣同样也没有让他们等太久 深深地吸了几口气 又缓缓地吐出来 好像在压抑着自己的情绪 调整自己的情绪 李荣连续几个呼吸 让自己愤怒的情绪平复下来 才缓缓抬起脑袋 扫射了众人一眼 每个人都被李荣的眼神吓了一跳 他们都是头一次看见李荣 露出这种猙獰的神情 第369章 厚颜无耻 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也是让所有人都为之愤怒的故事 所有你们每个人也都要时刻牢记 一旦发现狮神花 以及英雄花 栗春花 五草 百般椒 赛牡丹 花大艳丽 香气浓郁 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花之一 原产于地中海东部山区 小亚西亚 埃及 伊朗 土耳其等地 而现在有一群这样邪恶的人 就是靠着狮神花 将它传到了咱们这片土地 英雄花最开始是可以入药的 但是分量很少 所以对人体不会造成什么伤害 效果就是 麻痹人体的身体神经 可以让伤者 不会感觉到太大的疼痛 但是一旦长期服用的话 就会让一个人 丧失了人的意志 而且 这种东西多吃的话 会造成幻觉 甚至是让人充满了力量 好像得到了神赐一般 也就是因为这种东西的效果 一些不怀好意的帆帮外人 就把这种东西 穿越了无边无际的海洋 来到了咱们生存的这片土地 现在是突厥人 他日就会是大唐人 这种东西长期服用 可以轻易地控制人 除了那些知道这种花效果的人 会立刻停止服用 不管多难受 熬一熬就过去了 但是长期服用的人 想要熬过去 就要跟自己进行 很长一段时间的争斗 他们在没用服用 狮神花的时候 就最开始是难受 浑身好像被数以万计的 蚂蚁撕咬一般 其次就是双眼冲血 嘴里含糊不清 浑身口吐白莫抽 触不已 最后就是癫狂 甚至是发狂 伤害自己 你们不知道 这东西是有多么恐怖 就在几百年之后 没有脊梁谷 就是被这种东西所支配 赚着汉人的钱 却奴役着汉人 最后还让他们 活得没有一点尊严 几乎要灭绝了 李荣严肃地 看着所有人的脸 争鸣道 今天都给我记住了 谁也不准碰这种东西 谁也不能碰 一旦谁碰了 我不介意立刻杀了 这种东西 也不准大唐种植 谁种谁死 李荣阴寒的话 让所有人都感觉到 极被一凉 在场的每个人 都是脸色一变 因为李荣说的 实在是太过恐怖了 小小的一朵花 居然这么恐怖 安静 落真可闻的安静 烤肉的香味 也没办法让在场的人 都感觉到一丝食欲 更多的是 来自李荣的争鸣 与后世的可悲 那个年代 就是被这种东西害了吗 未来的他们 活得那么没尊严魔 他们是不是就像狗一样 被人奴役着 一想到这里 再看向李荣争鸣的脸 所有人都 纷纷站起来行礼 我等谨遵家主之命 绝不会触碰这种东西 如有违背 天诛地面 李荣见众人表态 才缓缓地松了一口气 他心里实在是 对狮神花这种东西 十分的惊惧 想起后来的华夏 那简直就是 最为可怕的一幕 记住今天的话 所有人都记住了 以后从安平村开始 所有人都要告知 这种话的效果 一旦发现 就要焚毁 是 家主 众人再次应目 李荣交代完之后 继续听着众人的汇报 除了岳鹏雄的消息 比较有价值之外 其他的消息 都没有太大的价值 而那个叫苏义的国士 却是个狠茬子 不知道是敌室友 居然给突厥三军 用英雄花 居然改名为狮神花 苏义 苏义 李荣心里默念着苏义的名字 也是狠狠地记住了 日后还得想办法 去调查一下这个 叫苏义的汉人 居然能混到突厥三军里面 本事也不小 大家都辛苦了 至于苏义这个汉人国师 大家都需要多多留意了解 给你们布置本人物 所有人明天都去提审一个敌人 主要就是问问这个国师的来历 在突厥又做了那些事情 我全部都要知道 是 家主 所有人再次领命 李荣满意地点了点头 就是招呼众人吃喝起来 送众人回去之后 李荣就再次进入系统之中 经过今天的消息 也让李荣警惕了起来 现在还是实力太弱了想要 必须要努力起来 他进入系统 就开始寻找起来 背包里面所有的东西 都展露在李荣的眼前 翻看了自己背包的东西之后 李荣也是一探 自己有点着像了 就算有什么灵丹妙药 也没办法做出更好的选择 一切都是按部就班的来 军队 还是要军队 这个苏毅颖 赢给李荣的感觉很不好 一个心狠手辣的人 绝对不是很好 你好像很烦躁 悠悠的声音传了进来 李荣就是一呆旋即便是看向窗户 发现张道友像一个小贼一般 坐在窗户上 李荣没好气骂道 你这个老道 怎么像贼一样 进来吧 张道友便是从窗户上进入房间 看着床上烦躁的李荣 笑了笑 李荣翻了个白眼道 你找我什么事啊 你不是应该再陪那小子摸 张道友听见李荣这么问脸上 就浮现一抹笑意道 嘿嘿 那小子已经拜老道为师了 已经传授他修炼功法 这小子千年难渔的练武奇才 老道是看得欣慰无比 听着张老道那放肆的大笑 让李荣一脸的无语 那小子真是好运啊 居然是个千年难渔的练武奇才 那就恭喜你了 老道 要不你请我喝个酒呗 李荣微笑道 张老道臭屁得很 反而是找李荣索要酒水 李荣小子 你这就不地道了 不是应该你给老道徒弟送点礼模 你怎么说也是当伯伯的 不会这么小气吧 改日你多炼制几枚丹药 送给我的乖徒 让他好好成长起来 将来定会你一番助力 你提前投资一下呗 现在难道不是应该拿出 你的好酒好菜 好好地庆祝一番 看见张老道见兮兮的模样 李荣更是一阵无语 我说张道友 你好意思 你的脸膜 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要丹药 还要酒水 你可以啊 李荣翻了个白眼 这张老道 怎么出去一趟回来 越发的脸皮厚了 嘿嘿 谁让你是狗大户呢 现在不找你啊 日后就不好找你啊了 狗大户 第三百七十章 奋兵追击为搅骚扰 与张老道吃完宵夜 事情也就解决了 寒冷的冬天 让这个夜晚 充满了不一样的瓶颈 郭飞坐在大厅之中 此刻他的手中却是捏着不少周边的情报 而手中更多的就是 突厥三军又拆分成十几队在附近县城烧杀抢掠 情报上面说 突厥三军撤离之后 就开始在大唐境内各种流窜 从村子到县城到城池 反正是无恶不作 一旦冲进去 就是一番抢掠 抢掠出来 就是所有人开始逃窜起来 郭飞坐在大厅 看着手中的情报 牙字欲裂 周边所有城池 都陷入不平静的突厥三军的袭扰 程耀金与李继二人收到消息 马上就离开中军大营 回到了郭飞府上 门房小厮早就听见了战马奔驰的声音 早早就在门口迎接程耀金与李继 李继看了一眼 小厮就是吩咐道 去 把李县子找来 是 小厮连忙应诺 就是前往李荣的小院找李荣 李荣也听见了战马的声音 还以为是巡逻 结果小厮敲门 知呀 何事 李荣打开房门 就看见小厮一脸的焦急 连忙问道 小厮给李荣行礼道 县子大人 老爷在大厅等您 国公爷爷到了 具体老爷也没告诉小的 李荣跟小厮说了句 去稍等片刻就进去穿衣 李荣跟着小厮来到大厅 就听见了程耀金 跟李继郭飞三人的议论 哎不行不行 俺老程还是觉得直接派兵过去 一口气一个一个灭掉 国公爷 这样肯定不行 你也不想想 突厥三军的策略 就是要咱们皮敌之策 此番下去 咱们大军也会被他们耍得团团转 郭飞面露沉吟之色 张口说道 似乎是害怕程耀金反对一样 毕竟这位可不是一般人 所有回答也是小心翼翼 见程耀金没有露出恼怒之色 郭飞心中也是稍微安心 李继见郭飞小心翼翼的样子 露出欣慰的笑容 这小子还知道担心程耀金来 程老匹夫可不是一般人 怎么会轻易就被你小子打击到 多此一举 不过李继还是比较满意郭飞这个孩子 毕竟是郭义的孩子 将门之风展现无疑 李继笑道 不如这样 按照贤侄的说法 平分两路 老程你就带着你的队伍一路歼灭 而郭飞你带着对方奋兵追击 二人闻言便是思索起来 现在大军是救够的 还要对付突厥三军 现在他们又用出了下这种皮敌之策 一时间还真的不好说出什么更好的计策来 就按照李继的方法来说 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就喜爱众人毫无头绪的时候 李绒从闷口走了进来道 其实咱们同样可以用在他们身上 李绒一进来 三人都齐刷刷看向李绒 李绒微笑道 其实吧 对付他们一点都不难 李绒小子 你还有更好的方法吗 赶紧说出来 让我们听听 程耀金听见李绒这么说 一下子就好像发现新大陆一般 连忙催促李绒赶紧说出他的注意 一旁的郭飞跟李继 同样是一种探寻的目光看着李绒 李绒微微一笑道 其实咱们要做得很简单 他们有张良记 咱们也有过桥梯不适 突厥三军既然能奋出小谷军队 来骚扰大唐边境 为何咱们不能像他们一样 一路袭扰 咱们什么最多 火药最多 咱们还有手榴弹 碎发枪 咱们有什么可怕他们的 李绒顿了顿 看向三人 见三人的目光 也逐渐暴射出金光 继续说道 咱们有这些超越他们的火气 咱们为石魔药 一味地防守 直接兵分三路 该剿灭剿灭 该追击追击 该骚扰骚扰 我亲自带一万人 分出一百支队伍 五十支白天骚扰轰炸 制造恐慌 五十支晚上 让他们也睡不着觉 我就不信 他们能一直坚持下去 只要坚持不住了 那么就靠三位将军 一举拿下协力可汗 抓到长安 让陛下好好出出气 见李绒这么说 三人也都被李绒的注意 给惊艳到了 只见程咬金一巴掌 就是拍在李绒的肩膀上笑道 哈哈 你小子就知道你有办法 既然如此 那么就让牛鼻子在碧阳城 我跟郭飞小子 一个围剿一个追击 程咬金决定之后 就看向二人 却见二人纷纷行礼 接下程咬金的命令 不管怎么样 程咬金是三军的将军 所以程咬金说的话 自然就是军令 军令下达之后 几人也就各自散去 而李绒也回去交代军令 让手底下的人去准备 随着李绒下达军令之后 墓园等人都去做了准备 第二日 一早程咬金跟郭飞 各自带领的人马 就开始追击 跟围剿那些突厥三军的人 而李绒也准备好了 准备出门的时候 就看见了张道友 领着他的小徒弟来找李绒 李绒让何尝氏 照顾张道友徒弟 而张道友就跟着李绒一起 张道友总觉得 最近大唐各处都发生着改变 只是说不上来 主要是因为那个门派的出现 那些古老的门派出世 必然会掀起一场门派风暴 而告诉李绒 是想知道 李绒到底有没有办法 毕竟李绒是大梦千年之人 而李绒总能做出 令人意外的事情来 他依稀记得 李绒跟他说过 秦岭十二宫也该出事了 而这个问题 却是一直困扰着张道友 毕竟他们门派曾经说过 俗世变迁 跟他们这群修道之人 没有任何的关系 不该管的就不要管 安心地 做个修炼的道士 没必要把精力放在俗世之上 但是那个门派突然出世 就已经能够改变天下的能力 再说 还有副神教的存在 张道友自从跟那个大战 三天三夜之后 他也逐渐地明白 李绒当初说的 似乎是有迹可循 为此 他就要跟着李绒的脚步 一直看下去 看能不能在李绒的身上 得知更多的消息 修真啊 那可是他们秦岭十二宫 唯一的追求 当初老子在寒谷关 写下道德经辩 骑着轻牛 消失在这个世界上 他老人家 真的是成仙了吗 真的离开了这个世界了吗 还是现在三十三重天上面 接受着凡间的供奉 第371章 整装出发 追击突厥三军 出发 李绒一声令下 队伍浩浩荡荡地出发 而出了城门的时候 一万人迅速分出一百只队伍来 每个队伍都是轮流职守 让每个队伍 都能更好地达到训练的要求 李绒这次带队的目的 就是练军 也只有练军 才能让李绒这么紧跟着 对于李绒来说 只要这次把军队练好了 就不会发生超出 李绒预计范围之外的事情 毕竟在现场 能够更好地指挥战斗 众人一路赶路昼夜不停 事后更是不断地撒网出去 一直到一个叫无阳镇的地方 李绒众人停下休息 同样也看见了惨不忍睹的一幕 无阳镇男女老少死的死空的空 当众人看见眼前的画面 所有安平村的人都是怒不可遏 但在李绒的命令之中 所有人都给无阳镇的男女老少 收敛了尸体 将其安葬 直到晚上 李绒给众人安排任务 让所有小队长 给自己手下的弟兄下达命令 记住眼前所看见的一切 突厥三军的残忍 是会付出代价的 在战场上 这都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但是也要让所有兄弟都知道 战场就是这么残酷 咱们想要保护家人 就要有无畏的心 以及顽强坚守下去的纪律 只要按照这些行走 安平村也会成为一支强军 而安平村 就是大唐 以后都要纷纷效仿的军队 所有 每个人都要保持一个 不骄不躁不怒的心态 假如 你们都是一方将军 你们身后都是这些无辜的百姓 如果所有人都像现在一样 只会愤怒 那么城池迟早都是会忘的 既然要当兵 那么就当最出色的将军 老话说得好 不当将军 就不是一个好士兵 继续保持愤怒 但把愤怒 让自己更加地冷静下来 一位合格的将军 要做的决定会是什么 如果你是带队的将军 那么你要怎么做 才能完全让你的军队士兵 听从你的计划去执行 李荣的这番话下去 让原本躁动的士兵 都彻底地安静了下去 是啊 我该怎么做 才能让大唐的百姓 不受这群人的伤害 又能给他们有效的打击 家主说得对 我错了 是我太鲁莽了 如果只是一味的愤怒 只会让身后的百姓葬送给对方 没错 对方可能就是要咱们自乱阵脚 就是要看咱们发怒 无脑冲的画面 说得太对了 家主这是教咱们 如何做一个将军 一时间 每个帐篷之中 都会传出这样 或者那样的对话 谁都知道 李荣这是在培养他们 如何从一个小兵 做到将军的样子 如何让自己的眼界 变得宽阔一点 对此所有人 对李荣的敬重更加的强烈 看见李荣 将来会是看见神明的存在 李荣坐在中军大帐之中 炭火盆发出霹雳巴拉的声音 那是木头 在经过燃烧发出的声音 而李荣目光就落在地图上 乌阳镇现在空无一人 而突厥三军 明显是带走这里的百姓 这群人不走寻常路啊 原本以为他们会原路返回 毕竟直线距离是最短的 但是这群人现在是 直接绕一个大圈 李荣的目光落在乌阳镇四周 他现在暂时是想不到一点办法 毕竟不知道对方 究竟是想要做什么 因此是不好推演 一想到这个李荣 就是感觉脑子不够用 勾心斗脚 果然不适合李荣这样的人 第一性子懒散 能躺着就是不坐着 能睡着就是不会醒着 但是李荣现在是要做大量的工作 来支持自己想要实行的计划 知彼知己 百战不殆 了解对手才能更加容易找出对手的命脉 就好像两个爵士高手一般 在紫禁城进行了空前的巅峰之战 而恰好此刻了解了对方弱点 而在关键的时候 一击必杀 这才是最稳妥的办法 但是情报的搜集还是太慢了 完全的后世的科技没发笔 电话才是最好的东西 不管什么时候都能及时链接对话 也大大增加了情报的及时性 只要能够链接电话 那么一切情报都是第一时间知晓 我想手机了 李荣无语地自嘲一句 但是落在刘大彪耳内就不是一个意思 什么 手机 想不到还有手机这种品种 在哪呢 在哪呢 李荣索性没有理会刘大彪那流口水的样子 无语地翻了翻白眼就不去看刘大彪 而是继续跟下面的弟兄商量着 说出许多问题 家主 我觉得 目前咱们的实力 还是太过渺小了 跟突厥三军这样庞然大物 是完全没法比的 而此刻的李荣 就有了深深的危机感 但是这种感觉 是看不见说不着的 再与众人聊了一会儿 李荣才放他们离开 李荣才坐下继续思考 就发现了 突厥这次 到底是什么意思 想要攻击 也攻击的都是边阵之人 就算再怎么洗劫 也没办法凑到更多的资源 但是现在魔 李荣也许知道 该怎么做了 突厥三军谜底不明 但是咱们退而求其次 直接向个办法 让三军上当才行 只要上当 协力就一定会知道 协力知道了那么一 又协力出来 就会比较简单一点 而能够做好这件事情的 除了自己 还是找不到合适的人 为此 李荣在这边的进展 也是如火如荼 此刻 坐在突厥三军的牙障内 协力可汗 鞋靠着身子 似乎有些慵懒 毕竟刚刚又战斗了一番 但是很快 协力可汗就鞋靠在床榻上 一副若有所思 如果此刻李荣在的话 一定会被眼前的景象下呆了 一个人带着七个女人 这活脱脱的七国争霸 休息一会儿的协力可汗 看着刚刚送来的情报 那就是 所有派出去的小队 现在已经开始执行任务 而这些小队 也同样是十分针对性的 针对李荣 事情的发展 还是比较复杂的 这个李荣 到底是什么样人 居然能够指挥士大人 看管好手底下的人 大梦千年 看着下面的士兵慢慢到来 这个李荣里限子实力 位置 所有有关李荣的一切消息 都带回来 而协力可汗 却见一个男子惶慌乱 似乎一点都不怕一样 有的只是眼底之中的强大自信 对于李荣 这群杂牌军 还这难道不处 来一个杀一个 来两个 那么就杀一双 第372章 二龙戏凤 苏毅最近很是阴郁 苏青看着自己哥哥面色不好 也不好自讨没趣 安静地坐在房间之中 看着各地发来的消息 而在苏青身边 就有一名绝色美人 裹胸长裙 半露苏 凶 斜靠在苏青身边 一脸的痴迷 苏青的大手 却是在女子的大腿戈上 轻轻地摩擦着 惹得女子轻 摇嘴唇 满脸的羞难 但碍于苏毅的存在 扑闪着大眼睛 似是哀求 又是窃喜 苏青见女子羞红了脸颊 脸上更是笑得灿烂无比 似乎在自己哥哥面前这样 总是觉得十分的刺激 苏毅似乎也察觉到了 弟弟跟妖姬的 在一旁腻挽 不知名地烦躁起来 转身就是 走到二人面前 看见妖姬满脸羞红的样子 身体就是一阵火热 低头便是盖住了 妖姬那诱人的红唇 妖姬也是配合地回应着 就在下一秒 妖姬浑身就是一颤 她感觉一直粗壮的大手 就在自己的胸前摩擦 苏青见自己大哥这般 自己的手上功夫 也是一点没停 我还是非常生气 苏毅面色依旧阴沉 而妖姬听见苏毅的话 便主动搂住了她的脖子 亲了一口 苏青笑道 大哥 一个李荣而已 何必如此生气 邪力目前还不能动 至于胡人跟枪人 他们两个首领 也已经被控制 大哥计划依旧在实施 完全不会影响大局 苏毅感受着妖姬吞云吐雾 如浪潮翻涌 又在云间柔软 阴郁的心情也好了不少 见自己的弟弟这般说 心中不免有些失望 自己这个弟弟什么都好 就是被眼前的父神教教主 冲昏了头脑 事实上 父神教现在都是他们兄弟二人当教主 大事方向都是他来决定 小事惩罚控制手下 都是弟弟来做 但是弟弟 总是虽然因狠毒辣 却是缺少了方向 而且他还没意识到 大唐的风向 已经在李荣的道来改变了吗 从这几天的军队偷袭来看 就十分地明白 他们训练有素 支援也十分地到位 甚至是撤退 都是十分有素 自始至终 就没有抓到他们任何一个人 反而自己这么多人 总是被他们不断地袭扰 你错了 弟弟 你还没看清眼前的局势魔 苏义对这个弟弟 还是十分有耐心的 他希望弟弟能够独当一面 而不是什么事情 总是要自己来提醒 苏义也站了起来 妖姬也十分地顺从 掀起苏青的长袍 就是吞云土雾起来 啊 大哥 我还是不太明白 李荣那小子 当初信誓旦旦地 想要对付咱们 只是想不到 他居然还能收服老头子的那支队伍 元熙那个臭娘们 居然都尾身给李荣当小妾 着实是可恶至极 苏青一提起元熙三女 就是满脸的愤怒 这原本就是 他看上的女人 想不到被李荣这个小子得到了 而他现在 也因为大哥的计划 没办法对李荣出手 妖姬这时又开口 看向苏青跟苏义道 教主 别生气了 妖姬愿意为您付出一切 妖姬的娇称 让二人都是浑身颤抖 长袍又被妖姬掀起来 苏义见状 心情也似乎好了许多 但还是提醒弟弟苏青道 元熙他们三个 迟早会算账 到时候让你任意失为 现在咱们的大业为重 大唐周边国家甚多 咱们在诸国安插的细作 也都在搜集情报 目前突厥三军 虽然是被咱们说服了 但是其他诸国 还欠缺时机 对了吐蕃那边赞谱回信了吗 苏青脸上露出享受的表情 笑道 吐蕃的赞谱跟喇嘛 最近都快打出狗脑子 咱们安排的喇嘛 在其中的作用是十分巨大的 回头还要给他升一升职位才是 至于赞谱 回信是迟早的事情 情报竟在掌握中 苏青文言也是点了点头 脸色阴郁散去 更是舒服地享受着妖姬的服务 听见这个消息 苏青明显是心情好多了 嗯 这是个不错的消息 随着妖姬的物业声 苏青心情是彻底舒畅起来 苏青发出一声轻哼 又道 大哥 咱们这个计划 要不要加快速度 毕竟咱们散出去的细作 很快都能掌控 不用这样安静地等待吧 毕竟大唐不会发现咱们的计划 苏青青摇脑袋任由妖姬把玩着自己道 你还是不明白 大唐虽然还不知道现在的计划 但是李荣这个小子 是大梦千年之人 谁也不知道 他在梦中有没有发现咱们的意图 或许他早就知道了 才会训练出这样的军队出来 全部都是各种火器的军队 日后的战场 必定是大杀器 所以地点 在没用绝对的把握之前 咱们的计划都是暗中进行 不能让李荣看出什么端倪 他日将删在手 一统诸国 咱们兄弟两个共享天下 到时候疆域之大 不可想象 苏一说着 未来的蓝图 心中就是一阵豪迈之情 难以言表 苏青也是一年火热 自从加入父神教开始 他们兄弟两个 就计划着未来的蓝图 一统天下诸国的王 那可是 比三皇五帝还要伟大的事情 试问 那个人能够做到 而如今 他们兄弟二人布局多年 暗中进行 实力也是不容小觑 一想到这里 苏青就将妖姬抱了起来 大笑道 大哥 我期待那天的到来 咱们兄弟就是天下共主 超越三皇五帝 近在咫尺 说着就看向怀中的妖姬道 妖姬 未来我们称帝 你就是我们兄弟的皇后 妖姬娇羞无比 满是柔情 痴痴地看着苏青青点脑袋 苏青则是回头看向自己的大哥苏一道 大哥 来一场二龙戏凤如何 苏一也是被妖姬勾欲火 便是笑道 很好 咱们兄弟日后女人多的是 妖姬却是咱们唯一的皇后 二龙戏凤 妖姬你可愿意 妖姬文言修红了脸颊 滴滴清语道 全听教主大人的 妖姬满是欢喜 哈哈 房间之中响起妖床的声音 又是妖姬窃喜地压一声 第373章 袭扰胡君 安平村自从孔影打孔祭酒来了之后 就变得十分热闹 而这种热闹 就是一个国子间的祭酒 居然风雨无阻地来学院上课 上课期间 却是平平跟上课的夫子进行辩论 这辩论就变成了学院的日常 而因为孔祭酒的原因 国子间的学子也经常来学院 听孔祭酒群战学院夫子的画面 就在孔祭酒进行辩论的同时 安平村的 墨宫研制工坊 研究出了新的武器 红衣大炮 这是理欧让留下的研究方向 在工匠大权里面研制出来 这种大炮 经过了各方工匠研究 才勉强造出了初级版本的 红衣大炮 而大炮造出来之后 弹药方面都是实质的弹药 开花弹的研究 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而老石头 也在抓紧研究另一个项目 那就是白磷弹药 这种弹药是毁灭性的 白磷是从人 体的尿 夜之中提取 白磷也就是鬼火的昵称 在坟地很容易找到这种白色的粉末 夜晚就会发出幽绿色火焰 而白磷在燃烧之后会冒出白烟 白烟之中会有毒素散发出来 一旦被白磷灼烧 就会一直燃烧下去 而且是持续燃烧 毒烟也能给人致命一击 这就是白磷恐怖之处 而老石头看见点击上的白磷弹 他就越发地想要制作出来 这种弹药虽然制作麻烦 但是只要研制出来 那么就是大战之中的大杀器 未来在热武器的战斗之中 这白磷弹会让敌人闻风丧胆 一听见是安平村的队伍 敌人就会瑟瑟发抖 一旦想到能够决定 未来战局的大杀器 老石头就变得十分的火热 而在研究的过程中 老石头等人也是准备齐全 口罩隔离衣手套都是准备齐全 一旦被白磷燃烧起来 立刻脱掉一副就会保住一命 而手套隔离衣 李荣也告诉老石头等人学着制作 初级版本就是用羊皮囊制作出来的 没有橡胶手套 隔离衣也是用羊皮囊 链接在一起缝制出来的 动作设备是粗糙的 但是对于研究却是十分有保障的 老石头一群人穿着隔离衣手中的试管 来回晃动 看着试管内的成分 身边的记录人员也将今天研究的东西 记录在案 一切都是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莫公的匠人们认真地研究着眼前的白磷粉末 总算是能够安全地提取白磷了 明天下个命令让人专门收集尿 耶 白磷提取实在是太少了 需要大量的尿 耶 后面白磷弹的批量生产 是一门大关要攻克 老石头说着 身边的记录人员 就把老石头要说的话记录下来 而另一边的研究工匠也是满是新味道 确实如此 咱们也没白费家主的信任 红衣大炮还需要更近 触及版本的试射十分的成功 十发之后就会过热 需要冷水降温 目前咱们的野铁技术 还是要提升上去 咱们要制作初点集上面的青钢出来 只要青钢研究出来之后 红衣大炮的重量就会轻松许多 老石头也还十分赞同道 青钢合成钢都是需要攻克的方向 这个研究恐怕会是很久 咱们目前缺少的是稀有材料 许多材料的提取都是困难万分 只要弄清楚怎么提取 咱们日后就能制造出 更加合适大炮的炮管的武器来 目前的红衣大炮 要在行动方面弄得轻便一些 还有就是 火要引这个方面也要攻克掉 最好是想碎发枪一样 能够内部发射炮弹 好了 咱们先制作一批白灵坛出来 事法还是必要的 安平村的喜讯并没有发给李荣 而李荣此刻带着手下的一万人 分出一百支队伍 正在骚 扰胡人军队 砰砰砰 手雷在胡人军营炸裂 胡人的军营已经是人仰马翻 骚 乱得不行 姬姬姬姬 给我宰了唐人 不要乱 不要乱 向我靠拢 快快快 胡人军营内的骚 乱在军官的带领下 也逐渐地集结在一起 李荣拿着望远镜看着骚 乱得军营 纷纷身边的小武道 老武 撤退 老规矩 听见李荣说老规矩 小武脸色就是一喜 因为李荣还教大家 怎么买鬼雷 用一根细细的鱼线 就能制作出一个简单的陷阱 好嘞 家主您瞧好的吧 而且还是对方看不见的情况下 就会发生意想不到的爆炸 手下一百人 纷纷埋藏的一个鬼雷 只要胡人军队向自己这边追来 就能给他们喝上一壶 李荣见众人 已经已经埋好鬼雷 用白血掩盖住 就是再次拿出手榴弹 纷纷丢了出去 等他们靠近一百步 咱们就撤离 不要逗留 别伤了自己人 李荣交代一番 小武也迅速吩咐下去 胡人这边已经集结好了 纷纷骑上战马 就是向李荣这边冲了过来 踏踏踏 轰隆的战马奔驰声 李荣抬眼目测了一下 五百步 四百步 三百步 家主 撤退吧 小武 见胡人一个个嗷嗷叫地 踢着战刀 就是冲杀而来 各个凶神恶煞 似乎不把他们砍尽是 事不罢休 李荣眼见胡人 还有二百步的距离 就是冲着小武吼道 再扔一波 立刻撤退 小武众人 纷纷掏出手榴弹 就是扔了出去 一个个手榴弹在空中坠落 胡人的人马面向是骚 乱了一下 但是在带头将军的嘶吼下 很快就安稳了下去 在轰隆的爆炸声中 义无反顾地 向李荣众人冲杀过阿里 而李荣看见气势汹汹 最少五千人马的胡人骑兵 也是暂避锋芒 毕竟人数上就是干不过人家 还是带着他们玩游击战吧 放一放风筝 消耗消耗 就能吞掉这股五千骑兵 当然前提是 只要他们能怀着愤怒 一直追杀下去 李荣跟小武带头 就是往关道上跑 毕竟要放风筝 而且对方还骑马 得给对方一些希望不适 让他们能够看见 希望追上自己的可能 不然 一旦把他们愤怒下没了 那就没意思了 李荣往前奔跑道 小武继续往前跑 他们追来了 李荣的话音刚落后面 就传来阵阵的爆炸声 小武会心意笑道 家主 跟你打仗 真的是太爽了 晚死这帮狗日的 第374章 唯唯就照 大雪停止了 停止的大雪 也让程咬金 在追击敌军的过程中 轻松了不少 程咬金坐在马背上 吃着已经被动的发印的包子 神情略微有点疲惫 他已经长途奔袭两天一 耶 没有一点停息的时间 碧阳城周边的周县 已经被突厥三军 霍霍的不成样子了 都是小谷袭扰 遇见抵抗 就转头去别的周县 烧杀抢掠 但是一路上程咬金 也是怒不可遏 这群贼子 报 将军 已经全数绞杀敌军 一名副将 上前抱拳行礼 程咬金轻恩了一句 便没有再说话 抬眼看着逐渐晴朗的天空 程咬金的思绪 也不由地陷入其中 将军 目前碧阳城周县突厥三军的小谷敌军 全部绞杀 请将军示下 副将再一次抱拳请示 这两天 他们是一路追击 遇见了就杀 看见了太多的惨无人道的行径 而他们都跟程咬金一样 憋着一口气 绞杀完这群敌军之后 他们才会解恨 很好 那就回碧阳城吧 程咬金吞下包子补充体力 就挥手让大军撤回碧阳城 礼记那边也来信 已经是把追击到的三军 全部抓回碧阳城当俘虏 俘虏的待遇 自然是凄惨 无比不言而喻 至于李荣那边 听郭飞的来信 李荣这小子不简单啊 一百只骚扰队伍 让突厥三军 直接在不堪其扰 最后 协力克汗还派出队伍 直接进行反向袭扰 结果却是很喜人 协力克汗的反向袭扰 直接掉入了李荣陷阱之中 葬送了两万士兵 程咬金看见这条消息之后 直接让手下送来一壶酒好好的喝上两口 程咬金打马回城的同时 李荣也在想对策 如何一次性拿下协力克汗 这次大灾 协力克汗势必要在突厥之中树立威信 不然下面的手下就不好管教了 而李荣却是想用什么办法 在抓拿协力克汗的时候 他也能让大唐的脚步 更加快速地前进两步 因为马上大唐就要闹汗灾皇灾了 虽然已经是做好了安排 但是心里总是觉有些不好的预感 希望在贞观两年 不会出现什么大的纰漏 协力克汗先灭了 震慑一下周边的国家 突厥灭了之后 应该会让他们老实上一阵子 李荣有点头疼地揉搓着自己的脑袋 闭眼看了看系统 再次回到了系统里面的购物商城 李荣浏览着系统里面的东西 大炮要不要拿出来 用开花弹直接轰他娘的 左思右想 李荣还是决定兑换大炮 说兑换就兑换 李荣将剩下的积分全部兑换了 反正回去系统回收 一下单药也能赚点积分 还剩余不到90万的积分 一共能够兑换不到50门大炮 开花弹600枚 眼下就是要把被三军裹挟的 大唐百姓救回来 至于怎么救 李荣一时间有点犯难了 于是叫来了手下的 一起商量个办法 月鹏雄道 家主 按照您的说法 直接用哪个什么火炮 炮轰突厥三军的营地 百姓也要救回来 实在是有些困难 刘大彪笑道 家主 其实咱们完全可以潜伏进去 咱们的将士 直接伪装成百姓 再进入其中 说服百姓挖掘地道 让百姓躲进地道之中 那样就可以躲过大炮的轰炸 等一切事了 百姓再出来 不就好了魔 刘大彪的话 让在场的思维 瞬间就发散了出去 老猫轻咬脑袋道 不妥 突厥三军又不是吃素的 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 做这种事情 难如登天 而且百姓用何工具挖掘 墓园沉阴片刻目光 看向突厥三军的大营地方 不如 咱们就声东击西 再来个唯威救赵 众人文言 纷纷看向墓园 似乎是个不错的办法 李荣也是饶有兴趣地 看向自己小舅子 毕竟在这个时候 能够想到不错的策略 也是有点本事的 而且 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征战 对于墓园的军事方面的才能 李荣还是比较认可的 说说看 李荣淡淡说道 墓园也是沉思起来 组织语言该怎么说 其实 咱们现在完全是可以用一万人 对付突厥三军 按照家主说的 咱们已经有大炮 这当初家主都说过 大炮比只火药的威力更大 而且还是那种杀伤力极强的开花弹 打中就注定是个死 就算是侥幸活了下来 也会被开花弹上面的铁锈 弄得苦不堪言 既然是这样 那么就先来一个声东击西 直接攻打他们的协力可汗军杖 一来是让他们调集兵力 保护协力可汗 二来也给了咱们潜入俘虏营之中 只要潜入进去 咱们的人就能带所有人出来 而且 战斗一定要打得厉害 打得响亮 让他们一时间自顾不暇 另外 咱们这边也要准备好大炮 接应百姓撤离 一旦被发现 大炮掩护 最坏的结果就是 难免会有百姓被大炮击中 三来 咱们在攻打协力军杖的时候 协力可汗万一直接被大炮轰死了 也是在三军之中 取了那协力小儿的手机 众人闻言 纷纷夸赞木员 这小子可以啊 短短的时间居然能想到这种办法 李荣也是十分的满意 木员这小子 日后也是一方将才 是个好苗子 在经过众人仔细的商议之后 李荣直接兑换了四十门大炮 还有六百枚开花弹 剩余一点积分 留着购买手榴弹用 在经过详细的商议之后 李荣就做出了行动 一万人直接奋兵出去 分成五支队伍 一支两千人 做好侧应准备 敌军杀来的是时候 他们要有足够的活力 拖延敌军杀来 李荣看着都已经准备好的将士们 直接就让他们去煽动领取的大炮 而他自己则是亲自准备营救百姓 本来月彭雄等人都阻止 只是李荣打定了注意 并且他们的功力 也完全不能在敌军之中行踪飘逸 而李荣就可以 他现在的功力 完全不用担心 自己会陷入敌军之中 除非对方有高手 就算有高手李荣也不惧对方 李荣还有手榴弹 完全可以做到断后 第375章 营救百姓 午夜子时 李荣使用踏云布 直接飘入突厥三军的俘虏营地 俘虏营地 此刻也是安静无比 只有少数的几人 在营地之中压抑地抽烟起来 可能是想到了日后的结局 他们的神情都是十分地落寞 仅仅只是为自己的明天感到悲哀 成为了俘虏的他们 未来的路不知道该何去何从 李荣在靠近俘虏的时候 门口的枪人士兵 也已经是昏昏欲睡 最近的袭扰 让他们所有人都苦不堪言 而今天 他们再一次被唐军袭扰了六次 这就让突厥三军十分地恼火 主要是因为 反袭扰被唐军直接设下陷阱 让他们直接损失了两万余人 在经过碧阳城的大战 他们突厥三军 直接损失了近十万人 这是一个十分不好的结果 不管是怎么样的大战 协力可汗从来就没有打过这样的仗 完全就是被对方牵着鼻子走 而且是各种碾压 你完全没有办法捕捉到对方的意图 而自己的军队 却是在一直损失 这完全就是被唐军消耗的战斗 协力可汗最近这几天是吃不好睡不下 他小看了大唐 更是小看了李荣 而李荣的资料 也被送到了协力可汗的面前 这份资料还是苏义送来的 苏义对李荣的调查 可谓是十分的详细 而这份资料 送到协力可汗面前的时候 他整个人都不好了 这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人物 他的所有计划 所有策略 都被对方知道的一清二楚 而自己这边 完全掌握不了他的想法 这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信号 可以知道 李荣就是在消耗他们突厥三军的实力 而一旦三军起了内部纠纷 这个所谓的联盟 也会在请客间瓦解 协力可汗才会失眠 十分的不安 他也在想办法 甚至是请苏义帮忙想办法弄死李荣 但是苏义却没办法 并不是做不到 而是几率太小了 对方是大梦千年之人 谁知道晚上睡觉的时候 会不会梦见自己这边做出的计划 被他发现 协力一听 整个人都是十分的恼火 这是什么神仙手段 太他娘的作弊了 但是骂街也不能做到解决眼前的事情 所以他打算跟李荣求和 毕竟现在这么消耗下去 损失的是突厥三军的人口 他们大唐 直接就是用火药不停地轰炸 太他娘的气人了 但是眼下也是没办法 昨日经过此战 是消耗盛大 许多将军已经开始对自己有些不满 想要一血前耻 一场胜仗是必须的 但是现在明显是时局不对 局势一时间也没办法逆转 协力无力地瘫软在座位上 冲着下面的清兵说道 去联系李荣一和吧 大唐现在还不是咱们能覆灭的存在 上次被李世民摆了一道 现在有出现一个李荣 清兵听着协力的话 脸色也是十分的难看 但是他现在也没有任何的办法 只好领命前去 而协力可汗却是无力地望着军杖 这一次他真的是败了 想不到李世民气数未尽 李荣轻功飘逸而过 来到了的俘虏营之中 而一些没有睡去的人 看见有人突然从天而降 也是吓了一跳 刚要叫起来 就听见一道沉稳的声音传来 大家不要惊慌 我是来救你们的 我是安平县子李荣 大唐不会放弃你们的 李荣的话 瞬间让悠闲骚乱的营地 安静了不少 每个人都是蓬头垢面的 看向李荣的目光 都是怀疑与希望 有人问道 你真的是朝廷派来 救我们的吗 是的 我们不会放弃任何一个百姓的 你们都是大唐的子民 你们应该也知道这几天 我们一直追着突厥人打 不停地骚乱他们 而现在也是最好的时机 一会儿 我们会用大炮炸了突厥三军的军杖 营救你们 到时候 你们只要负责照顾老弱妇如 往西边跑就对了 哪里也有军队接引你们 我会给你们断后 李荣迅速地把自己的计划交代一遍 百姓是愚昧的 只要能够让他们安心 就不会闹出太大乱子来 果然 在李荣说完的时候 所有原本还在酣睡 以及瑟瑟发抖的百姓 纷纷面露惊喜 一轮纷纷 大家安静一点 不要让突厥人发现了 李荣连忙就是制止住了他们的议论 毕竟现在可不是在自己的大军之中 现在还在敌人的手中 大声说话 只会给自己招来祸端 李荣说完 不少人连忙吓得捂住了自己的嘴巴 并且告诫身边的人别说话 保持安静 李荣继续道 现在你们要做的 就是把身边所有百姓着急起来 年轻壮士的 一定要照顾好身边的老弱 我会在你们最后面 挡住敌人的攻击 你们只要出了这个门 只管一路往西跑 什么也不管 看见大炮之后不要停留 直接跑到大炮后面去 到了大炮后面就安全了 是 记住了 众人纷纷答应道 现在对于他们来说 李荣就是他们溺水之中的一个稻草 让他们抓住 逃离这个鬼地方的希望 为此他们表现得十分遵从 见状 李荣就仔细听着外面的动静 果然不到一盏茶的时间 外面发出一阵阵轰天的响声 轰轰轰 李荣连叫道 大家都起身准备 而李荣在说话的同时 外面的突厥三军看守的士兵 也纷纷被炮火的声音吸引过去 他们看见协力可汗中军大仗那天冒出的祸害 领头的将军 直接下令集结 只是留下了两名看守俘虏营的士兵 看守门户 李荣抬头看了看四周 发现就剩下两名突厥士兵看守 直接就是轻飘飘地靠近二人 直接抹杀了二人 就是冲着营地的百姓吼道 大家往西边冲啊 时机已到 就在李荣叫喊的同时 所有百姓都动了起来 听从李荣的指令 直接就是往西边冲 而西边也李荣等人商量好的 埋伏了一支两千人的军队 快走 离开这里 赶紧走 大家不要惊慌 不要叫 安静地撤离 敌人发现不了咱们的 李荣不停安慰着所有百姓 看着百姓纷纷低头不语 每个人都是安静地从李荣面前撤离 跟随大部队撤离 李荣这才明白 这次裹挟的百姓居然有三万多人 而在李荣来之前 被虐杀了一万多人 该死的 一定要你们好看 第三百七十六章 手流弹伺候着 轰轰轰 轰隆的爆炸声传遍整个军营 快 中军大仗速速前去保护 一名突厥将官 催促着手底下的士兵 前往中军大仗保护协力可汗 就在经过俘虏营的时候 看见了倒在地上的两名突厥士兵 旋即便是往俘虏营地看去 空空如也的俘虏军营 顿时就明白了所有 这是声东击西 连忙就是叫住了所有人 一群突厥士兵也是神情就是一致 这人呢 大人 俘虏呢 一名突厥士兵茫然问道 那将官恨不得抽自己这名手下两下 这是被人救走了 看不出来吗 你脑子是跟猪是亲戚不成 将官美好气道 被救走了 这些都是咱们辛苦抢来的财物 不能丢了 士兵们文言也是大怒 这帮苟日的大唐人 居然在咱们眼皮子底下救人 活腻歪了 将军 咱们赶紧追吧 走 当邪利克汗得到消息的也是勃然大怒 立刻就吩咐人前去追捕 而此刻 他也是带着人看着从四面八方飞过来的球体 而这种球体 在飞越了一段距离之后就会炸开 里面爆射出许多东西 爆射出来的东西 杀伤力惊人 许多突厥士兵还没反应过来 就直接被炸得浑身是伤 方寸大小铁器通过爆炸威力惊人无比 那些被击中的突厥士兵 直接就是废了 眼珠子都瞎了 脑门上还击中了 甚至是胳膊胸口脖子 诸多地方 一旦被铁器击中 全部都是重伤 邪利克汗既愤怒又无力 大唐 居然还此等杀气 随后又是一枚铁球飞来 距离邪利克汗不到三十米的距离 一看见这么近的铁球 邪利克汗连忙就是爬在地上 铁球在空中炸裂 那铁器嗖嗖地从 邪利克汗的脑袋上飞越过去 那声音在空气之中撕裂 好像下一秒就会收割了邪利克汗 听得邪利克汗脸色惨白无比 就在邪利克汗准备起身的时候 一片铁片 直接直接就是刮过邪利克汗的肩膀 死 邪利克汗肩膀就是一疼 整个人都懵了 铁器居然在自己的肩膀 留下了伸三寸的伤口 身后的清兵连忙上前将邪利克汗搀扶起来 看见邪利克汗受伤了 连忙就是一脸的惊恐吼叫道 快把大祭司叫来 邪利克汗脸色就是一变 惊恐地看向依旧被铁球轰炸的士兵们 心中满是暴怒 但是又无法发怒 轰轰轰 到处都是爆炸的声音 到处都是三军士兵的惨叫声与惨嚎 救命 救救我 啊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是邪术 邪术 雷神发怒了 雷神发怒了 邪利克汗连忙召集所有士兵 准备从出这个地方 现在大唐四周全是这等杀器 邪利克汗知道自己不能继续待下去了 否则 必然会被这等杀器杀死 李荣带着所有百姓刚走没多久 后面的突厥士兵就已经追了上来 李荣看向后面的突厥士兵逐渐地追上来 脸色也是一变 百姓跑得还是太慢了 距离接应地点最少还有十公里的距离 现在这么多人 速度太慢了 李荣连忙大吼道 赶紧跑啊 突厥狗追上来了 我给大家断后 李荣前面的一些百姓 听见李荣话脸色就是一变 连忙急忙吼道 大家快跑啊 突厥狗追上来了 别给大人惹麻烦 大人在后面为咱们断后 老乡们赶紧跑起来啊 百姓这么一吼 后面的人一个传一个的往最前面传 所有人都发力狂奔起来 那画面就像是一群人被丧尸追捕一般 脸色的表情 惊恐 害怕 急切 快 大家快跑 跑起来 快点 快点跑啊 李荣则是停下了脚步 看向身后的突厥士兵 脸色露出一抹冷笑 系统里面直接全部换取了手榴弹 一共三百枚 这是全部积分换取的手榴弹 手里有了这些手榴弹 李荣心里也有了底气 现在自己的力气 不知道能扔多远 于是便是运行内袭 手里就凭空出现一枚手榴弹 目测突厥士兵 还有五百多米 李荣就拉开引线丢了出去 李荣看着手榴弹 在天空划过一道弧度 向突厥士兵的队伍中落下 轰隆 随着一声爆炸声 突厥士兵传来一阵哀嚎尖叫 以及愤怒的喝骂声 李荣黑黑一笑 不错 五百米 绝对是超越自己前世的极限 想不到那些加持人出去的手榴弹 简直就是超人一般的存在 如果是在奥运会扔千球 铁饼 那自己还不是能破纪录 喃喃自语之后 李荣就看见那帮突厥士 继续追杀了上来 哼 看来是不到黄河心不死啊 李荣对突厥士兵 这么奋力追杀的气势 也不得不给对方点个赞 但李荣的这个赞 就是他们的催命符 李荣又拿出手榴弹 开始连续扔出手榴弹 在突厥士兵的军阵之中 李荣是左边一个右边一个 没有一个手榴弹 是扔在同一个地方 轰轰轰 一连串的手榴弹 在突厥士兵的军中之中炸响 一瞬间 突厥士兵纷纷停滞了 人仰马翻 血肉横飞 尸横遍野 李荣看着被自己炸飞的突厥士兵 更是忍不住为他们默哀起来 不是我残忍 而是你们先残忍的 所以我也是在以比之道 还施比身吧 不给你们一点教训 你们是永远不知道停止杀戮 李荣边说 手中的手榴弹也没停止过 全部飞入突厥士兵之中 这里不是后世 更加不是那个改革开放的时代 所以 李荣也不会拿出后世的那一套 来友好的对待他们 而是用手中的力气让他们明白 大唐不是你们随便觊觎的 安生一点 大家各自安好 既然你们伸出了爪子 那么伸找多爪 一切发生的 都是如此的 突然又如此的自然 仿佛是一场血肉的盛宴 而展开这场 盛宴的人是李荣罢了 李荣回头看向狂奔的百姓 脸色也终于是轻松了不少 距离接引地点 还有五公里 而这些突厥士兵 也被李荣的手榴弹轰炸的南北 都不知道在哪里 第377章 遇袭 看见后面的战况 李荣不由地松了一口气 总算是让他们停止追击了 本来他还担心 这群突厥士兵会继续追击下去 但是发现 还是高估了他们的毅力 希望百姓能跑得快一点 李荣目光 看向那些正在拼命奔跑的百姓们 娜娜自语 李荣 还是顾好自己吧 一道冰冷的声音 在李荣的耳畔乍响 那声音分不出男女 李荣脸色就是一变 一种莫名的危机感 出现在李荣的心头 浑身寒毛倒数 这是死亡的危机 李荣本能的 就是做出防御 身体下意识地使用踏云步 向后就是猛的一缩 黑夜之中 一道寒芒先到 寒光在黑夜之中 散发出阴森冰冷的寒意 咦 冰冷的声音 诧异地发出他原本的声音 是一道女子的错愕声 显然对方也想不到 李荣会在他的刺杀下 居然依靠本能 就能躲了过去 好灵力的争斗本能 居然躲过去了 刺客女子握紧长剑的右手 就是一番 长剑向后刺去 而刺去的方向 就是李荣的心脏部位 看着那女子 几乎是瞬间反手的速度 李荣瞳孔一缩 只见那道长剑 直刺李荣的胸口 李荣踏云步再次运转 身体向后踏出一张的距离 跟此刻女子拉长了距离 直到现在 李荣才看清对方 一身黑色夜行衣 遮挡住了脸颊 让人看不清她的容貌 一柄长剑握在手中 站在黑夜之中 仿佛来自夜间的捕食者 而李荣就是她口中的猎物 虽然这个猎物 此刻带给她诸多的震惊 但是依旧不能让她停止刺杀 李荣目光微微眯起 这个女人身材凹凸有致 挺有料 等等我关注的点 似乎不对啊 李荣连忙将这个想法 从脑子中甩开 而是认真地打量着对方 内心运转 对方好像会隐秘气息的功法 她居然一点感觉都没有 只是对方太过自信了一点 居然在她的面前 直接就说好了 这方自信过头 提醒了 身体的本能反应 也让李荣逃过一劫 你是谁 李荣目光复杂 看着刺客女子 刺客女子冰冷的声音 再次传入李荣的耳内 将死之人 无需知道太过 死吧 说着 刺客女子就是提起手中的长剑 向李荣刺了过去 李荣身形再次一闪 半步退后 全力爆发 李荣的身体 像一颗射出去的炮弹一般 冲向了女子 女子显然也被李荣 这个送人头的行为 给弄冷了一秒 随后就是面露一喜 手中的长剑 更是发出嗡嗡的剑鸣声 好像眼前这个愚蠢的人类 即将要死在她的手中一般 李荣身体爆射而去 凌空翻转身躯 一直角落地 顺着冲刺的速度 李荣借着地面 强行改变了方向 再次爆射而去 然而 这次李荣的方向 却是女子左边的长剑的侧边 在长剑的侧边 李荣就能轻松地躲过长剑的攻势 而这种攻势 李荣轻易地躲避了 女子见李荣借助地面改变方向 心中更是震惊 但是震惊的同时 她也是强行地收住了手中的长剑 要改变招数瞄准的位置 却是李荣的眼睛 李荣建议到寒芒出现在她的面前 李荣身体蹲下 左腿直接侧踢向女子的小腹 只听一声闷哼 女子身体迅速倒飞一米 想不到 你居然有这种失恋 女子此刻看向李荣的目光 充满了不解跟疑惑 在她的认知 这个世界上 没有人能够做到她那样 死死压制 这不不单单是在功力深厚 更是对临场的应变能力 还有就是 面对自己的攻势 李荣都能做出很好的应对 这是她没有想到的 李荣居然能够做到这样的一幕 你想不到的事情多着呢 不过没关系 我很快就知道你是谁了 李荣暗暗心惊 这个女人实在是太可怕 实力丝毫不比袁熙三女弱 反而李荣觉得袁熙三人 还比她弱上几分 这不是李荣妄自揣测 而是真正地感受到了一股危机 这种感觉很不好 李荣觉得自己 只要稍微地大意一下 自己就会死得很惨很惨 因此 李荣是丝毫不给对方任何的机会 她深吸了一口气 从脚底下捡起石头子 她要作为武器 跟对方作战 在战斗中 只要能够牵制对手的东西 都是武器 石子就是李荣的武器 她要在系统里学的一门功法施展出来 弹指通 听起来很想金庸武侠小说里面的功法 其实并不是 这种功法的来历 就是这个星球 曾经出现过的一门绝学 这是李荣在系统里面兑换功法的时候发现的 而且是系统备注的 写的是这个星球曾经的一门功法 堪称绝技 李荣最早的时候也不在意 觉得自己多学学 没有什么坏处 现在不就是好的机会了吗 只要李荣施展弹指通 那么此刻女子也会被李荣失手杀死 不是因为别的 就是这门功法 简直就是一门衣精 不是因为别的 因为功法上面 全部人体翘学的所有方位功效 都会记录在功法上面 但是只要发挥出来的话 击中了对方的穴位 李荣就能完全压制对方 对方见李荣弯腰捡石头 这就让他更加的惊讶 但随后就是愤怒 女子感觉自己的智商遭受了侮辱 随后 就是提见向李荣再次发动攻势 而是攻势十分的刚猛霸道 再也没有刚刚开始那样温柔对待 李荣心中 悍然这个女人挣得是不简单 美女要不这样 你有什么目的说出来 我也能给你报仇 咱们各之所需可好 李荣连忙试图 跟对方交流一下 毕竟这个世界上好像没有钱是买不到的 只有要有钱就能买通对方 毕竟对方还是一名刺客情况下 哼 你还不够资格 刺客女子冷冷地回复手中的攻击 更是越发的凌厉起来 李荣一旦稍微地出现一点失误 女子可以保证 分分钟就收拾了对方 李荣心中也是无奈 莫名其妙 难道还是附神教的人 李荣心中是这么想的 而李荣却并不知道 此女并不是升附神教的人 她的来历更是冷人无法想象 第378章 机智 就在女刺客话音落下的同时 手中的长剑再次刺向李荣 带着一往无前的气势 让整个空间都出现刺客那凌厉的攻击方式 李荣也是突然被这刺客施展出来的手段给吓到了 只见在李荣的面前出现一道道虚无的影子 犹如实质 又如同幻影 一切都是那么的真实又虚无 但是李荣自己 却是被这眼前突然出现的画面吓到了 我擦 这是闹鬼魔 凌厉的寒风刮过李荣的衣角 又从李荣的身边飘过 又是一道看不见的攻击在李荣的身体上留下的一道血痕 李荣自觉的自己身上手臂胸口 但凡能够看见的地方都出现了大小不一的伤口 然而这些伤口也让李荣疲于奔命 他是不停地闪躲 每次都能感觉到有攻击袭来 就是看不见 李荣也只好是本能又狼狈地躲闪着攻击 女刺客却是似乎一直都不曾动过 一直保持着那个攻击的姿势看着李荣 这是怎么回事 对方不动就能攻击我 是我太慢还是对方太快了 李荣整个人都被这看不见的攻击吓到了 就算是他踏入修炼这么久 第一次遇见这种直面生死的危机 深深地吐出一口浊气 李荣再一次躲避着攻击 心里也在盘算怎么脱困 毕竟这样下去是不行的 对方的攻击都是招招夺取他的性命 李荣却不知道对方到底是什么人派遣的 这样不行啊 像个无头苍蝇一样 李荣心底暗自说道 辞了 就在李荣想尽办法解决的时候 一道无形的气势冲向李荣 李荣抬眼看去 直见女刺客直接提剑刺了过来 李荣是连忙运转踏云步向后一个后退 躲避着来自刺客那看不见的攻击 只是李荣怎么也没想到 女刺客似乎知道 李荣要退后一班 直接就是脚尖轻点 整个人冲向李荣 眼见女刺客要刺向自己的胸口 李荣再次踏云步往后退去 女刺客同样也是脚尖再次轻点 紧随其后 见状李荣也是没有一点办法 这样下去不行 对方速度比自己还快 踏云步不行啊 对方脚尖轻点地面 就拉近了不少距离 李荣 你的命 我收了 声音从女刺客的嘴里说出来 没有任何的情感波动 似乎在做一件极为平常的事情 李荣心中暗骂 这狗日的 到底是谁花钱卖命 这么狠 心里虽然是这么想的 嘴上却是愤怒的 到底是谁花钱让你刺杀我的 就算要我死 至少也让我做个明白鬼吧 一个死人没资格知道 女刺客冷漠地说着 手中的剑再次加大的力道 冲着李荣的心口直面而来 李荣见状也是无奈 脚尖轻点反向从向女刺客 脸色挂满了笑意 女刺客被李荣这样的一波操作给正懵了 这是依旧放弃治疗了 直接送死吗 还有 你为什么要笑 笑得那么令人讨厌 转念一想 这个讨厌的笑容 依旧是最后一面了吧 马上就要死在自己的手上 他叫李荣 一个很神奇的人 但是既然接受了这个任务 那么就要杀死他 安息吧 女刺客面无表情地说着 等待着那团血液从李荣的胸口处滑落 但是他马上就错愕了 因为李荣身体 在冲向他长剑的剑尖的时候 自己就是侧身而过 长剑剑尖 直接是划过李荣的胸口而过 一口鲜血 直接从口中喷涌而出 李荣在侧身的刹那 整个身体 似乎被一头蛮牛撞击一般 整个人直接是飞跃而去 李荣是彻底惊呆了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攻击 说出去都不会有人相信 一把长剑居然能够做 多被蛮牛撞击一般 李荣在吐血的同时 身体也是迅速地向后倒飞而去 与此同时 女刺客身形一闪 就出现在李荣身边 饶有兴趣地看着李荣 似乎怎么也想不到 在最后一击 李荣居然躲过去了 在他的刺杀中 没有人能够躲过最后一击 但是今天 出现了李荣这个意外 他居然躲过去 而且还是反向送死的情况下 不管是速度还是攻击 还是招式 女刺客都是有绝对的把握 刺杀掉李荣 但是今天 他不仅看见了可恶的笑容 还看见了 有人居然能够躲过他的致命一击 你到底是谁 冰冷的声音再次出现 李荣身体终于是倒飞中 撞击在一棵树上 而身边却出现女刺客的倩影 声音似乎带着某种魔力一般 让李荣的精神清晰了不少 刚刚那一件到底是什么回事 自己好像是被封锁了一般 在侧身的刹那 李荣就好像被一只蛮牛撞击 被马车冲撞一般 那力道绝对能够赶上车祸现场了 嗨嗨 李荣咳嗽地看着女刺客 发现女刺客 好像是好奇地在打量自己 我就是我 还能是谁 你是谁 刺杀也不知道自保家门 就算要杀人 也要把谁花钱雇佣你杀人地说出来 不然我变成鬼 也会缠着你的 你总得让我雇主是谁 我好下去跟阎王爷告状 死后也算是冤有头债有 闭嘴 你这人怎么这样 我都被你打残了 你还不让我说 再说了 是你自己要问我是谁的 我只是告诉你 我是谁二雅 李荣 你可以死了 听着这话 李荣连忙一口鲜血喷涌出 连忙高举双手道 且慢 又怎么了 女侠 我想知道 到底是谁雇佣你来刺杀我 我就想死得明白 李荣说着 右手反向成爪 一颗烟雾弹 凭空出现在李荣手中 李荣无力地坐下 烟雾弹也顺势而开 连忙冲着女刺客大吼道 快走 我要炸了 刺刺 一道道烟雾 从李荣的身体上暴射而出 李荣连忙将身上的手榴弹也丢了出去 在不远处 让手榴弹爆炸去吧 而自己再次拿出烟雾弹 往地上一扔 然后在烟雾弹的地方 丢下手榴弹 女刺客显然也是被李荣这一波操作正懵了 这是要炸死自己吗 还是要准备脱身 女刺客也没多想 就是直接冲进烟雾之中 第379章 救命系统 烟雾弥漫 飘散了很久 女刺客始终没有找到李荣的身影 就连她气息和呼吸声都未曾察觉到一丝一吼 该死 她跑到哪儿去了 片刻后 烟雾散去 周围已经看得一清二楚 那李荣的身影始终没有出现 这个人就好像是凭空消失了一样 女刺客心有不甘 周围已经被她反反复复地找了几遍 别说李荣 就连她的气息也消失了 该死 直到许久过后 女刺客这才不甘地离开 女刺客离开许久后 扑通一声闷响 李荣凭空出现 一头栽倒在地 嗨嗨 身上的伤势过重 李荣忍不住地又渴了两口鲜血 真是狼狈啊 谢谢啊 感慨了一声之后 紧接着 李荣又说出一句莫名其妙的话 这一声谢谢 她对着半空中说的 方才宿主的生命受到威胁 系统迫不得已 强行将系统打开 让宿主避难 如今危机暂时过去 还请宿主赶快离开 听完系统那道机械音 李荣苍白的脸上露出一抹苦笑 唉 还真是无情啊 李荣之所以能够躲过那女刺客的致命一击 全靠神奇的作弊器 最强地主系统 方才那李荣 原本是打算利用烟雾弹所散发出来的烟雾 让女刺客上当 不敢靠近自己 可谁曾想 那女刺客如此疯狂 竟然不管不顾地 直接冲击烟雾里 那一刻 李荣觉得 是自己自从来到大唐之后 距离死亡最近的一次 李荣已经做出 与女刺客同归于尽的决心了 可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她忽然觉得眼前一黑 一股自己难以抗拒的犀利 拉扯住衣衫 向后用力一扯 这 这里看着 怎么这么熟悉 系统里 李荣曾经不知道来过多少次 当然在这之前 她都是神识出入这里 没想到有一天 自己不仅神识进来了 就连肉身一同进了这系统里 还没等李荣想明白是怎么回事呢 她忽然觉得猴头一甜 可出一口血 为了避免自己死在这系统里 李荣果断地兑换了几颗丹药 平时都是求助别人 这一次 却换成自己给自己疗伤 不过 李荣有丹药在手 心里也踏实很多 正当这时 她忽然听到一道女人的声音 原来是那女刺客的声音 嘿嘿嘿 小样 你还想杀我 我有这个作弊器 是不会这么轻易地被杀的 哎 一番自言自语过后 李荣突然有些遗憾 如果不是自己此刻受伤严重 就凭自己此刻所在的地方 趁着那女刺客不备 给她致命一击 那就再好不过了 不可能 宿主想都不要想 如果不是危及到宿主的生命 系统是不会干预宿主任何事情的 系统的一番话 犹如在李荣头上泼了一盆冷水 正当李荣还想继续说点什么的时候 她忽然觉得自己眼前又一黑 那种让人难以抗拒的拉扯力 再一次袭来 待到她睁开眼睛的时候 发现自己已经回到之前的地方 那女刺客早已离开了 系统的无情 李荣早已见识过了 不过她在心里还是很感激的 毕竟系统 在关键时候救了自己一命 收敛思绪之后 李荣将握在手中的丹药放到口中 这一次兑换的丹药 可是前所未有的 她为了短时间内 将自己身上的伤治好 足足花费了几千积分 兑换了一颗终极疗伤丹药 丹药顺着喉咙进入体内 顿时一股暖流 奔涌到身体中的奇经八脉 紧接着李荣察觉到 不仅身体各处的小伤口开始痊愈 就连那受伤最重的胸口处 也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愈合 紫紫 正当李荣感受着身体中的变化时 对讲机中突然传出声音 家主 家主 你在哪儿 听声音是来自牧原的 听这小子的声音 一定发觉自己出事了 因为自己并没有按照约定 时间返回 紫紫 家主 你出个声啊 兄弟们去救你 这次说话的是小五 显然他已经听到牧原所说的话了 你们都回去了吗 为了避免这些臭小子一个冲动 跑出来找自己 李荣只好出声阻止道 啊 家主 你没事啊 太好了 我们还原你出事了呢 李荣的话音刚落 就听刘大彪的声音 也在对讲机里响起 好了 我稍后就会回去了 说完 李荣便将对讲机收起 站起身来 虽然身体的伤还未痊愈 但是他担心那女刺客 来一个回马枪再找回来 到时候 被他再看到自己 李荣不敢想自己 还有没有方才的运气了 脚步虚浮 却始终警惕 李荣总算是摸着黑回到 他与特种小队约定好的地方 带到他来到这里时 发现这里不只有特种小队 程咬金所率领的唐军也在这里 还有他所救下来的 那三万多名大唐百姓 这时 天色已经微亮 已经焦急等待了一 夜的众人 发觉前方走过来一个人 带到来人走到近前时 他们终于看清楚 来人正是李荣 李荣此刻 可谓是狼狈至极 浑身血迹 头发散乱 脸色苍白 在这之前 李荣留给众人的印象 都是无往不利的 尤其是 他在攻城的时候的勇猛 更加让人印象深刻 家主 家主 你为何会如此 先一步冲过来的是牧原 以及特种小队的队员们 李荣 先知 你这是出了什么事 那原本在行军大仗中的程咬金 听到外面的嘈杂声 也匆匆跑出来 待到他看清李荣的惨状时 心里的怒火 直冲头顶 哇呀呀呀 告诉我 是谁这么大胆 老夫这三板斧可不是赤素的 我们进去说吧 看到眼前这些熟悉的面孔 李荣这才觉得自己活了过来 这一路走来 他总觉得 自己走在去阴间的路上 所幸 自己服用了一颗救命丹药 虽然看着惨了点 但是身上的伤 早已痊愈了 不过这些人对自己的关心 还是很让李荣感动的 第380章 新计划 可正当这时 那些被李荣救回来的百姓 突然看到恩人回来了 再也按捺不住 跪倒在李荣面前 恩人啊 是您救了我们的命啊 如果说 方才百姓们 还没有看清李荣的惨状 心里还不算太惭愧 可此刻 他们这一看 原来恩人昨夜 为了救自己 付出这么多 想到这里 那三万多位百姓痛哭流涕 全都在地上磕着响头 朴实的百姓 不知用什么方法 感谢救命恩人 他们知道自己身无常物 只好用这种方式 来表达自己 对恩人的感谢 快快请起 我李荣既然已经答应你们 把救出来 就一定会兑现承诺的 大唐是不会抛弃任何一个子民的 李荣的一番话 虽然简短 但是却让这些边境的百姓 真正认识到 自己身为大唐子民的好处 百姓们对李荣感谢了一番之后 便各自散开了 因为他们看得很明白 这位贵人身上还受着伤 他现在需要的是休息 百姓们散开后 李荣终于松了一口气 随着程咬金 以及其他人 回到大掌之中 可累死我了 李荣接过那何尝是道的茶水 早已干裂的嘴唇 才得到缓解 李荣贤侄 你这一夜究竟去了哪里 程咬金刚一坐下 便开口对李荣问道 这一句话 也是在座的其他人问的 只是没有程咬金这么快 李荣看了众人一眼 随即将自己昨夜的经历 讲述了一遍 待到李荣讲述完 众人这才得知 原来他昨夜遭遇了刺杀 而且那女刺客的手段 就连李荣都疲于奔命 差点没有命赶回来 这李荣是什么样的身手 在座的各位 又如何会不知 而且他对敌的手段层出不穷 就连他都差点死在那女刺客的手中 如果换作是自己 不知有没有李荣这么好的运气 没错 李荣能够从那女刺客的手中逃脱 众人归功于他的运气 对众人的说法 李荣也只好默认了 他总不能将自己最大的秘密 公之于众吧 陈伯伯 突厥三军那边有什么消息吗 李荣不想再想昨夜的事情 那女刺客没有杀死自己 一定还会来找自己的 昨夜虽然对于李荣来说十分凶险 但是他却发现了系统的一大作用 他知道无论如何 系统也不会让自己轻易死去的 所以即使他对那女刺客的身份 甚至他受雇于哪一方面 全然不知 也丝毫不会担心 但是必要的警惕性 还是必须得有的 李荣担心 上一次女刺客没有杀死自己 如果下一次他发起狠来 直接砍掉自己的脑袋 到那时 就算自己有系统 恐怕也来不及躲进去了吧 突厥 程耀金原本还在为李荣受伤的事生气 在听到李荣提到突厥的时候 忽然大笑起来 贤侄 你不知道 昨夜那邪力可汗 被我们炸得屁滚妙流 听说受伤了 而且还伤得不轻 哈哈哈哈 痛快 没想到那红衣大炮如此厉害 还是贤侄你厉害啊 说着程耀金 又忍不住在李荣的肩头拍了拍 李荣昨夜受的伤刚刚痊愈 哪里受得住程耀金的力气 只见随着他的动作 李荣的脸色一白猴头一甜 嗨嗨 鲜血顿时从口中一出 咦 贤侄 哎呀 你看看 程伯部不是故意的 李荣的样子实在是太吓人了 吓得那程咬金连忙住了手 哪里还有一点方才的样子 家主 家主 你怎么样啊 李荣的样子 同样吓到了帐中的其他人 那何尝是 更是泪水连连 一双信眼 怒瞪着程咬金 那什么 贤侄 你伤还未痊愈 这就去歇息去吧 兔爵那边暂时没有什么动静 我猜想 他们是被我们的红衣大炮打怕了 说不定 过几天就滚回草原了 程咬金剑 因为自己的鲁莽 他实在是不好意思 在缠着李荣谈这次的战事了 第二日 打了圣仗的唐军 在程咬金的一声令下 返回碧阳城中 同时还有 那三万多名的百姓 因为李荣受了伤 这次回城 他是全程坐在马车里 当然 在马车里不只是他 还有 嗨嗨 何尝是 昨夜何尝是 借着照顾李荣的借口 与李荣共处一个大仗之中 那李荣看着何尝是这样一个大美人 虽然心仰难耐 可也考虑到 这大仗并不隔音 也就只好放过了他 不过上下其手 满足一些其他的愿望 还是可以的 经过这一 夜 李荣和何尝是的关系 突飞猛进 导致返回碧阳的这一路 李荣也没有放过他 两人始终腻歪在一起 不过李荣也知道 沐原正在周围 这小子虽然承认了他这个姐夫 但是并不代表 他会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背着沐婉青 去和别的女人做苟且之事 即便要做 也得在他不在的时候 碧阳城中 得到消息的城中百姓 还有牛静达 郭阳早已等候在城门口 远远的他们便看到 那大军后面 一路跟随过来的三万多名百姓 这些人可全都是大唐的百姓 在这之前 从未有被突厥掳走 毫发无伤回来的这种事发生 可今天他们亲眼看到了 这一刻所有人都觉得扬眉吐气 全都是因为一个人 李荣 可 李荣却因此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想到这里 牛静达的双眼变得通红 郭阳也同样如此 回到城中之后 全城百姓又是一番对李荣的感谢 逼得李荣不得不从马车里走出来 再也没好意思回去 开玩笑 被这么多人看着 自己还要 耐在温柔乡里 那自己这里县子的名声 还要不要了 一路上 李荣就像领导检阅军队一般 向百姓们挥手致意 没办法 他现在代表的可是大唐啊 在边城百姓们 遭受战火的洗礼后 难道还要看朝堂派过来官员的脸色吗 而且 李荣从这些百姓们的脸上看到了安平村村民们的影子 战争过后 就要鼓励百姓们重建家园 这一刻 李荣的脑海中又想出一系列帮助百姓们的计划 第381章 突厥退兵 自从那次 李荣亲自带队营救百姓 并把协力可汗吓得胆子快要破了之后 突厥三军再无任何动静传回来 暂时的平静 并不代表协力可汗放弃大唐这块肥肉了 恐怕他这是选择暂时的折服 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来一个大招 让守城的将士和百姓们招架不住 为了李荣将特种小队派出去 从各方面打探消息 同时 他为了让碧阳城百姓们重建家园的计划顺利进行 写了一封信送到安平村里村长的手中 原本李荣打算将系统里的农作物种子发到百姓们的手中 让他们种植 可惜如今这个季节种什么都百大 于是 李荣想到了从安平村往这边运粮 当然 这些粮食不是安宁村的私粮 而是李荣借着李二的名义 捐给边城百姓的救济粮 虽然都是从安宁村所出 但是李荣让边城百姓们看到了朝堂和陛下关系百姓苍生的心 还有用来取暖的火炉 李荣则是通过安平村在边城的各处商铺 逐渐让边城百姓 过上了一个温暖的冬天 就在李荣想方设法帮助边城百姓重建家园的时候 安平村莫宫 这天半夜时分 一道黑影悄悄潜入 这黑影犹如狸猫一般 悄无声息 没有惊动村里的一个人 片刻后 黑影闪出莫宫 只见他熟门熟路地避过几个岗哨后 摘下伪装 朝着安平村最热闹的不夜城的方向 不急不缓地走过去 碧阳城外百里处 一片连绵不绝的山脉中 这里是协力可汗的临时驻扎地 碧阳城那边如今是什么情况 最中央的帐篷中 协力可汗对刚刚带回消息的探子问道 回禀可汗 碧阳那边有了李荣 百姓的生活大都已经恢复正常了 属下看着 他们现在的生活比以前还要富足 什么 怎么会这样 难道那密阳城的百姓 还有我们未曾到过的地方 听到手下的汇报 那协力可汗总觉得 如今在大唐百姓们手中的钱 全都应该是自己的 哼 这些狡猾的大唐人 当初我们就应该 把他们全都杀光 然后来一次全程搜索 我就不幸 找不到被他们藏起来的钱财 可 可汗 那密阳城百姓 能过上这样的生活 全靠一个人 如果不是他 恐怕那些大唐百姓 在这样的天气里 会冻死不少 哦 这是为什么 探子的话 立刻引起协力可汗的注意 是 是因为一种用来取暖的东西 探子吞吞吐吐 让协力可汗的耐心 一点一点被消磨干净 快点说 我不想再听废话 是 可汗 是一种叫煤炭炉的东西 煤炭炉 那是什么 这个词对于来说 协力可汗 闻所未闻 是一种可以让大唐百姓 度过寒冬的东西 探子继续说道 这也是那里荣带过来的 是 是他 哼 这里荣 还真是一个棘手的人物 协力可汗 如今身上的伤害 未曾痊愈 原本他还想与里荣 见面谈一和的事 可这一次的损失惨重 让协力可汗 直接打消了这个想法 探子退下后 协力可汗口中 一直重复着李荣的名字 突然他朝着帐外吩咐了一声 传国师 此刻国师所在的大帐中 苏义的手中 正拿着一张白纸 仔细看上去 这竟然是一张图纸 哈哈 有了这个东西 我就不相信收拾不了你 李荣 你的秘密已经被我拿到了 你的命早晚都是我的 国师 可汗传照 帐外响起一道声音 苏义随手将手中的图纸 贴身藏好后 随即转身走出大帐 可汗 来到协力可汗这边 苏义恭敬地说道 国师 你来了 赐座 协力可汗 由于伤势未愈 脸色不是很好 此刻正慵懒地 靠坐在大帐前端 国师 我们这次损失惨重 伤了元妾 国师上次的提议 本汉同意了 我们回汪廷 听完协力可汗的一番话后 苏义没有多说什么 想到怀中藏着的那张图纸 苏义想要的 可不只是从大唐百姓手中 抢夺的那点东西 他还有更大的企图 想要实现 回汪廷是目前最好的选择 大汉英明 想过之后 苏义简短的几个字 支持了协力可汗的决定 碧阳城 突厥三军退兵的消息 当天 就已经传回 听到这个消息时 城里内外的百姓和将士们 一片欢呼声 甚至还有人抱头痛哭 因为他们想到了那些 在战火中 失去生命的亲人 长安城甘露殿 边关突厥三军退兵的战报 刚刚传回 李世民便一指诏书 将李靖以及程咬金 牛靖达 李荣 以及几十万大唐将士 班师回朝 历经几个月的大战 终于告一段落 但相比 与其他人的兴奋 李荣的心里 却隐隐觉得有些不安 他总觉得 这一次突厥退兵 似乎太容易了 为了防止避养的事在发生 李荣命令特种小队留下几人 找机会渗透到草原突厥王亭中 掌握这些草原恶狼的一举一动 李荣这才觉得 心里踏实一些 长安城打了圣仗的大唐官兵 受到全城百姓的热烈欢迎 这一次 他们可算是扬眉吐气 与出征时低迷的气氛截然不同 皇宫里李世民 为了给劳苦功高的几位大将 接风洗尘 邀请文武百官 并赐下圣宴来款待他们 李荣作为这场圣仗里最大的功臣 自然是被皇帝当着所有人的面包奖 不仅如此 李荣的爵位也在升一级 由之前的安平县子 升为安平县公 称呼改了 但是封地还是在安平村 其他没有任何改变 当初的一介流民 如今摇身一变 成为大唐地位尊崇的勋贵 这种事情在大唐可是前所未有的 可李二陛下作出的决定 朝堂上竟然没有几个持反对意见的 原因无他 还不是李荣这一次贡献出的红衣大炮 直轰的那突厥可汗下破了胆 听说还因此受了重伤 试问在座的各位 谁有这种本事 因此 在听到李荣在战场上的攻击后 所有人都闭上了嘴 第382章 此鸡飞笔鸡 谢 陛下 李荣在听到李世民又给自己提了一击 心里颇有些感慨 小爷这一次 差点丢了小命 嗯 这些是我应得的 而且已经被李二拉上了朝堂 如今在想攻城身退 恐怕是不可能了 哈哈哈哈 那龙椅上的李世民看着李荣 愈发地觉得自己 将他拉入朝堂的决定十分正确 李荣贡献出来的武器 不仅有碎发枪和手榴弹 如今竟然还有红衣大炮 这可是至今为止 李世民听说过的最厉害的武器 只不过 李荣贡献出来的 只有几十台 对于如今被诸国虎士丹丹 视为肥肉的大唐来说 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 宴会过后 刚想趁着人多溜出皇宫的李荣 再一次被拦在了宫门口 走吧 他就知道 李二是不会轻易放过自己的 看到李二身边的内奸出现在眼前时 李荣无奈地说道 带到李荣来到甘露殿后 发现朝中大佬 有一位算一位都在 看他们的神情 显然是在等自己 李二陛下的这些公骨之臣 长孙无忌 魏征 房玄灵 杜如慧等几位文臣 还有程咬金 牛静达在内的武将们 看着李荣年纪轻轻 绝位一生再生 别人家的孩子总是那么优秀 可以想到自己家的那些熊孩子 朝中几位大佬 就有种想要立刻回家 抱走他们一顿的冲动 陛下 李荣先是向李二陛下 行了一礼 李宪公请起 李荣刚刚站起身 便看到来自朝中几位大佬 艳羡的目光 他一次见了李之后 只见李二几步来到李荣面前 李荣 听说你这一次遭遇刺杀 而且还受了很严重的伤 李二问道 其实这条消息 李二早已从传回朝堂的战报中得知 以他对李荣的了解 当时的情形 一定是什么凶险 不然以李荣的积锦和身手 也不会弄得差点回不来 一想到这一点 李二便怒火中烧 李荣如今对于大唐来说 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人 不知是哪个胆大妄为的狂徒 一定是知道了李荣的重要性 这才选择痛下杀手 不管因为哪一点 李二陛下 今天当着文武百官的面 提升李荣的爵位都不为过 甚至他还觉得有些不够 可是考虑到李荣的年纪 提升太快 反而会使他成为众矢之地 也只好从别的方面补偿他了 嗨嗨陛下 这一次的确是凶险 不过还好 我命大活着回来了 只不过那女刺客 至今未曾寻到下落 至于那幕后之人的身份 更是无从查起 李荣说 这番话的时候 神色平静 早已刺杀事件之后 其实李荣过了一段 提心吊胆的日子 那女刺客神出鬼没的手段 令李荣至今回想起来 都觉得心惊 心惊过后 李荣便是想方设法地 提高自己的修为 原以为自己的修为 已经步入高手的行列了 可自从自己差点命丧 那女刺客手中后 李荣这才明白 人外有人这句话的意思 朝中的几位大佬 自然是将李荣的话听进去了 同时 他们也在为李荣的安危担忧 不仅是他们 其实李二陛下 在得到李荣 差点被刺杀成功的消息后 便已经做出决定 派几名宫中高手暗中保护 无论他答不答应 至少这些人在他身边 还能起到警示的作用 不过这些话 李二并没有当着 其他朝中大佬的面说出来 毕竟他给李荣的这种待遇 可是亲王级别的 以李荣如今的爵位 没有这个资格 向李二和朝中大佬 讲述了一番 自己遇刺的过程后 李荣又拿出在这一次战争中 起了很大作用的对讲机 李二和朝中大佬们 自然是一脸惊讶 不知李荣手中 那犹如砖头一般的东西 是为何物 对于这些土包子的表情 李荣早已预料到了 于是他嘴角上扬 表示要当场掩饰 随即李荣将其中一部对讲机 双手奉上 交到李二陛下手中 然后他自己拿了另一部 在众人诧异的目光中 迅速跑出甘露殿 一直到他与李二陛下 互相听不到对方声音 这才停了下来 这小子又在搞什么把戏 朝中诸公虽然不知李荣 为什么要跑出去 但是他们全都一脸笑意地 看着李荣和李二陛下之间的互动 因为在这之前 他们已经看过不知多少遍了 每一次李荣有这种怪异的举动 总会拿出一种惊世骇俗 改变大唐命运的东西 相信这一次 也不会让甘露殿的各位朝臣失望的 子子 突然李二陛下手中拿着的对讲机中 传出声音 顿时引起甘露殿里所有人的注意 紧接着 那对讲机里竟然传出一道熟悉的声音 陛下 诸位书吧 你们好啊 小子在这里向各位见理了 是 李荣 李荣怎么会在这里 李二陛下和朝中诸公对李荣的声音再熟悉不过 很快他们便反应过来 此声音就是李荣 众人下意识地朝着前方看过去 只见那远处 由于距离太远 只能隐约看到一道模糊的身影 正是李荣 李荣 你在搞什么鬼 你的声音怎么会在这里 李二陛下 如果不是自持身份 方才李荣的声音 从他手中这小小的方块中传出时 就立刻扔出去了 这也太吓人了 索性此刻是白日 如果夜深人静的时候 闹这么一出 见证了这一切的李二陛下和诸公 恐怕会认为是闹鬼了 被李荣无缘无故吓到了的李二 自然是美好气的 想要李荣一个解释 陛下 您和臣下手中拿的东西 名叫对讲鸡 对讲鸡 对讲鸡 哇哈哈 我还对讲鸭呢 那边程咬金 在听到李荣说出这东西的名字时 立刻大笑出声 如果不是他亲眼所见 恐怕方才李荣在说出名字的时候 他恐怕会认为是一种吃的呢 程之节 莫要放肆 程咬金的一番话 令诸公忍俊不惊 李二陛下也差点破功 可他一想到 李荣拿出来的这东西 一定至关重要 这种场合实在不适合开玩笑 于是便出言阻止了程咬金的胡闹 第383章 千里传音之神迹 带到李荣重新回到甘露殿后 殿中李二陛下和朝中诸公 看着李荣的目光 就像是看怪我一般 神乎奇迹啊 相隔这么远 都能清清楚楚地 听到对方的声音 这如果在战场上使用 相互传递消息 那可太方便了 陛下 陈下这一次在碧阳战场上 已经使用过 觉得这对蒋鸡 对我们大唐的作用非常大 编程有战报 都是800里加级 800里加级的过程中 我们要损失多少人力和战马 我曾经做过计算 这800里加级 即便是不眠不休 从边境赶回长安 将战况上报 最快也得七八天 李荣在做这番分析的时候 殿中诸公全都点头附和 尤其是李靖和程耀精 几位武将 对于战场上的事情 更是了如指掌 七八天啊 这些时间看似很短 可战场上的事情 瞬息万变 在往长安汇报战况的 这七八天里 不知会发生多少事 我们这一次的碧阳之战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当初我们接到消息的时候 是碧阳城出事 可 带到我们的大军 赶到那里的时候 碧阳城里的百姓 已经遭受了非人的折磨 不仅如此 就连碧阳周边的城镇 也遭受了吃鱼之殃 说到这里之时 李荣感觉自己 又回到了碧阳战场 大唐百姓的惨壮 至今还又济于心 他的脸上 也随即闪过一道不忍 那边原本 怎怎呼呼的程耀精 也因为他的这番话沉默下来 不只是他 还有李靖 牛靖达等几位亲眼 看到过惨壮的武将 也都回想起来 李二陛下 心系天下百姓 对于李荣这些话 同样是心生不忍 大唐内忧外患 最苦的就是这些黎明百姓啊 正当众人的情绪 有些低迷的时候 李荣的声音再一次响起 显然他的话还没有说完 陛下 您知道这对讲机 使用的范围是多远吗 李荣此时已经整理好情绪 有了这对讲机 他相信再也不会出现 战机延误之时发生了 李荣 你有什么话快点说完 李二陛下 被李荣这突然转变话题的速度 弄得措手不及 明明方才还在说 碧阳战场的事 怎么这么一会儿 就又转回到这什么对讲机上了 李荣话题的突然转变 不仅李二陛下感到无语 其他朝中众臣 也皆是一副 要找李荣算账的架势 令李荣感到头皮发麻 嗨嗨 这对讲机方 才陛下已经与陈下 演示了他的使用方法 最重要的陈下还未讲 这对讲机有个使用范围 陈下可以这么说 陈下拿着这对讲机 回到安平村 都可以随时与陛下您说话 李荣的话音刚落立刻 大殿之上的朝中众臣们 全都是一脸不可思议的深情 哇嗨嗨李荣 你这话有些不经不实啊 能这么远吗 先开口的 果然还是程咬金 他向来是天不怕地不怕 方才那李荣的话 对于他来说 更是天方夜谭 因此 他下意识地发出疑问 其实不只是程咬金 不信李荣所说之言 就连李二陛下 也对他的话有所怀疑 所谓的千里传音 也不过如此了吧 陛下 程伯伯 各位书吧 小子就知道你们不信 可这都是事实啊 安平村距离这里是十里 不要说十里 即便是在远一些的地方 这对讲机也能正常使用 手持对讲机的双方 也可以清楚地 听到对方之所言 李荣 那你说 这对讲机使用范围 究竟有多远 李二陛下见李荣言之凿凿 不像是说谎 而且 李荣哪一次拿出的东西 不是惊世骇俗 让人误认为是 神仙用的东西 也许这对讲机 也是他大梦千年之后 才会有的吧 嗯 陛下 主公 这对对讲机 最远可以达到五百里 如果用八百里加级 举例说明的话 这对讲机仅用三步 便可以足不出户 达到八百里加级的作用 甚至可以实时 得知前方编程的战况 如此这般 便再也不会出现 传递紧急军情的时候 还得需要七八天的时间了 陛下宁 大可以人 还在皇宫之中 便可以做到隔空指挥 轻松做到 与前方将领互通消息 随时掌握前方战况 李荣知道众人心中所想 包括李二陛下在内 全都想到 将这对讲机在战场上使用 因此 他才要让这些人 弄清楚对讲机的 使用方法和用途 可带到他讲述完 这对讲机的妙处时 众人再一次被震惊了 千里传音 老臣今日真的见识到了 千里传音的威力啊 说话的是杜如慧 对于李荣线上的对讲机 今日他可算是大开眼界 这小小的一方东西 是宝物啊 陛下 臣下有话说 这时 长孙无忌开口说道 爱卿请讲 李二陛下回应道 陛下 李宪公所献之物 今日除了我们这些人 不能让任何一个人得知 这是绝命 长孙无忌的话音刚落 便立刻得到其他朝中重臣的负荷 陛下 臣复义 嗯 的确 李荣线所献之物 对我们大唐来说 至关重要 朕已经决定 由专人看管 不会让他随便被世人得知 让这宝物起到最大的作用 是 陛下英明 李二陛下的决定 也是朝中诸重臣心中所想 拍马屁谁都会做 自然是不会浪费任何一个机会 李荣 你今日献上如此宝物 又立了一大功 唉 真是头疼啊 朕都不知该赏赐你点什么了 说着 李二陛下揉了揉头 对李荣说道 陛下 无需再赏赐了 李荣这么做 也是为了大唐着想 毕竟李荣 也是大唐的一份子不是 李荣的婉拒令李二陛下 和朝中诸重臣对他的印象 更是好上几分 这孩子还真是懂事啊 他怎么 就不是自己的孩子呢 一想到这一点 朱重臣的脚趾头 就觉得很痒 很想找人踹一踹 嗯 就这么决定了 回家之后 便找家中那不孝之子 好好算算账 好了 李荣 你一路辛苦 快点回家歇息去吧 第384章 打秋风 重要的事情说完了 李二陛下也不好 一直扣着李荣不放 毕竟家中 还有人在等着他呢 安平村 李荣从皇宫之中一出来 便直奔这里 在回来之前 李荣已经将自己 今日回朝的消息传回来了 对于李荣来说 安平村便是自己的家 至于长安城中的府邸 只是供自己 暂时落脚的地方 村口处早已得到消息的村里人 早已等候在这里 家主 怎么还不回来啊 是啊 家主这一去便是几个月 哎 人群里不断有人在低声议论 人群最前面 木婉清和李清庙 袁熙 李村长 紫运 紫君 紫燕四女 已经等得望眼欲穿了 几个月未见夫君的面 几个女人已经想得肝肠寸断 尤其是想到她到那样凶险的地方 这几个月以来 几个女人 都是在提心吊胆的日子中度过的 一阵马蹄声传来 李荣那熟悉的身影 很快出现在众人眼前 家主 是家主 家主回来了 哎 这个冤家可终于回来了 与其他人的兴奋不同的是 木婉清这几个月以来 一直都是在苦苦支撑 家主不在 安平村诸多事宜 都是她处理的 今日总算是可以轻松一些了 木婉清也觉得 压在自己身上的担子 轻了很多 姐姐 家主终于回来了 这时 元熙的声音在木婉清耳边响起 只见她眼圈泛红 显然这段时间以来 也是对李荣思念的紧 是啊 她可终于回来了 这边 李荣远远地便看到 村口处一张张熟悉的面孔 尤其是站在最前端的几个女人 看到她们的那一刻 李荣只觉得自己鼻子一酸 这一次 如果不是自己运气好 恐怕此刻 这些女人会因为自己 哭得肝肠寸断吧 可在战场上的凶险 李荣不想说给这里的任何一个人听 她要让所有人都知道 自己是无所不能的 这样 如果以后自己 再被李世民发配到战场上 也不会太担心 婉清 元熙 我回来了 如此想着 李荣便顾不得其他 她嫌马跑得太慢 竟然直接从马背上腾空而起 施展出一招青云诀 朝着村口处这边飞奔而来 正当李荣来到几个女人面前 想要与她们来一次热烈的拥抱时 忽然发觉 身后又传来一阵嘈杂的马蹄声 李荣转回身 朝着马蹄声传过来的方向看过去 听声音 一共有二三十匹马蹄的声音 带到马蹄声来到镜前 李荣看着这些人的时候 嘴角抽 处 语言已经表达 不出她此刻的无语了 哈哈 李宪宫 李荣声宪宫 我特来此恭喜你的 呃 陛下 您怎么来了 没错 来人正是 刚刚在皇宫与李荣分别的 我们伟大的李二陛下 朱公 不会也是恭喜小侄我的吧 带到李荣看清楚李二身边的那些人时 就不是无语了 他都快哭了 这什么情况 这是李二带着全体朝中重臣 到我这里打秋风了吗 没错 与李二陛下一同来到安平村 自然是方才在甘露殿的各位 前几个月 由于李荣这个安平县主人不在的缘故 朝中重臣即使是想来 这安平村也找不到借口 几个月以来 他们早就想着吃安平村里 让人垂涎三尺的美食了 如今这李荣好不容易从战场上回来了 他们这些朝中重臣 见李二陛下动身前往这安平村 便立刻跟随老板的脚步 一同前往了 哈哈哈哈 李荣 你这小子不厚道啊 你这一回来 不想着请我们这些长辈吃饭 一转眼的功夫 你就跑这么远 幸亏我们的身体还可以 不然还真追不上你 李荣脸上的表情 还没来得及收回 便被程咬金拍着肩膀 好一顿的数落 就好像他做了多大的错事似的 嘿嘿嘿 陛下 诸位书吧 小侄 我这不是私家心切 想早点回家吗 一时忘记 请各位书白见谅 李荣嘴上这么说 心里却早已在流着血 这些强盗 还真是不讲理 尤其是那程咬金 就你还自称长辈 有这么做长辈的吗 总是仗着身份欺负小辈 李荣不断地在心里付费 可却不敢表现出一丝一毫 谁让眼前这些人 自己谁也惹不起啊 李先公 走吧 这天色也不早了 我们这肚子 可早就饿了 这时 李二陛下开口说道 他的心思 其实与其他朝中重臣一般无二 之前李荣未曾从战场上回来 战场上的形势 也是前几天刚得知 在那样的情况下 谁还有心思想着 来安平村来品尝美食 可今日朝中不仅打了大胜仗 李荣还献上了对讲金量的宝物 李二和朝中重臣们 阴霾了多日的情绪 也拨云渐日 好的不能再好了 而且 李荣刚刚荣升了爵位 自己这些做书败的 怎么也得登门祝贺 至于礼物吗 没有 李荣如今可是富可敌国 这里谁能有他还有钱 即便是朝中重臣们 将家里的宝物搬空 也觉得不够 因此 对于礼物这件事 李二陛下和朝中重臣们 竟然十分有默契的 只字未提 是 小侄胆不从命 李荣应了一声之后 便朝着穆婉清那边看了一眼 那边穆婉清立刻察觉到 两人的视线撞到一处 随即穆婉清的面色飞红 轻咳了一声 随即便将视线移开 随即李荣便将视线转向 袁熙和其他几女 哎 看到几个女人的角色容颜 李荣真的想直接抛开 李二和朝中重臣 与几个女人温存一会儿 哎 真没见过如此做长辈的 他们难道不知道 什么叫小别盛新婚吗 哥哥 这时 李清妙清脆的声音在远处响起 小妮子几个月未见 长得愈发清秀 身段也逐渐长成 让李荣看了有种无家 有女出长成的自豪感 只是不知 将来那只猪拱了自己家这颗白菜 嘿嘿 我怎么把自己妹妹比做白菜了 清妙可是清水出芙蓉的美人 如果将来那人不过了自己这一关 休想将清妙娶回家 第385章 退休生活提前了 李荣抛开那些杂念 将李清妙抱在怀中 对这个自己来到这个世界 睁开眼看到的第一个人 这感情自然是和其他人不同 而李清妙对李荣也是十分依赖 几个月未见 可算是把小妮子想坏了 虽然被李二陛下和朝廷大佬们看着 也丝毫不会影响着二人之间享受天伦 想没想我 李荣抱着李清妙 便不想撒手 轻易地问道 想 哥哥 你不走了吧 李清妙清脆的声音 在李荣耳边响起 嗯 嗨嗨 这个哥哥可做不了主 还得看上他的意思 说到这里 李荣的目光下意识地看了看 走在最前面的李世民 前面李世民可是时刻注意着李荣 他好像是后面长了眼睛似的 在李荣看向他的时候 随即说道 以后 没有重要的是 李宪公还是留在村子里吧 这边李荣自然是把李二陛下的话听清楚了 既然老板都发话了 那自己便可以心安理得地留在安平村了 不仅正合自己的心意 就连朝中大佬也是如此想的 智慧如妖的李荣自然是明白 他们是怎么想的 无非就是担心 接二连三地拿出可以改变大唐命运宝物 不仅如此 李荣还在战场上立下了不适之功 功高盖主这四个字 已经不足以形容李荣对大唐做出的贡献了 因为李荣在班师回朝的这一路上 便做好了功成身退的准备 只要李二陛下同意 他便会毫不犹豫地放弃自己身上的爵位 从此过上让人艳羡的地主生活 李二方才的那番话说完 李荣在爵位不变的情况下 还可以心安理得地待在安平村 这对于李荣来说已经足够宽容了 想通这一点的李荣 迈出的脚步也变得轻快了许多 如此这般最好 每天不仅有大把的银钱工自己享用 还可以语如花美眷缠眠 这可是李荣做梦也想过的生活 谢 陛下 李荣这一句的感谢可是发自肺腑的 那兴高采烈 异于言表的兴奋 不仅李二陛下看出来了 就连朝中大佬们也看得一清二楚 唉 这小子 还真是悖懒啊 诸多大佬们嘴上说笑 其实心里和明镜似的 对于李荣这种明哲保身的做法 颇为赞同 尤其是秦琼 李荣的义父 这番话 可是他早已提醒过的 没想到这小子还真有魄力 不过用他的话来说 李荣的这种做法 对于此刻的他来说 那可是好处多多啊 如若不然 他很快就会成为朝野上下的眼中定肉中刺 到时候 所有人便都想除之而后快了 经过一天一 夜的狂欢 李二陛下和朝中大佬们 便心满意足地离去了 再说李荣 将顶头上司和朝中大佬们送走之后 便过上了没修没骚的 让人艳羡的退休生活 每天不是和元熙 紫韵 紫君 还有紫燕私混 便是与找借口 与他们双修 过了几个月和尚日子的李荣 总算是找到了突破口 每次都是在元熙四女的求饶声中 这才罢休 这一日 李荣刚刚结束与吉女的云语之后 便察觉到房顶有人 见几个女人睡得正熟 便没有惊动他们 而是快速穿好衣衫 一个闪身窜上屋顶 张道友 你这老不休的 怎么还怕人家的墙角啊 待李荣看清楚 来人正是几个月未见的张道友时 这才没好气地调侃到 可没想到 那张道友 根本就没有理会李荣话语中的调侃 摆出一副先锋道鼓的样子 抬头望天 欣赏着美好的月色 唉 有些人啊 这一回来 便忘记当初答应别人的话 张道友说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 让李荣有些摸不着头脑 我 我答应什么了 李荣问道 林浩 和那些少年军团 你该不会是把他们都忘干净了吧 张道友如果不是知道 如今的自己打不过李荣 恐怕这时早已动手教训他了吧 啊 是啊 李荣经过张道友一拍脑门 终于想起那些小家伙 不过他是故意这样做的 当初在碧阳城遇到的一些军人之后 李荣这一次班师回朝的时候 就已经让他们混在大唐的正规军里 一同回到长安 其实李荣这么做 也是对他们的考验 这些曾经的军人之后 如果连这点苦都吃不了 以后这大唐的未来 还如何能够放心地交到他们的手上 还好这些孩子并没有让李荣失望 从小过惯了颠沛流离日子的他们 这一路没少吃苦 可总算是 坚持随大唐的将士们 一同走到了长安城 亲眼见到大唐的都城 令这些孩子们热血沸腾 通过考验的孩子们 很快被李荣安排进了军事学院 与朝中勋贵之后 一同学习 因此 在看到张道友的那一刻 李荣便早已想到他会问到林浩 眼见张道友那先锋道鼓的样子 被自己破坏殆尽 李荣这才心满意足地告诉他他真相 张道友对于李荣的恶作剧 心里已经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打又打不过 这小子推弃人 于是他冷哼一声 便失去了踪影 李荣猜想他 是去军事学院看望林浩去了 毕竟林浩对于张道友来说 是一个很特殊的人 送走了张道友 李荣返回屋中 屋内几个女人已经醒来 以他们的修为日益精进 房顶上的这点动静早已察觉 只不过 李荣并没有示警和做出其他的举动 想必屋顶之人是熟人 众女也就没着急起身 而且 方才屋里几人刚刚经历了一场大战 正浑身贪乱 哪里还有一丝力气去为李荣分忧 咕噜 于是李荣回来的时候 便看到众女一脸忧怨地看着自己 显然刚刚的大战 让众女又爱又恨 薄如禅意的杀仗里 吉女那曼妙的身段若隐若现 这一幕看得李荣血脉喷张 如果不是考虑到众女的身体状况 恐怕这屋里还会上演一出男女混合大战 当然 每次的胜利者皆是李荣 众女则是痛病快乐着不断求饶 直到李荣心软 这才会罢休 第386章 背叛之人 大唐安平村李荣已经提前过上了退休生活 可相比他安逸的生活截然不同的是 突厥王庭里的人心惶惶 自从协力克汗宣布退兵之后 由于心情郁闷 每天靠着食用狮神花来用以未见 狮神花 大唐李荣早已做出调查 那狮神花便是后世 让华夏人深恶痛绝的一种 可以令人置换的毒 一旦沾染上它 便一辈子别想抛开 狮神花渐渐地会成为一个人的全部 如果到那时 这个人也就算是完了 协力克汗如今便是这种状况 只要服用过狮神花之后 他便觉得自己仿佛飞上了云霄 大唐自己梦寐以求的地方 他也觉得自己可以唾手可得 满足过后便是前所未有的失落 那肩头上的伤虽然痊愈了 但是他的精神却一天比一天违米下去 国师 狮神花你那里还有吗 再给我一些 寝宫之中的协力克汗 哪里还有一点 以前那副唯我独尊的样子 如今的他 为了能够吃到狮神花 竟然对国师苏义摇尾起连 像是一条路边的野狗 只要满足他的需求 让他做什么都愿意 看着眼前这个曾经的王者 如今已经掌握在自己手中 苏义便觉得 距离自己的计划成功已经不远了 从衣袖中拿出一朵狮神花后 不仅协力克汗 看着那朵令人心持神往的花双目星红 就连那些宫里的内奸和宫女 皆是一般无二的神情 盯着苏义手中的狮神花 随手将狮神花扔在了地面上之后 苏义便一脸自得地走出大殿 而他身后那协力克汗 哪里还有一点一国之君的风范 自从看到狮神花的那一刻 他便已经失去理智 一朵狮神花也只是一瞬便被协力克汗吞入腹内 顿时一股满足感充斥在全身 协力克汗的口中 同时还发出一声让人误会的声 嬴声 李世民 李荣 大唐早晚都是我的 你们等着吧 一阵舒爽过后 协力克汗整个人已经进入自己的幻想之中 苏义走出大殿之后 便在北亭皇宫之中旁若无人的穿梭 走了许久之后 他便来到这皇宫之中最偏僻的角落 冷宫 大哥 走进冷宫之内 苏卿早已等候在这里 嗯 进展如何了 苏义看着与自己的弟弟问道 大哥 这图纸上的东西 您也知道十分复杂 我们得到这图纸 也仅有半个多月的时间 我们毕竟不是那末宫里之人 对这方面 可是一笑不通啊 苏卿的话说完之后 苏义的眉头紧锁 原以为得到图纸之后 一切便会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 可经过这么长时间 那夺取天下的戾气 却一点进展也没有 苏义即便不想再等 也不得不面对现实 那县图之人在何处 苏义进入冷宫之后 看了看他力气的研制进展 的确像苏卿所说的那样 他人还在冷宫之中 苏卿应道 嗯 我要见见他 说不定他会有什么办法 也未可知 听到那县图之人 人如今还未离开 苏义吩咐道 很快 他便看到了那县图之人 一个老实芭蕉四五十岁的男人 如果李荣在这里的话 便会立刻认出 此人便是末宫之中的一位工匠 不过他在末宫之中 只能算是个外围之人 接触不到何欣的秘密 这一次他 之所以能够在末宫之中 偷出图纸 是因为李荣去了战场 将村中大部分精锐力量调走 虽说末宫之中的防卫极其严密 但是也架不住 像这工匠一般的家贼 正所谓家贼难防 正是这个道理 李荣和末宫之中的核心人物 千防万防 却没有防住 这个毫不起眼的小人物 何先生 你献出宝图是大功一剑 不知何先生想要些什么 苏义打量了一番这位何工匠 真没想到 精明如李荣 却没有 还是没有防住那核心秘密 被有心之人惦记 这不只要自己 给予对方足够的利益 即便是固若金汤的安平村 自己想得到什么 不也得到了 想到这里 苏义的心里便有些得意 那被世人看作是神仙一样 人物的李荣 也不过如此 原来他也有想不到的地方 呵呵 国师 小人不才 只需要文银一千两 再加上三进宅院一处即可 那核工匠也不客气 稍稍思索了片刻 便做出决定 哈哈哈哈 嗯 何先生的这些要求 本国师一定会满足你 见苏义如此轻易 答应了自己的要求 那核工匠 顿时脸上露出一抹惊喜 以自己在安平村的身份和地位 如果想要得到这些 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 虽然安平村里的生活 比起其他地方的百姓 已经很富足了 可总有那些对贪心之人 这核工匠就是这部分之人 不过他比其他人的胆子都大 而且 这运气也不错 竟然真的被他偷到了核心秘密 虽然他至今不知 那图纸之上所会是何物 但从这突厥国师的重视程度上 能够看出 自己所偷之图 算得上是一件宝物 庆幸之余 何工匠的脑海之中 已经在幻想着 自己以后的生活了 可惜他将图纸献给苏义之后 便踏上了一条不归之路 何先生 本国师还有件事 想请你帮忙 苏义这话说得相当客气 但是却不容拒绝 以何工匠的身份 与苏义之间的身份 那可是云泥之别 一个是在那云端之上 受万人敬仰 而另一个 则是随时会被人踩在脚底的草民 如果不是因为 和工匠献图有功 目前那图纸之上的东西 没有任何进展 这和工匠对于他来说 还有点用 恐怕这和工匠 早就成为一具冰冷的尸体了 小人我所知道的 一定会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那和工匠也知道自己的身份 根本不容许自己拒绝 于是他很有眼色地对苏义说道 嗯 这图纸之上的内容 想必和先生已经看过了 就是不知和先生 对图纸上的内容有何见解 第387章 朝堂对质 过了几个月退休生活的李荣 被李二陛下的一道圣旨召回 再一次出现在朝中重臣的视线中 这一日朝会 李荣是在长安城的府邸 住了一碗菜赶上的 走进太极殿 李荣便察觉到 数百道目光 同时聚集到自己的身上 这一刻 他便知道 这一次的朝堂 是为自己开的 站在李二陛下 身边不远处的那间 一声尖锐高亢的声音响起 有事早奏无事退朝 他的话音刚落 就见那阶下朝臣当中走出一人 陛下 臣有本奏 李二陛下抬眼看了看 此人是武姓七望的其中一员 随即他又看了看李荣所在的位置 今日的李荣 很难得的没有睡着 奏来 陛下 臣要参李荣 李献功 那人不仅是武姓七望之中的一员 更是身兼玉使一职 在朝堂之上参奏 朝臣正是他的本分 嗯 说来听听 李二陛下又看了一眼李荣所在 发现他脸色没有什么变化 便觉得又是索然无味 随意地回应道 其实不只是李二陛下在注意李荣 就连那些平日与李荣交好的大佬们 在听到此人要参李荣的时候 皆都不由自主地看向李荣 对于这人今日要说的是 李二陛下和朝臣们皆是心知肚明 碧阳城失守 突厥军在碧阳城几乎将大唐百姓途径 这件事早已传回朝堂 不仅如此 这一次突厥军队能够大获全胜 全靠一种形状奇特 却功能强大的机关术战车 这种机关术战车威力强大 就连李荣提供给大唐军队的碎发枪和手榴弹 都拿他没有办法 当李二陛下和朝中诸臣 得知这种机关术战车的时候 第一个就想到了安平村的末宫 因为他们知道这全天下只有末宫里 才有这种东西 而且他们还知道 末宫里一向作为安平村的守卫重点 防守严密 比这皇城也不遑多让 那么这种机关术战车的图纸 是如何到了突厥人手中的 所有人都想到了一个人 那就是李荣 他可是安平村的家主 这安平村里的所有人都对他马首是瞻 如果李荣想从末宫拿出什么东西 还不是一句话的事 这一次碧阳城的尸首 和大唐军民遭受的苦难 朝中众臣们自然就归咎 于李荣一个人身上 他们觉得是李荣背叛了大唐 才造成了今天这种难以挽回的局面 所以他们今日要听李荣的解释 如果他不给出能够让人幸福的解释 恐怕今日他便会被李二陛下下了台狱 陛下 诸位大人 臣 今日要参理县功心怀叵测 将至关重要的宝物送到了突厥人的手中 陛下 这可是叛国啊 碧阳之战的惨剧 全都因为李荣背叛了我们大唐 这样的人不配站在这朝堂之上 陛下 这种人就应该大逆不道 背叛我大唐之人 就应该立刻拿下斩杀当场 以为我大唐枉死的数万百姓和将士 此人说完一番慷慨激昂的话语之后 便怒瞪着李荣 等着他给众人一个说法 李先公 有人申你了 你来向诸位陈公解释解释吧 李二陛下 其实心里和明镜一样 这件事一定不是李荣做的 不过机关术战车的图纸 一定是出自于墨公 李荣作为安平村的家主 即便不是他做的 也与他脱不了干系 自从李荣上一次在战场上大获全胜 回到安平村之后 所有人都能看得出来 他对朝堂上的事 都是一副默不关心的样子 可这并不能打消 李二和朝中诸臣对他的怀疑 正所谓 数欲禁而封不止 正是这个道理 谁让李荣太有能力了 谁让他一直层出不穷的 拿出各种让人叹为官职的宝物 即使他对李二陛下和朝中大佬们 表现出足够的善意 也难免会被人猜忌 对于机关术战车图纸 留到突厥人手中这件事 李荣是整个大唐最早知道的那一批人之一 当他得知这条消息的时候 就知道 问题一定是出在默公 默公里出了叛徒 于是当天 他就吩咐默公中人 开始自查谁有嫌疑 经过一番调查 终于发现 默公中一个外围成员 自从称病告假之后 便失去了综艺 除了他 其他人都各自有人 证明自己这段时间的行踪 默公里叛徒的身份 也就昭然若揭了 当李荣得知叛徒的身份之后 这才发觉 原来都是自己太自信 而且把人心想得太美好 他认为自己 给村里人已经够多的了 原来在这些人当中 还有自己拥有的 这一切不满足的人 哼 还真是应了那句话 人心不足蛇吞象啊 好日子过久了 就会生出一些别的心思 叛徒的身份找到了 这叛徒 如今身在何处 已经是明摆着的事情 如今想要从突厥人手中 把这个人抓回来 有些不现实 此人如今对突厥人 一定是非常重要 如此重要的人物 他们一定会想方设法地保护起来 如今只能让默公里的成员 抓紧时间 研制功能更加强大的机关术 经过一番了解 李荣知道 那人对机关术 也只是一支半简 这一次 他们之所以能够研制成功 运气占了大多数 只有在他们研制出 其他机关术之前 先一步研制出 克制机关术的杀手锏 才能让众多 对李荣的质疑的人闭上嘴 可是 没想到 默公里的人 还没来得及研制出机关术 李荣便被李二 召到了朝堂之上 面对朝臣们的质疑 陛下 从朝臣们的队伍中走出 李荣先是对李二陛下 行了一礼 李先公你说吧 李世民目光灼灼地 注视着李荣 他想从这张 年轻的脸庞上 看出些什么 他想看清楚 这颗心 到底在想些什么 陛下 诸位大人 李荣自问 从未做过对不起大唐的事 那图纸流出 的确是李荣 治下不言造成的 这一点 李荣甘愿领罪 李荣的话音还未落下 就听方才难人的声音 顿时响起 陛下 您听到了吗 李荣他自己都承认了 治下不言 这个人狼子野心 臣早就看出他 心怀不轨了 第388章 朝臣们的态度 陛下 臣有话说 正当那人还想 对李荣大放厥词的时候 秦琼从百官之中 走了出来 先是对李二陛下 行了一礼紧接着说道 爱卿请讲 秦琼与李荣的关系 李二陛下再清楚不过 即使这朝堂之上 所有人都怀疑李荣 可作为李荣义父的他 是无论如何 也不会对李荣 有一丝半点的怀疑 而且 从上一次碧阳之战时 秦琼就曾经以 何家三代的代价 为李荣做担保 可以说 秦琼全家上下的命 与李荣已经息息相关了 牵一发而动全身说的 就是李荣和秦琼 如今的这种状况 陛下 李宪公对我们大唐的贡献 想必陛下和诸位同僚心里都清楚 先不说他在军队的建设上 做出的贡献 单说李宪公仅凭个人的能力 让四万多流民 能够安居乐业这一点 足可以证明 他对大唐是绝对忠心的 像李宪公这样的人 今日却因为一张图纸的流失 却被人扣上对大唐的背叛之名 竟然有人还公然叫嚣 他是狼子野心 陛下 诸位 我们千万不要做 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 在我看来 说李宪公有狼子野心的人 才是那真正心怀叵测之人 哼 别人怎么 想我不管 我秦琼可以用我这颗向上人头担保 李荣 李宪公绝没有做出背叛大唐的事 说完秦琼也不管李二陛下 和朝中大佬们的脸色有多难看 自顾自地回到百官的队伍中 陛下 臣也可为李宪公担保 这时 又有一人从百官的队列中走出 众人循着声音看过去 是魏征 魏征可是李二陛下的一面镜子 在朝中最是刚正不恶 他都能站出来 为李荣做担保 九冲这一点 就足以让朝中诸臣不得不慎重考虑 再看李二陛下 对魏征能够站出来 也觉得十分诧异 他先是看了看魏征 又看了看李荣 当他看到李荣 也是一脸错愕 就知道这两人之间根本就没有自己想象中的事发生 陈复义 这时 只见一向大大咧咧的程咬金也站了出来 看他的样子 好像正为自己站得晚了懊恼呢 紧接着 朝中诸臣有大半都紧随程咬金的脚步 从朝臣们的队伍中走出来 为李荣做担保 但是这些人当中也有五姓期望的人 他们原本就与李荣的关系闹得非常僵 当初的暂时折服 也是听了李荣的那套女帝言论之后 才决定与李荣合作 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那女帝的信息至今一点也没有得到 五姓期望的人已经渐渐地失去耐心 失去耐心的他们逐渐露出獠牙 这一次总算是抓到了李荣的痛脚 如果能趁机将他踩下去 最好不过 于是 在众多朝臣为李荣做出担保后 五姓期望的几位家主 借那位御史深担力薄 站了出来对李荣的行为发起了控诉 一时间 整个朝堂的官员们分成了两个派系 其中一派自然是以秦琼为首的支持李荣 而另一派则是将李荣推出朝堂的反对派 吵吵嚷嚷 整个朝堂因为李荣一个人就要变成菜市场 那朝堂之上坐在九五之尊龙椅上的李二陛下颇为头痛 可一时之间他也难以抉择 其实末宫里发生的事与李荣关系不大 而且这么长时间以来 他对李荣都是以自家子职来对待的 不然李二陛下也不会考虑将长平公主嫁给李荣 说李荣会背叛大唐 那更是无稽之谈 虽然他这大梦千年之人令人忌惮 但是他自从收留四万流民开始 每做一件事都是摆在明面上 就连他对李二陛下说的话也是有什么说什么 绝不有一丝隐瞒 想必李荣早就已经考虑到了 会有今天这种事情发生 所以他早就在做准备了 退朝 建议事办会众多朝臣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李荣之罪也不可能仅凭一人之词就定下 因为李二陛下担心 一旦将李荣拿下台狱 那安平村里的四万流民会不会直接反了 因此李二陛下朝着旁边的内奸事宜 那内奸立刻议会便直接宣布退朝了 只不过李荣和朝中各位大佬被留在了宫中 甘露殿 据上次李荣献出对讲机之后 已经过去了几个月的时间 这一次再来 新晋与上一次可是截然不同 当初被所有人称颂的功臣 这一次却被人视为罪人 如果不是自己对大唐做出的那些贡献 恐怕方才在那御史站出来的时候就已经被拿下了吧 李荣看着眼前的太极殿心里不胜唏嘘 突然他的肩头被人重重地拍了拍 是秦琼 对于这个义父能够在关键时刻站出来为自己做担保 李荣的心里满是感激 他自从来到这大唐 认为做得最正确的一件事就是认了秦琼做义父 别怕 有为父在 秦琼简短的一句话 却给李荣带来了无穷的力量 原来他在大唐不是孤身一人 总算有一个人愿意与他并肩站立 义父 这一刻李荣的眼圈微红 情绪也有些激动 方才在面对群臣时都能镇定自若的他 这一刻在面对秦琼的时候 却有些绷不住了 好了 陛下还是相信你的 这些都是暂时的 秦琼刚说完 就见李二陛下走了进来 李荣 李二陛下直接对李荣说道 臣在 李荣连忙收敛心神 将情绪整理好 他知道 现在是自己来到大唐之后 最艰难的一场战斗 自己一定要打起精神 让自己在这场战斗中全身而退 你为大唐做的贡献 朕都知道 朕相信你 李二沉默了片刻 沉声说道 方才朕去了皇后那里 朕拿不定主意 就去问了问 问他对你的看法 李荣 皇后只说了一句话 她说 长平公主还在等着你 说完 李二陛下便停了下来 注视着李荣 朝中诸位大佬皆是 注视着李荣 他们都在等着这大梦千年之人 解开扣在自己身上的枷锁 第三百八十九章 再去密阳 李二陛下的一番话 李荣听了之后 心里颇为感激 方才被他压下去的情绪 差点又没绷住 当着这么朝中大佬的面 哭了出来 嗨嗨 这是不可能的 没想到长孙皇后 会用这种方式来安慰自己 这也是用另一种方式说明 李二陛下和长孙皇后 是相信自己的 可是 即使他们相信自己 他们的身份 是这天底下最尊贵的人 也堵不住这悠悠众口 李荣知道 如今一切矛头都指向自己 如果自己再不做出认罪的姿态 恐怕自己还真会成为 第一个穿越到古代 被斩首的第一人吧 想要解开这死局 那碧阳战场这一次 自己无论如何也要去 毕竟再怎么说 那机关术的图纸 都是出自自己手中 而且还是自己的过于自信 才导致了大唐子民 遭受了这么大的灾难 在他们看来 自己可是这一切的始作俑者 也许只要自己解决这一切 才会让那些人闭上嘴巴 陛下 请陛下准许臣去碧阳 只有我亲眼看了 那机关术战车 我才会想到应对之法 李先公 你这话当真 李二陛下也没有想到 如今那碧阳可是虎狼之地 已经完全被突厥军队占领 他又如何去面对解决问题呢 陛下 碧阳城的百姓 之所以会遭受这场灾难 全都是我莫公的过错 所以陈决定亲手 把那个叛徒抓回来 陈想看看 他的心是不是黑的 李二陛下见李荣说得诚恳 态度也十分坚决 就知道劝不住他 李荣能亲自去碧阳最后 因为至今为止 还没有遇到他 解决不了的事情 好 朕就封你为这一次 夺回碧阳城的精卫参将 朕在派给你宫中高手 和你共同去把那个 背叛我大唐的叛徒抓回来 是 陛下 李荣见李二陛下 直接答应了自己的请求 就知道 他早就已经做出决定 而且他所说的 派宫中高手协助自己 其实就是 起到监视自己的作用 毕竟自己还未洗脱叛国之罪 如果到时候 宫中高手 发现自己又一丁点 背叛大唐的事 恐怕自己将会直接被斩杀吧 至于李二陛下提到的 将长平公主下架给自己 这件事要实现 也得自己从碧阳战场回来 将叛徒的事彻底解决了吧 朝中大佬们这一次十分默契地 没有人出声阻止 因为他们知道 这是李荣唯一一次证明自己的机会 这一次 李二陛下依旧是派军神李靖 作为战场总指挥 这一次的三陆大军 分别由玉池公 刘靖达 还有程咬金率领 只不过这一次 程咬金的三个儿子 程处墨 程处亮和程处碧 也被派往碧阳战场 他们则是跟着李荣 作为李荣手下的几个参将 一同奔赴战场 带到李荣回到安平村之后 慕婉清和元西四女 得知李荣再一次被派往战场 说什么也要跟着一起去 可碧阳战场是怎样凶险的地方 李荣又怎么会让自己的女人 去跟着自己一起涉险 一番云语 家中几个女人使出浑身解数 也要让李荣满足 这才依依不舍 浑身贪软地从漫长中走出 这一次 虽然李荣一同奔赴碧阳战场的 依然是特种小队 有了上一次的作战经验 相信这一次特种小队 还会发挥出意想不到的作用 不仅如此 李荣还在离开太极殿之时 向李二陛下 讨回自己献上去的对讲机 对于李荣的这个要求 李二陛下虽然觉得肉痛 但是最终还是阴运了 毕竟这一次 李荣是被逼无奈 才会去那么危险的地方 有了这种神兵力气 至少李荣能安全一些 为了能让他安全返回 李二陛下 也是做了不少的准备 李荣可是他为长平公主 准备的驸马人选 如果为此丧命 那长平公主还不得哭死啊 大唐将士出征的当天清晨 李荣早已一身铠甲的 与挑选好的安平村的村民们 站在一处 慕婉清和元西 还有紫韵 紫君 紫嫣三女梨花待雨 怎么也舍不得让李荣就此离去 可是他们也知道 李荣这一仗是必须去的 他要去洗刷被人泼在身上的污水 想到这里 几个女人恨不能自己亲自去 把那叛徒给抓回来 好了 不要哭了 村里人就拜托你们了 李荣听着几个女人的哭声 连忙转过身去 他担心 一会儿 自己被几个女人哭得心软 不肯离开了 嗯 放心吧 我们等着你回来 还是慕婉清最终收拾好情绪 他知道 李荣这是信任自己 才会会把这么重的胆子 交到自己手中 所以他不能哭 他要在后方 位在战场上的李荣 提供各种帮助 他就是 站在李荣背后的女人 这一次军情紧急 李荣也没有了上一次的那种心态 于是他顾不得自己的奇数 不是很精湛 这一次 他并没有选择坐马车 而是打算与特种小队 先一步赶到碧阳城 至于李荣所率领的大唐军队 由于前行的速度太慢 被李荣远远地甩在了身后 一路急迟 李荣和特种小队 几乎没有休息 风餐露宿 吃尽了苦头 可是有系统制的作弊器 这一路李荣和特种小队 并没有觉得多苦 累了饿了有那种 迅速恢复体力的包子和饺子 受了伤 还有救命的药丸 这在以前 根本就是无法想象的 如今李荣这特种小队成员们 更是每人一台对讲机 这个大杀器 待到他们快要接近碧阳城的时候 全都半成逃难的流民 分散开来 家主 还有一百里就到碧阳了 分开之后 李荣和何长市两人一队 何长市可是暗影的核心成员 所以 他的消息是最灵通的 嗯 李荣看了看前方 回应道 我们要怎样混进去 李荣这一路 几乎都是沉默寡言 跃到临近碧阳 他脸色就愈加阴沉 当初远在长安时 得到碧阳失守的消息 心里已经有了准备 碧阳这里就是人间地狱 可如今亲眼见过了 这里比自己想象的 还要令人难以置信 第三百九十章 推恩令 乔庄城难民混进去 眼前的碧阳城附近村子的惨状 让李荣最后的那点希望 都已经消失殆尽了 想要找到突厥军的指挥所 必须得进入这碧阳城中 可如今这难民 恨不得多张两条腿 离碧阳城远一些 而李荣和何常事 则是想着怎样混进去 这一阵一反 显得太突兀 只要那突厥军不傻 一定会认为这两人有问题的 家主 不如我们先离开这里 从长计议 何常事从李荣眼中的熊熊烈火 就知道他不甘心 他想进碧阳城 可如今这形势 自己两人一头扎进去 这不等于自投罗网吗 暗自叹了一口气 李荣明白 如今形势比人强 转回身混在难民中 朝着最近的城池走过去 李荣与何常事这一路走过去 一路留下记号 墓园所率领的特种小队 一路跟了过去 还有李二陛下 派到李荣身边的那些暗卫们 一座不知名的城池里 李荣和何常事 一来到这里 便租了一座两进的院子 很快 特种小队和宫里的暗卫们 陆陆续续地聚集到这座院子里 家主 李献公 互相打过招呼后 李荣便将一封早已写好的信 交到了一位暗卫领队的手中 这封信 是他写给李二陛下的 上一次 自己因为一时疏忽 成为朝中重臣主要攻击对象 李二陛下虽然有心维护 可是碍于武姓期望 和诸侯在朝中的威望 即使李二是这天底下 身份最尊贵的人 也不得不看这些人的脸色 因此 对于李二陛下的冷眼旁观 李荣并没有抱怨 李二陛下的难处 他也看在眼中 于是他想到了一个 可以令李二陛下 不再受武姓期望和诸侯们撤走 让他们不再那么嚣张的阳谋 推恩令历史上最大的阳谋 是汉武帝为了巩固中央集权 而颁布的一项重要政令 推恩令本质 是在郡县制的基础上的改进 这项政令要求要求 由以前的各诸侯所管辖的区域 只由其长子继承 改为其长子 次子 三子共同继承 按照汉制 推恩令下形成的后国 隶属于郡 地位与县相当 后来根据这项政令 诸侯国被越分越小 汉武帝在趁机削弱其势力 李荣则是把推恩令的内容和做法 皆都写在信中 不仅如此 李荣还在信中举例说明 实行推恩令 而不是削藩 对巩固皇权的好处 这封至关重要的信 很快便被从特殊渠道传回长安 李二陛下在看完这封信的内容之后 双手有些颤抖 就连他的呼吸 都不禁粗重了许多 他知道 一旦这项政令推行下去 那自己的这大唐江山 将更加稳固 李荣 这个人的脑子里 还真是时不时地出现一个 足以改变历史的主意 事不宜迟 李二陛下立刻将长孙无忌 房玄陵 杜如慧 李孝公 魏征等自己最信任的朝中大佬 照进宫中 当然还有留在长安的武将秦琼等武将 诸臣不知李二陛下 为何会在散朝之后不久 再一次照自己进宫所为何事 不过 他们却从李二陛下的神情中 嗅到了一丝不同寻常的味道 诸位爱卿 这里有封信 看看吧 说完 那封从避养苦难之地传回来的信 出现在朝中大佬的手中 嗖 推恩令 这是 首先开口的是长孙无忌 谁会这么大胆 向李二陛下推荐这种政令 这整个朝堂之上也只有李荣了吧 而且他从这信中独特的字体 也早已猜到 这封信正是李荣所写 推恩令 陛下 李宪公这心色还真是难猜啊 这可是千年前的政令 他怎么会联想到我们大唐 这番话是房玄陵说的 同样一脸难以置信的 还有杜如慧 魏征 至于一同站在甘露殿的武将 对推恩令这三个字 更是一知半解 诸位爱卿 不知诸位看了这封信 都有什么想法 这时 李二陛下的声音响起 陛下 这李宪公提出的推恩令一旦失行 我们大唐不就成了第二个汉朝了吗 是啊 是啊 这李宪公还真是敢想啊 不过 陈没想明白 这李宪公向陛下推荐推恩令 究竟是为了什么 这时杜如慧的声音 在诸位大老耳边响起 嗨嗨 五望七姓 李二陛下见朝中大佬皆是一脸疑惑 心里有些无奈 难道在这朝中 只有李荣才是最懂自己的 于是他忍着头痛 说了四个字 诸臣顿时一脸了然 他们这才知道 原来李荣这是在为李二陛下 解决了一个大麻烦 诸位爱卿 正在这等着你各输几件 总不能这好主意 都让李宪公出了吧 李二陛下的一番话 让朝中大佬们的脸顿时觉得骚得慌 李荣那可是大梦千年的人 自己只是一介凡人 怎么能与他相比 不过这推恩令 必须得推行下去啊 于是李二陛下和朝中诸位大佬 在那甘露殿商议推恩令的施行 一直到第二天天微亮 诸位大佬 这才双眼布满血丝 走出皇宫 待到天色大亮 李二陛下接连下了多道圣旨 推恩令正式开始施行 那五星期望的几位家主和诸侯们 未曾反映过来 自己手中握有的封地 这就被李二陛下挪到了自己的几个儿子手中 不过这种事 李二陛下可不会向他们解释 而且 这五星期望的手中的封地并没有手 而是被分到自己儿子手中 五星期望和诸侯们 总不能与自己儿子争夺家产吧 早晚这些东西都是自己儿子的 而自己儿子的东西 也都是孙子的 如此下去 子子孙孙无穷无尽 五星期望和诸侯们的封地 就这样不知不觉地被削弱 可他们还在为李二陛下的突然示弱 而沾沾自喜呢 正当李二陛下和朝中五星期望的家主们 斗智斗勇时 李荣和特种小队的队员们 却对这一次的碧阳战场一筹莫展 原因无他 这些曾经在战场上无往不利的战士们 这一次算是遇到了难题 家主 都是擒贼先擒王 不如我们直接前进突绝军大仗 把那国事抓回来 第391章 想到办法 刘大彪的话音刚落 脑袋便被牧原重重地打了一下 这酸爽真是一言难尽啊 刘大彪这一打岔 屋子里的气氛也为之一松 众人的脸上也略带了些笑意 好了 大彪的话也不无道理 李荣低头思索了片刻 阻止了刘大彪和牧原的玩闹 家主 您是想让我们大家真的混进去 张老猫的声音在众人耳边响起 是啊 如今我们只有混进去这一个办法 李荣回应道 只不过他看到特种小队队员们 脸上充满了疑惑 显然他们还在为这个问题困扰 已经钻进了牛角尖 众人虽然心里对李荣的话很是不解 但是却从他的目光里察觉到了一些什么 显然他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已经想到了办法 此刻之所以会如此问 显然是在考验自己的思考能力 特种小队的队员们顿时沉默下来 就连李二陛下派过来的暗卫们 也被屋子里的气氛所感染 一同低头沉思 安静下来的屋子里显得有些诡异 不过在座的人根本没有人会在意这些 家主我有主意了 突然一道声音打破了暂时的安静 众人循着声音看过去 原来是张老猫 张老猫向来都是习惯于思考 屋子里的这些人对张老猫的头脑也是非常佩服的 听到他说自己有主意了 众人也乐见其成 全都静下心来倾听 哦 老猫你说 李荣也是颇为意外 他也想听听张老猫的主意 家主 诸位 我们来这里的一路上 看到城墙上贴了布告 张老猫说到这里停顿了片刻 他想看看其他人的反应 他想知道自己的想法会不会有人能够猜到 可惜他将屋里人的神情都看得一清二楚 所有人皆是一脸茫然 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的表情 张老猫的心里微微有些失望 随即他将视线转向李荣 待他看到李荣略有诧异的目光时 便知道李荣显然猜到了自己的想法 老猫你继续说下去吧 张老猫和李荣的视线撞到一处 李荣便知道自己的想法与张老猫的不谋而合 于是他鼓励张老猫按照自己的想法继续说下去 是 家主 诸位 那告示上的内容是关于招兵的 是突厥方面招兵的告示 说到这里张老猫又停了下来 因为他已经看到有几位特种小队队员的眼睛亮了 尤其是牧原 恐怕他也想到了 看来诸位已经都想到了 我们这些人要想混入碧阳城 最好的办法就是被突厥军队看上我们 没错 家主 我们就这样办 这个办法的确是目前最简单 又不怕被发现的办法 不过一旦我们被招进突厥军队 所有能证明我们身份的物品一个不能留在身边 诸位听明白了吗 看到众人的反应 李荣就知道 他们已经全都想到了这个办法 于是便对他们说出自己的要求 没错 突厥军队虽然是获胜的一方 可是他们从草原长途奔袭 来到这密阳城又经历了几场恶战 突厥军队里的士兵死伤无数 已经尝到甜头的突厥军队 在如此的情况下 一定会在军队驻扎之地周围大肆招兵买马 像李荣和特种小队的成员们 可都是一些身强体壮的大小伙子 相信只要他们去到那招兵处一定会被选上的 如此这般之下 混进碧阳城也会容易很多 留下可以证明身份的物品后 摆在李荣和众位特种队员面前的便是 怎样在敌人眼皮子底下互传信息这件事了 对讲机这种东西是绝对不能用啊 于是李荣想到了一个比较隐秘的传递消息的方法 一种特殊的符号 也就是安平村商铺的商辉 只要在碧阳城里见到这种符号 便会寻着这种符号 寻找到发出消息的源头 有利于众人再次汇聚到一处 家主 我怎么办 当特种小队队员们 纷纷卸下能证明自己身份的物品时 何常事的声音忽然在众人耳边响起 呃 众人连忙寻着声音看过去 只见何常事正用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目光注视着李荣 就好像李荣是那复兴汉 即将要抛弃他似的 这个妖精 对于何常事的性子 众人再了解不过 这个女人能够成为暗影的领袖级人物 她怎么可能会为一些儿女情长 而误了证实 何常事如此做 原因无她 而是她这一路 始终在想方设法地想把李荣推倒 可李荣不知怎么回事 于目疙瘩一个不仅不解风情 还想乱点鸳鸯谱 想将何常事与张老猫撮合到一起 为此 张老猫差点被何常事这个女人给咔嚓 变成 嗨嗨 李二身边的内奸一样的人物 吓得张老猫心里 对漂亮女人已经有了心理阴影了 一提到女人两个字 此人就一脸的惨白 显然她被何常事吓得不轻 对于李荣的心思 张老猫在得知后 就差点哭给她看了 好不容易让她打消了这个念头 李荣 嗨嗨 其实并不是她对何常事这个女人没有感觉 而是她有这个心 没这个胆啊 还记得曾经的元熙 紫韵 紫军 紫妍几个女人吗 当初为了这几个女人 未曾提前向母婉清报备 李荣自己差点被这女人咔嚓了 而且她虽然也想像其他男人那样风流快活 但是她毕竟 是从新时代穿越过去的四好青年 原本意外收了元熙等四女时 就已经愧疚不安 如果这一次 慕婉清在安平村 为自己守着家业 而自己却在外面背着她 收了何常事 李荣自己都过不了自己这一关 更何况 自己身边还有牧原这个小舅子跟着呢 自己的一举一动 可是瞒不过她的 你 一个女人混进突厥军队 不是很方便 你就留在这里 守着这里 李荣没有任何犹豫 阻止何常事继续说下去 何常事的脸色 立刻暗淡下去 这一刻 她真恨自己是一个女人 在家主身边 却一点忙也帮不上 第392章 朝堂变菜市场 你也不要妄自菲薄 你留在这里 是我们这一次 行动中最重要的一环 李荣从何常事的脸色中 已经猜到她心中所想 眼珠一转 随即安慰到 屋子里特种小队队员们 揭备李荣的这句话 将注意力吸引过去 他们要好好听听家主是 如何忽悠 不对 是如何安慰女人的 毕竟这里这些人 只有家主一人不是光棍 这论安慰女人的手段 家主可是经验丰富 于是 方才还有些嘈杂的屋子里 瞬间的变得安静下来 这边李荣正准备 继续安抚何常事的情绪 可突然察觉到 周围安静下来 他下意识地 朝着自己周围 环视了一周 发现 不管是特种小队的队员 还是李二陛下派拐的暗卫 皆都是一副 竖起耳朵 虚心求教的神情 注视着自己 哼 这些人啊 都到了什么时候了 环在想这种事情 如此想着 李荣用力地 朝着其他人瞪了过去 那意思便是 该干嘛干嘛去 可当着何常事的面 他又不能说得太透彻 不然方才自己所做的努力 就全白费了 可李荣的这一眼 一点杀伤力都没有 这屋里的其他人 全都选择了无视 对于这些没有眼力的家伙 李荣也只能一个白眼 让他们自己体会 这就是李荣与特种小队 队员们的相处模式 在正式上毫不含糊 可是一旦正式谈完了 他们便会变成 可以随意玩闹的朋友 这种相处模式 在整个大堂可是独一份 让那些李二陛下派拐来的暗卫们 艳羡不已 不再理会那些家伙 李荣再一次将视线 转回到何常事这边 你留在这里 作为我们这一次 行动的大本应 你可是暗影的头领 这段时间 你便负责整理 我们搜集到的信息汇总 无论什么信息 只要对我们有用的 这都整理出来 我会找机会出来 到时你再告知于我 李荣的一番话说完 何常事便不再气气哀哀 迅速转换成 浑身散发着 令人窒息的暗影头领 是 家主 呃 这女人变脸还真是快 李荣这一次 总算见识到何常事的变脸速度 足以与后世川省的独门绝技相媲美 而其他人 自然是将何常事的变脸速度 看在眼中 这一刻 他们突然回想起 张老猫 差点被这女人废了的光荣事迹 顿时张老猫感受到 来自众人那充满同情的目光 再看何常事那女人 对自己周边的一切都置若罔闻 就好像方才那样做的是别人 与她毫无干系 笑闹过后 包括李荣在内 脸上的表情皆变得严肃起来 他们知道 接下来自己面对的是什么 诸位 这一次我们不再并肩作战 全凭个人本事 如果想在那种恶劣的环境下生存下来 就得将平时训练时的内容 用到实战当中 是 家主 祝我们平安归来 到了这一刻 李荣知道说再多的语言 也没有这句话来的重要 平安 走上战场上的人 都深深地牢记 这两个字的意义 平安归来 特种小队的队员们这一刻 心里皆都对李荣的这句话 感慨颇深 随着他们的一声低吼 已经乔装打扮成各种身份的队员们 陆续走出这间屋子 从他们走出去的那一刻 生死便掌握在他们自己手中了 这一次 李荣制定的计划 是两人一组 在屋里其他人都走光之后 李荣这才选择动身 家主 正当李荣准备与同在一组的刘大彪 走出屋子之时 何尝试的声音 再一次在他身后响起 这一刻 刘大彪觉得自己很多鱼 便很识趣地先一步走出屋子 只留下李荣独自面对何尝试 你还有什么事吗 李荣不知何尝试为何又叫住自己 在他刚想转过身面对何尝试的时候 突然发觉自己的身躯 被何尝试从后面紧紧拥住 来自何尝试那温热的体温 李荣差点没有把持住自己 可 那个 刘大彪还在外面等着呢 过了许久 李荣这才让自己的情绪平静下来 声音嘶哑地说道 家主保重 身后的何尝试 过了许久 才声音微颤地对李荣说道 随即他便将李荣松开 转过身去 再也不敢看李荣一眼 唉 李荣会叹一声 头也不回地迈步走出这间屋子 他是不敢回头 他担心自己这一回头 便再也不肯走了 只好硬起心肠 坚定地离开了 大唐长安 太极殿内 李二陛下 自从颁布了推恩令这项政令之后 每日都过着头痛不已的日子 原因无他 是被这项政令 直接波及到的武姓七望 和诸侯的家主 正与朝中其他朝臣们 吵个不停 推恩令的诏书刚刚颁布的时候 武姓七望的家主们 未曾反应过来 他们认为 这是李二陛下在服软 可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 武姓七望的家主们 原本是打算按照 推恩令上的办法施行下去 反正在他们看来 家产早晚都要 交到孙们的手中 可当他们把家里的这点 产业分完之后 这才后知后觉的发现 自己这些被变相的夺权了 好处一点没捞着 原本握在子手中的权力 却被分到自己而孙的手中 这种心理的落差 让一向在家族里 一言九鼎的家主们 怎能忍得了 反应过来之后 几个家主聚在一起 开了个小会 他们皆都觉得自己 这是被李二陛下给坑了 平时都是他们占别人的便宜 可谁曾想 竟然在这件事上吃了亏 于是 心里极度不甘的家主们 选择在早朝时大闹一场 为的就是让李二陛下 收回那份诏书 可惜李二陛下 早已从推恩令里 看到了诸多好处 而且他既然做出了决定 就不会轻易更改 因此 一开始是五姓七旺的家主们 大闹早朝 后来演变成其他朝臣们 难得能看到五姓七旺 识别的场面 也就毫不吝啬地踩他们一脚 顺便拍李二陛下的马屁 让李二陛下 看到他们的忠心 何乐而不为 第393章 成功混入 如此这般 原本让朝臣们 敬畏肃穆的太极殿 在李二陛下的默许下 便成为了市井的菜市场 身份尊贵 在世人眼中的朝中大佬和五姓七旺的家主们 犹如市井泼妇一般 吵翻了天 就插在太极殿上动手了 退朝 随着李二陛下 身边的内奸的一声喊 原本吵闹不堪的朝臣们 即使心有不甘 也不得不将心里的火气暂时压下 陛下 那五姓七旺的家主们 不会把羞的 甘露殿 长孙无忌首先开口 对李二陛下说道 朕清楚 李二陛下的思绪 已经到了那名阳城 眼下是大唐最关键的时刻 推恩令的颁布 对稳固大唐江山 有诸多好处 即便那些五旺七姓的家主和诸侯在屋里 只要他们不直接反了 李二陛下是不会松口的 碧阳那边有消息传回吗 李二陛下问道 回陛下 暂时还未曾有前方的战报传回 回答他的是杜如慧 也不知李荣他们走到哪里了 陛下 李宪公足智多谋 想必早已混进那密阳城里了 这一次开口的是房玄灵 唉 如果不是被逼无奈 朕也不会派他去涉嫌 希望他能平安归来吧 李二陛下的这番话说完 甘露殿里陷入了沉默 朝中几位大佬互相对视一眼 虽然他们嘴上如此说 可谁都清楚 如今那碧阳可是虎狼之地 别人躲都来不及 可李荣却要想办法混进去 李荣的身份特殊 一个大梦千年的人 无论对哪一个国家 都是宝藏级别的人物 如果被突厥人知道 李荣也到了碧阳城 恐怕那突厥人会不遗余力的 也要抓到他吧 想到这一点 李二陛下和朝中大佬们 皆有些后悔 当初就应该顶着压力 无论那心怀叵测的人说什么 也不能让李荣再上战场 可是如今说 什么也晚了 以李荣和特种小队们的速度 此刻恐怕早已到了 那碧阳城了吧 被李二陛下 和朝中大佬们 惦念的李荣一行人 乔庄城难民 一点一点地 向碧阳城靠近 这碧阳城里 就像他们看到的那样 随处可见招揽兵丁的告示 家 城门口 李荣正在想办法 如何让那些守城的突厥君 注意到自己 又不暴露自己的身份 正当这时 耳边响起刘大彪那中气十足的声音 李荣立刻一个眼刀看过去 令刘大彪将即将脱口出的 另一个字页了回去 小弟 我们怎么混进去 为了遮掩身份 李荣和刘大彪 扮作一对逃难的兄弟 只不过刘大彪遮住了一只眼睛 而李荣故意半老 把自己化成三十多岁的 长相十分普通的中年人 大哥我们直接接了告示 不就行了 李荣看着远处城墙上的告示 忽然眼前一亮 想到一个好主意 可是随即被刘大彪阻止了 小弟 这恐怕不行 我们如此过去 将那告示接了 会不会被那些突厥兵 给当作间隙给杀了 也是 不如我们直接过去问问 不就行了 说完 李荣不再犹豫 朝着那城门口的突厥 将领静止走过去 站住 你们是什么人 李荣和刘大彪 如此突兀地出现在城门口 早已被突厥兵注意到了 看到他们朝着自己这边走过来 立刻警铃大作 高声喊道 官爷 几位官爷 小人听说你们在招兵丁 就想来这里混口饭吃 首先开口的是刘大彪 他一脸讨好的 对几个突厥官兵说道 哦 你们这两个人 还真是奇怪 别人都是往外跑 而你们却要往这碧阳城里去 说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到我们这里有什么企图 别说那突厥将领 还是有些脑子 并没有被刘大彪的三言两语骗住 别 官爷 别误会 官爷 小人是这碧阳城周围的农民 这不年景不好 家里人都饿死了 想到您这里来混口吃的 你们说这些话 以为我们会上当吗 滚开 不然我们就会让你们好看 那将领 显然没有相信刘大彪所说的话 没想到这城门口的守城君 软硬不吃啊 看来这个办法不行啊 大哥我们走吧 不如我们去别的地方碰碰运浅 李荣见刘大彪 还想再说点什么 未免惹恼 那守城的突厥将领 他连忙说道 哎 好 好吧 我们走吧 李荣的一番话 立刻让刘大彪清醒过来 方才自己差点惹了祸啊 两人不再继续在城门口停留 转身准备离开 正当这时 他们耳边忽然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 从那碧阳城里传出 很快 十几个骑着骏马的突厥军 出现在城门口 李荣和刘大彪循着声音转过身 那带头的 竟然是一个大唐人 国师大人 看到来人守城的突厥将领 立刻恭敬地对那人说道 嗯 有没有看到可疑的人 禀告国师大人 暂时未曾看到 守城将领回应道 嗯 那人突然跑了 一定走不远 说不定就在这城门口 想办法混出城吗 是 国师大人 那自称国师的大唐人 视线在城门口周围环视了一圈 突然看到李荣和刘大彪两人 两个大唐人 两个大唐人同时出现在城门口 由不得他不怀疑 他们是什么人 禀告国师大人 那两人看到 我们的告示 来征兵的 守城将领回应道 嗯 把那两人叫过来吧 国师看着李荣和刘大彪的身影 不知想到了什么 对那守城将领吩咐道 是国师大人 那守城将领 先是回应了一句 随即便朝着李荣和刘大彪这边 快步跑过来 喂 方才那两人 停一下 原本那守城将领 对李荣和刘大彪说话的语气 十分不耐 可是此刻 自己正被国师大人看着呢 因此 这守城将领 不得不耐着性子 把李荣和刘大彪叫住了 军爷 您是在叫小人吗 还是刘大彪先开的口 是啊 你们已经通过了 所以我们一同进城吧 守城将领对两人说道 第394章 国师看着很投缘 通过了 明明方才还是一副油盐不尽的样子 怎么这么一会儿便改变了主意 恐怕这件事与那齐在马上的国师有很大的关系吧 李荣和刘大彪心里如此想着 随即转过身来 笑着对那突厥守城将领说道 这位军爷 多谢 您可是给了小人一条活路啊 嗯 以后可要好好干啊 那突厥守城将领 听了李荣和刘大彪夸赞的话语之后 有些飘飘然 三人往城门口这边走过来的时候 还不忘出言鼓励他们 是 多谢军爷提醒 这一次是李荣先开口 你们是大唐人 来到那国师面前 就听那国师对李荣和刘大彪两人问道 是 小人正是大唐人 李荣在看到国师此人时 心里在猜测 眼前的这位国师 会不会是军报中提到苏毅 嗯 你们随本国师一同进城吧 那国师的话 令李荣和刘大彪十分诧异 今日的事情是不是太过于顺利了 原本两人正为怎样混进这密阳城而头疼呢 可是这转眼之间不仅问题解决了 而且 这解决问题之人的身份还如此特殊 李荣虽然未曾亲眼见过突厥的国师 可是对于这位国师的性格 还是有所了解的 心狠手辣 心思缜密 这样的人 怎会轻易放自己两人进城 这个问题 不仅是李荣的困扰 就连粗之大业的刘大彪 也对这件事一脸的疑惑 两人暗中对视一眼 却不能对这件事传递自己任何的想法 因为无论怎么 两人这算是成功混入碧阳城中了 跟随在马匹后面 李荣和刘大彪在碧阳城中一路前行 这城中的景象让两人为之一愣 相比密阳城外大唐百姓们的惨状 这碧阳城里 可以说是天堂了 两人想象中 这城里的商家和店铺 原本应该被洗劫一空 却没想到 这碧阳城里的店铺 不仅还在正常营业 这街道上 还有不少行人走路 只不过 这些行人的穿着 却不是大唐百姓的服饰 而是突厥的普通百姓 显然 自从突厥军队占领这密阳城之后 已经将这座城池 化为自己国家的领土了 怎么样 在我们突厥的管理下 这碧阳城 比起你们大唐的城池 有什么不同吗 正当李荣和刘大彪两人 对眼前所看到的一切 觉得惊讶的时候 那国师的声音 在两人耳边响起 回国师大人 小人看着城中之繁华 比那长安城 也不遑多让 在不知对方身份的时候 李荣的反应 还是比刘大彪要快一些 就凭他能凭着一张伶牙历齿 在大唐朝中混得是风生水起这一点 就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 即便对方是那如雷贯耳的苏义 他还能比大唐的李二陛下 还要睿智吗 哦 你这人说话真是有趣 不过你这话有些不敬不实 那大唐 长安本国师 可是亲自去过的 这碧阳怎么能与长安相比 那其在马上的国师 虽然嘴上这么说 可是嘴角微扬 显然李荣的这一记马屁 正合他的心意 原因无他 而是因为 突厥的协力可汗 自从暴病在身 不理国师之后 便将突厥国师 交到了苏义国师手中 这座碧阳城 还是苏义全权掌握突厥国师之后 攻下的第一座城池 虽然当初为了夺取这座城池 掀起了一场腥风血雨 可自从苏义亲自来到这座城池中之后 他的确想过 把这座城池 打造成突厥国内的第二座长安城 可惜在整个突厥国内 谁曾想 今日自己在城门口捡到的大唐人 竟然会与自己的想法不谋而合 你叫什么 苏义齐在马上思索了片刻 随即对李荣问道 回国师 小人 姓李单字一个员 李源 在苏义对李荣问起他的名字时 他便已经想好托词 真实姓名打死也不能透露 虽然李荣这两个字十分普通 整个大唐叫李荣这个名字的 也不知有多少 可在这国师面前 李荣可没有那个胆量 说出自己的真实姓名 如果这位国师通过李荣两个字 联想到那大梦千年之人李荣 到那时 自己又该如何面对呢 为了避免诸多麻烦 李荣只好暂时 替自己改了名字 嗯 李源 大唐的国姓 大唐有一位大梦千年之人李荣 不知 你有没有听说过 与你的名字一字之差 苏义先是低声嘀咕了一句 随即对李荣问道 回国师 您说的可是李荣李宪功 在这位苏义国师面前 李荣不可能直接回绝 因为自己在大唐国内太有名了 做出许多件轰动一时的大事 如果自己否认知道李荣 恐怕这国师会有所怀疑吧 的确是他 李荣 大梦千年之人 一个十分厉害的人物 本国师一直想面见于他 可惜始终没能如愿 苏义与李荣两人的对话 在其他突厥人的耳中 或许觉得有些莫名其妙 可与李荣走在一处的刘大彪 却是听懂了 这一路差点没把他憋死 这家主还真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明明他自己就是李荣 竟然还做出一脸崇拜的样子 难道他不知道 自己崇拜自己这件事 显得很诡异吗 刘大彪一路之上 皆是脸色古怪 其他人或许不知他在想什么 可却没有逃过李荣的眼睛 如果不是自己身处的环境不允许 恐怕李荣早就一个大飞角 在刘大彪的身上 用力地摩擦了 碧阳城当初的县衙 如今变成国师苏义 暂时落脚的地方 由于这一路与李荣相谈甚欢 李荣和刘大彪 很自然地跟随苏义回到了县衙 上一场碧阳之战 李荣可是曾经在这县衙里住过一段时间 可谁曾想 短短的几个月之后 这密阳城县衙就换了主人 对此李荣不胜唏嘘 李荣 小人在 以后你就跟在本国师身边吧 不知什么原因 苏义总觉得 这李荣很对自己的胃口 他实在不想错过如此投缘的 一位谈话对象 于是便对李荣吩咐道 第395章 系统的人性化 是 国师 李荣做梦也没有想到 自己竟然会如此容易地 混进了突厥国的核心 难道是自己的主角光环太强烈吗 别说苏义对李荣还是很不错的 他竟然安排李荣 住进了这府衙之中 不过这件事对于李荣来说 却不见得是一件好事 因为他失去了自由 每天都必须在苏义的眼皮子底下活动 即便想向外传递消息 也须得倍加小心 至于刘大彪 则是被苏义安排 成为他身边的护卫 也就是这府衙之中的护院 每天都需得与其他护卫巡逻 对于这种事 刘大彪并没有其他的心思 他反而觉得自己十分庆幸 觉得自己是沾了李荣的光 才会获得如此轻松的差事 县衙书房 这里是苏义处理诸多繁杂事情的地方 今日本国师安排 住进客房的那位大唐人 你们要时刻关注他的一举一动 房间里 苏义身后一道黑影 站立在暗处 随着苏义的话音落下 那黑影恭敬地回应道 是 主教 还有那失踪的和工匠 你们就要尽快找到他 抓到这个人之后 格杀勿论 这种人背叛过一次 就会背叛第二次 死不足惜 苏义的话音还在房间里回荡 就见那黑影 瞬间消失在房间之中 李源 呵呵 李荣自从住进府衙的客房之后 便过上了足不出户的日子 虽然他被苏义留在了府衙之中 可是他对那国师所说的话 没有相信过一句 显然那国师也并没有相信他 要不然 李荣也不会察觉到 自己房间 周围有诸多似有若无的呼吸声 虽然这些人极力隐藏 自己的气息和呼吸声 可是别忘了 李荣自身的修为 足以秒杀藏在这里的 每一个突厥人 呵 所以 突厥国师 父神教的红衣主教 有意思 李荣低声嘀咕了一句 随即便闭上眼睛 装作熟睡的样子 实则他的神识 已经进入了系统里 这段时间 李荣每天走在忙着赶路 而且不是与特种小队 就是与刘大彪同吃同睡 藏在自己身体里的秘密 怎么会被这些人发觉 于是 李荣暂时按耐住好奇心 将最强农场系统 暂时放置到一旁 今日虽然自己正身处在 敌人的眼皮子底下 却并不影响 李荣与系统交流 唉 这积分 还真是越用越少啊 李荣先是看向总积分 最近这段时间 李荣都没有什么机会 好好完成任务 总是坐吃山空 即便有再多的积分 也会有用完的一天 系统啊 有没有我现在 可以完成的任务 宿主 考虑到您现在身处的环境 系统 将任务的难度降低了一些 宿主您请看 随着那道机械音消失 李荣的眼前出现了一道列表 任务列表 任务一 请宿主在最短时间内 得到突厥国师的信任 任务成功获得积分奖励 一百万 任务二 请宿主帮助突厥国师 抓住叛徒 任务成功获得积分奖励 二百万 任务三 请宿主打进突厥国际官署研究所 任务成功获得积分奖励 一亿并额外获得超级大礼包一份 我却 这系统还真是人性化 竟然会随着自己身处的环境 和心思自动调整任务 这几项任务正是自己要完成的 不仅如此 任务完成之后 还有如此高的积分奖励 不过这最后一项任务提到的 超级大礼包是什么东西 对于大礼包里面的东西 李荣表示很期待 只不过 李荣在心里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这系统对任务的难度评判标准 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方才明明说 降低任务难度 可这几项任务 无论哪一项 在李荣看来 都是难以完成的 获得那苏毅的信任 就凭自己和他说的那三言两语吗 李荣自认 自己没有那么大的魅力 而且自己又不是美女 不能以那什么诱人 那自己又凭什么 会得到国师的信任呢 这国师做了那么多天怒人怨的事 说不定会有人暗杀他 李荣如此想着 嘴角不自觉地上扬 由于他正闭着双眼 让那些暗中监视他的人 疑惑不解 不知这人究竟为了什么是如此开心 难道他做了美梦吗 很快 李荣的举动 便被传进苏毅的耳中 哼 这李荣还真是有趣的人 自己身处的环境 还未曾摸清楚 就开始做美梦了 真不知道他是一高人大胆呢 还是别的原因 继续盯着 最好找到他的破绽 随即 苏毅对房间的暗处吩咐道 是 主交代 当天傍晚 李荣睡眼惺忪地 被苏毅手下人唤醒 他揉着眼睛 伸着懒腰走出房间 如此放松 让那些暗中监视 他的人倍感无语 这人怎么感觉 自己会自己家了呢 随着苏毅手下一路走过去 李荣回想起 这个方向是县衙的餐厅 这个时辰 的确该吃晚饭了 李荣如此想着 当他停下来的时候 便发现 事情与自己猜想得差不多 自己的确是被 请到了餐厅 可让李荣诧异的是 这餐厅里除了苏毅 竟然还有一个与他 长得一模一样的人 只不过他们的穿着不同 因此 李荣很快分辨出 哪一个才是国师苏毅 双胞胎 李荣在看到 眼前这两人的时候 心里便闪过这个词语 用大唐人的说法 这两人是双生子 李荣 向你介绍一下 这一位是本国师的 孪生兄弟 苏青 李荣眼中的诧异 自然是没能逃过苏毅的眼睛 不知为何 虽然眼前这李荣 自己对他的感官非常好 可却又忍不住地 想要防备于他 这种是在今日之前 苏毅可是从未遇到过的 难道是自己这么多年来 没有朋友的关系吗 小人李荣 见过苏大人 李荣见苏毅主动 介绍起另一人的身份 不管对方是如此想的 这表面文章还是得做的 第396章 苏毅的心思 二弟 这位是从大唐来的李荣 苏毅也不管 李荣是否已经 向苏青介绍过自己 他笑着又介绍了一番 苏毅的举动 不仅苏青感到疑惑 就连李荣也是疑惑不解 他如此做 是否显得多此一举 可李荣在未曾 弄清楚苏毅的目的之前 还是先选择沉默 毕竟这里不是自己的主场 尤其是如今 只有自己孤身一人 无论做什么事 都须得倍加小心 兄长 不知这位李荣 与兄长有何缘缘 苏青见苏毅如此 郑重其事地 又为自己介绍了 一番李荣的身份 感到大惑不解 当场便问了出来 呵呵 二弟 大哥我只是 看着这位李先生 有些熟悉 想起了一位故人 这才将他留在身边 原来如此 那李先生 既然是兄长的故人 自然也是我的故人 不如 我们三人为这故人 二字痛领一番如何 见苏毅如此说 苏青也就顺着 他所说的言语 接着说下去 随即便有几位 穿着清凉的胡姬美女 脚步轻盈地 来到三人身边 李先生 不要拘束 本国师说了 你十分像我的一位故人 所以在故人面前 就不要那样拘谨了 同我们兄弟二人一同坐下 说一说 长安城如今适合模样 苏毅这话 看似是在商量 却让人能够感觉到 一层无形的压力 让人不得不顺从 李荣虽然能抵抗住这种压力 却担心被苏毅看出端倪 于是变装做顺从的样子 在苏毅和苏青对面坐了下来 李先生 尝尝这坛一壶酒 这可是难得一见的真羞美味啊 在看到苏毅手中 拿着的那坛十分熟悉的酒坛时 李荣心里颇为意外 没想到 自己酿的酒 竟然会在突厥军队里出现 不过李荣随即一想 便想通了 也许是突厥发现了 大唐有如此多让人垂涎三尺的好东西 这才会不惜任何代价 也要占领大唐的城池 如今的碧阳城 不就成为突厥人的天下了吗 而这城中当初的店铺 也就成为突厥人仁义所取的地方 眼前这苏毅 如今可是突厥国中实际掌权人 无论他想要什么东西 都会有人为他找到的 以苏毅的地位和手段 李荣不相信 他会无缘无故地请自己喝酒 眼前这人一定有什么目的 或许他是在向自己示好 让自己帮他做一件事 李先生 今日先生暂且在府衙之中歇息 明日陪本国师在这碧阳城中走走 本国师想请先生为本国师的军师 以后这碧阳城中的大小事物 就拜托李先生了 军师 李荣心里颇为诧异 这苏毅究竟打的什么主意 自己与他并不熟悉 甚至说是一个陌生人 他又如何会让自己担任如此重担 还是他看出点什么 李荣虽然身怀最强地主系统这个作弊器 让自己的容貌有所改变 可是他不知 利用系统改变的容貌能坚持多久 尤其是今日的事情 总是在自己的意料之外 原本自己是在城门口 却被莫名其妙的苏毅国师看到了 更加让李荣觉得诡异的是 这苏毅不知抽什么风 竟然把自己带在身边 也许在别人眼里 李荣这是运气好 能够被国师看上 可他总觉得 自己这是被监视起来了 此刻苏毅的决定 更加让李荣觉得心慌 他让自己当军师 自己好像在他面前 没有展示过什么特殊的技能吧 这苏毅为何会看上自己 李荣思来想去 没有想出所以然来 其实是他把事情想得太复杂了 坐在对面的苏毅 之所以会如此做 其实是想借助他大唐人的身份 做一件事 几天之前 那位背叛莫公 来到突厥 献出机关术图纸的那位和工匠 突然消失无踪了 原本这和工匠 一直都在苏清的眼皮子底下工作 可由于突厥军攻入这碧阳城之后 后续的工作太多太繁杂 苏清 被苏毅临时调出兄弟俩共同管理者 偌大的碧阳城 这就给了那位和工匠逃跑的机会 自从他献出图纸后 被苏毅逼着没日没夜的研究机关术 和工匠暗暗叫苦 自己什么水平 他自己还不知道吗 如若不然 他也不会在莫公里 一直是外围成员呢 虽然是他献出的图纸 可当初他偷出这图纸之后 根本就没有仔细看过 他只知道 这些图纸 被莫公的核心成员 如同宝贝一般 所在密室里 就一定是了不得东西 于是他打起了这些图纸的歪主意 可他根本就不知道 这图纸上究竟是何东西 甚至他都不知道 这种东西会对大唐带来灾难 直到他误打误撞地研究出 第一种机关术战车之后 国师苏毅把这种战车用在了战场上 结果可想而知 大唐败了 被和工匠研究出的这种战车打败了 和工匠这才意识到 自己惹了大祸 可他还没从震惊中回过神来 那国师苏毅 再一次找到他 要求他继续研究那些图纸 最好再制作出那种 所向披靡的战车出来 和工匠这次算是彻底慌了神 如果说第一次是他运气好 制作出了机关术战车 可当和工匠看着 接下来的那张犹如天书的图纸时 他顿时觉得 自己头痛不已 他哪里看得懂啊 就连这图纸上 究竟是什么东西 他都未曾弄清楚 更不要说 做出点什么东西 和工匠心里这时生出 从未有过的恐惧 这国师苏毅的手段 他虽然未曾亲眼见过 却是有所耳闻 心狠手辣这四个字 已经不足以描述了 如果被苏毅发现 自己自始至终就是一个骗子 那自己的下场 会是怎样的凄惨 于是和工匠想到了逃跑 可他总是被国师的 孪生弟弟盯着 一步步离 就连自己吃饭睡觉 都有人盯着 自己只是一个 手无腹机之力的普通人 又如何逃得过 这些人的眼睛 至此和工匠 便一直在为自己逃跑做准备 不过为了麻痹突厥人 他一直做出一副任劳任怨辛苦工作的样子 别说他如此做 还是有些效果 第397章 走马上任 和工匠那拙劣的演技 真的骗过了监视他的那些突厥人 虽说他身边监视的人依旧不断 却松懈了许多 这一日 终于让他找到了机会 他这一日 都未曾见那苏青鹿过面 可和工匠依然未曾放松警惕 直到这一日的半夜时分 和工匠从睡梦中醒来 先是暗中观察了周围 他发现 那些平时监视他的人 一个都不在 和工匠的心里 顿时激动起来 找出一套突厥人的服饰 随即穿到了身上 这套衣服 还是他在草原时 留下来的事 谁曾想 今日却派上了用场 更加让人难以置信的是 这位和工匠 竟然把在安平村学到的一些 在军事上的手段 用在了这次的逃跑行动上 穿上突厥服饰之后 和工匠发觉自己的这张脸 大唐人的痕迹太重 于是他在黑暗中摸索着 朝着自己脸上的胡须动起了手 片刻后 和工匠彻底盖头换面了 和工匠所在的研究所 正是这碧阳城的一处民宅里 他一路溜出民宅 路上遇到过不少突厥巡逻兵 却没有被一个人发现异常 于是 和工匠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第二日 待到苏清忙完之后 返回到这处民宅 其他工匠如常在房间里忙碌 可唯独不见那和工匠 苏清顿时觉得大事不妙 冲进和工匠所住的那间屋子里 可 这里已经人去楼空 哪里还有和工匠的影子 当即苏清大发雷霆 将那几个玩忽职守的 突厥士兵的脑袋砍了下来 那处民宅里 上至突厥兵将 下到工匠 全都下得静若寒蝉 发了一通脾气的苏清 率领自己的手下 在碧阳城里找了几天 与那和工匠长相相似的人 倒是抓了不少 可惜却没有一人是和工匠本尊 国师苏毅 从弟弟口中得知了这个消息 当即脸色便阴沉了下来 这该死的和工匠 如果不是他还有点用 恐怕这条小命 早就被苏毅拿走了 兜兜转转找了多日 即便是睿智如妖的苏毅 也对和工匠的消失 没什么好的办法 这和工匠 就像是人间蒸发了一般 连个影子都未曾找到 今日在城门口 看到乔装的李荣和刘大彪时 苏毅有种眼前一亮的感觉 不知为何 他总觉得 这位大唐人一定有办法 于是 这才把李荣留在了自己身边 可是这些话苏毅 不想说给李荣听 原本那和工匠就是一件绝密之事 更何况那和工匠还摆了自己一道 竟然在自己眼皮子底下 悄无声息地逃跑了 这件事对于苏毅来说就是耻辱 这种事 他又如何会让外人得知 一旦这件事被传将出去 这不是又给大唐人增添笑料了吗 军师 今日这顿酒 本国师可不是白请的 正当这时 苏毅的声音响起 李荣浅尝几口一壶酒之后 听到苏毅的声音 迅速放下酒杯 等着苏毅接下来的话 本国师想请军师 将这城里的大唐人 全部聚集到一处 说到这里 苏毅故意停顿了片刻 等着看李荣的反应 再看李荣听到苏毅如此说 脸色微变 他不知眼前的这位国师 如此作为了什么 难道他是想再利用 碧阳城里的这些大唐人 施展他那诗神花的计划 军师莫要多想 本国师没有别的意思 本国师是想让这城里的大唐人 看清楚 我们突厥国的各项国策 并不比大唐差 想他们真心归顺我突厥 是 国师 带到苏毅说完自己的想法后 李荣悬着的一颗心 算是放下了 不过他总觉得 这苏毅如此作有其他的目的 大唐太原 被李二陛下派往边境作战的大唐官兵 经过多日连续不断的跋涉 终于赶到了太原城 浩浩荡荡绵延几公里的几十万大军 被许多大唐百姓看在眼中 更是有许多从碧阳城周围逃难过来的难民 看到这一幕时流出了激动的泪水 太原城府衙中 李靖 程咬金等几位武将与这太原城太守聚在一处 也不知李献公如今到了哪里 这话是牛靖达问出的 哎 是啊 李荣哲这次可算是遭受了无望之灾 被一个小人物连累地去往那虎狼之地 牛靖达的话勾起了程咬金的一番话 对于李荣这个年轻人 在座的诸位武将 只有程咬金与他接触颇多 那日在朝堂之上 李荣独自一人面对五姓期望和御史们的刁难 程咬金未曾帮上忙 替他辩解 总觉得自己愧对他 原本程咬金在得知李荣被李二陛下派往碧阳战场之时 还打算能帮多少帮多少 可谁知这李荣竟然甩开大部队 独自领着特种小队成员 先一步赶到那密阳城之中了 对于这件事成 咬金感到颇为无奈之外 这一路都在为李荣的安危担忧 这位性格豪爽的朝中大佬 竟然生出了一丝惆怅 让其他人颇为诧异 程之节 先不说那李荣是大梦千年之人 身上有诸多秘密 就拿他那一身本事 就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 还有啊 李荣这个人别看他年纪不大 可他猴金猴金的 这可是比猴还要金啊 在他面前只有别人吃亏的份 我们什么时候见过他吃亏 这番话是李荆说的 虽然李荆与李荣接触不多 可李荣在朝中的那些光辉事迹 他早已从各处得知 剑城咬金和几位武将都在为李荣的安危担忧 便开口说了这番话 片刻厚城咬金和其他几人的情绪平复下去 如今想要早一日得知李荣的情况 只有加快大军的步伐 早一日把那密阳城从突厥人手中夺回来 碧阳城 李荣从今日开始 军师之职便走马上任了 这一日他都是跟在国师苏义身边 把碧阳城走了一遍 一路上 碧阳城的大唐人都知道了一件事 继国师苏义之后 又有一位大唐人投靠了突厥人 对于这件事 那真是一家欢喜一家仇 有对李荣卖 国求荣的是恨之入骨的 当然就有对李荣能够成为国师苏义亲信而羡慕不已的 第三百九十八章 军师之法 与这些人想法截然不同的则是 以牧原为首的特种小队的队员们 自从那日与李荣分别之后 众位特种小队的队员们 借用了各种手段 混入这碧阳城中 这其中的过程自然是艰险无比 但最终的结果 却是足以证明了特种小队队员们李平日的训练成果 只不过 由于众人扮演的身份各有不同 平日不能像今日这样 明目张胆地站在一处 今日之所以会如此 还是沾了李荣和国师苏义的光 城中两个大人物出街 必定会引起城中百姓的围观 这围观百姓人数一多 也就给了特种小队成员们聚集在一起的机会 家主这手段真不是我们一般人能够比拟的 厉害 他怎么能混到国师身边 说话的是小五 由于要掩饰真实身份 此刻他正是一副皮肤有黑的农家汉的打扮 只不过 他那双时不时闪过金光的眼睛 却怎么也遮挡不住 为此 小五找了一顶草帽戴在头上 如此这般 为他挡去了不少的麻烦 你这话说的 家主可是大梦千年之人 他的手段 怎么可能是我们这些凡夫俗子能够想到的 这时 小五身边的一位书生打扮的人突然开口说道 原来那书生打扮之人正是墓园 由于特种小队队员之中 只有他年纪略轻 做起书生打扮 不像其他人那样突兀 你们说话注意点 我们可是身处在敌营 不要一招不慎被人抓得现行 到时候 我看你们谁还有脸去请家主帮忙 一身负伤装扮的张老猫 适时地打断众人的说话声 方才众人 是潜入这碧阳城中 第一次聚首 一时间有些得意忘形 差点忘记自己 正身处在敌营了 我看哪 我们还是各自散开 不要引起别人的注意 然后我们再找机会聚一聚 把这几天 我们各自得到的情报输了一番 张老猫见众人不再说话 眼珠一转 想起正事 随即沉声说道 其他人不再多言 眼看着前方 国师苏义和李荣的队伍已经离去 如果这个时候再不走 就真的会引起突厥军队的注意了 于是 众人一言不发 便各自散开了 密阳城县衙里 李荣跟随国师苏义 在碧阳城里转了一圈 他这位军师身份 便算作昭告天下了 对于城中百姓议论自己的那些话 李荣虽然骑在马上 但是隐约的也听到一些 卖 国 贼 这个名头 曾经李荣在长安城的朝堂之上 已经被朝中御史 和武姓期望的家主们叫过一次 如果今日这件事 被有心之人传回朝堂 恐怕会坐实自己是脉 国 贼的身份 不过 李荣对自己的乔装之术 非常有自信 他相信 只要不是 对自己相熟之人 一定不会发现自己 此刻这张面孔之下 还藏着另外一张面孔 李军师 以后这碧阳城中百姓就拜托你了 府衙的书房之中 苏义对李荣说道 是 国师 小人一定不遗余力 不负国师之重托 苏义的话音刚落 李荣连忙收敛心神 郑重地回应道 嗯 好了 军师 本国师还有事情处理 你 下去吧 是 国师 李荣应了一声 便转身走出书房 只不过 他依旧能感知到 自己身边暗处悠长的呼吸声 看来这位国师做的这一切 都是做给别人看的 他是在利用自己的身份 对付这城中的大唐百姓 虽然心中如此响 但李荣还是须得完成 苏义交给他几件事 第一件便是将这城中大唐百姓汇聚到一处 然后再登记造册 苏义如此做 会不会再找什么人 李荣心里如此想着 但脚步却是不停 军师 嗯 请问军师有什么吩咐 从县衙走出的这一路 李荣接受了来自突厥兵将上下各处的问候 这些都是国师苏义带给他的 只是国师身边的一个小小军师 就连官职都没有 便可以受到 这城中诸多突厥兵将的如此礼遇 就凭这一点 足以看出 苏义在突厥人心中的地位 教府中护卫 随同本军师 一起去城中 为城中大唐百姓登记造册 李荣毕竟是大唐里二陛下的勋贵 除了这层身份之外 他还是安平村的家主 对于突厥兵将的鳄鱼奉承 早已习以为常 因为才会在这些人面前如此淡然 情绪也控制得恰到好处 原本那些突厥兵 对这位新任军师 还存着一丝轻视 可经过方才那一瞬间的接触 不知为何 心里的那一丝轻视早已收起 他们总觉得 眼前这人不像表面那样简单 难怪他会被国师如此看重 是 全凭军师吩咐 轻视之心收起之后 那些负责府衙安全的突厥护卫 说起话来也不在那样敷衍 那位护卫队长回应了一句之后 随即对身边的几位护卫 吩咐了几句 那几位突厥护卫 便来到李荣身后 看来今日 就是这几位随李荣一同出县衙 走吧 这天色也不早了 李荣随口说了一句 便迈步走出府衙 这一日 碧阳城中的百姓 再一次领略了新任军师的风采 只不过 这一次是近距离的 为了能够尽早完成苏义交代下来的任务 李荣可真的是不遗余力 原本只需要一句话 吩咐手下人 将这城中百姓抓过来 一一登记造册 可这位李军师的做法 却让人疑惑不解 他竟然选择挨家挨户地敲开百姓们的家门 并且好言好语 另一众 看到这一幕的人一头雾水 就连那国师苏义 在得到消息之后 也是对自己这位军师的做法 不甚理解 军师 本国师 不是让你把这城中百姓 汇聚到一处吗 你这是做什么 当天晚上晚饭过后 苏义便将李荣叫到了自己面前 脸上闪过一抹疑惑 开口问道 回禀国师 您想将这城中百姓汇聚到一处 原本是好意 但经历过那场大战之后 这碧阳城中的百姓 犹如那惊弓之鸟 稍有点风吹草动 就会让他们如灵大敌 更何况这会聚意识 第399章 自家饭馆 惊弓之鸟 如灵大敌 军师这话 未免有些夸大气词了 李荣的一番话 如果不是苏义觉得有些道理 恐怕以他的性子 早就已经翻脸了 只不过 他的脸色却不是那么好看 显然这李军师的一番话 指明了突厥军夺取碧阳城的举动 有些名不正言不顺 这不是在打他的脸吗 他作为这场战争的发起者 自然是不想听到 别人如此诋毁自己的用意 国师大人 莫要多想 小人这话虽然不是那么好听 但却是实情 国师不如设身处地地想一想 就会明白这碧阳城中百姓的心思 因此 小人才会做出如此繁琐之事 就是想让这城中百姓知道一件事 我们突厥将士 虽然在战场上骁勇善战 但是 对待普通百姓 还是十分和善的 我们突厥国得到这座城池十日尚短 如若让百姓们 改变对我们的看法 需得很长一段时间 所以 李荣虽然未将后面的话说完 但这其中的意思 苏义已经听明白了 是啊 自己怎么忘了 这碧阳城 可是自己从大唐官兵手中抢过来的 虽然苏义不肯承认 但是当时城中大唐百姓们的惨烈 苏义却是亲眼看到过 这可是国仇家恨啊 可是在那场大战当中存活下来的人 都是一些手无寸铁的百姓 他们为了能够在突厥人眼皮子底下狗活 只有忍着心中的恶气 却不能做什么 可这并不等于 他们忘记了 当初发生在自己眼前的事 这只是其中一层 其实还有另一层 苏义想让李军师 将那大唐百姓汇聚到一处 是想找到那盒工匠 苏义认为 那和工匠能够在护卫的眼皮子底下溜走 已经是运气使然 苏义可不认为他有那个本事 能够混出城去 只是这最重要的一层 却不能对李军师说起 毕竟他对这位李军师还是存有疑心 这种隐秘之事 自然不好与他言说 嗯 就按照军师之意继续做吧 稍稍思索了片刻 苏义便对李荣说道 是 国师 李荣应了一声 随即转身走出书房 只不过李荣在转过身之后 嘴角的那道弧度一闪而过 今日他想到这个办法的时候 就已经知道 苏义一定会找到自己 问自己这些话 因此 他回复苏义的托词 是早已想好的 他是想借着这个机会 找到那机关术研究所的所在 还有一件事 那就是他要与混入城中的特种小队队员们取得联系 最好是从他们那里得到一些突厥方面的信息 虽然李荣 如今已经身处在突厥核心 可那苏义防备心理太重 在苏义这种人的身边做事 他都像防贼一样防着自己 更不要说自己还存着其他的心思 李荣担心自己在苏义的眼皮子底下 一旦有任何异动 便会引起苏义的怀疑 那自己这些天做出的努力 可就全白费了 所以 李荣也只好用这种笨法子 在城中寻找特种小队队员们的踪迹 至此 李荣便是在十几名突厥士兵的陪伴下 在城中大摇大摆地 开始对百姓们登记造册 这件事 可是得到国师苏义首肯的 所以 即便是突厥方面的官兵察觉到不妥 也说不出什么来 这一日 已经忙碌了半日的李荣 感觉到浑身有些疲乏 便率领着身后那十几名突厥士兵 走进一家饭馆 李荣的举动看似随意 却是早已看到 这家饭馆招牌上的特殊标记 这一家饭馆 可是安平村地商在碧阳城的分号 只是这特殊标记 只有安平村核心人物知道 作为安平村的家主 这种特殊标记 还是李荣设计出来的 没想到 这家分号竟然会在那场惨烈的战火中留存下来 几位官爷 不知你们想吃点什么呀 李荣刚一走进饭馆 那饭馆里的小二便挂着一张笑脸 对李荣问道 只是李荣却从他那张笑脸之中 察觉到一丝愤恨和鄙夷 他知道 这是每个有良心的大唐人都会做的 愤恨自然是对自己身后的这些突厥士兵的 而那一丝鄙夷 却是对自己的 自己可是作为大唐人 投靠了苏裔国师的 这件事已经在城中传开了 这饭馆可是传递消息最快的地方 能够在这密阳城中大摇大摆地走动 身后还跟了这么多突厥士兵 自己的身份已经昭然若揭了 没想到 一个小小的店小二 也会对自己有这种心思 看来今天自己的这餐饭 别想安稳地吃下去了 小二 我听说你们这饭馆里 可是有大唐安平村里的特色菜 本军师可是向往已久 你们这里的特色菜 全部上一份 看到我们这些人了吧 有银子 不会不给你银子的 原来是李军师啊 贵客临门 小人自然是无有不应 李军师楼上请 这楼下实在嘈杂 不是招待贵客的地方 别说这店小二 能够在这突厥人 掌控的碧阳城里活下来 这为人处事的本事 还是有一些的 说出来的话滴水不漏 让李荣不仅对他高看了几眼 就是不知这店小二 明明心里对自己极其不屑 却要做出如此热情的姿态 不会是想做那水浒凉山 孙二娘的营生吧 想到此处 李荣担心自己被人下了蒙汗药 做成人肉包子 就忍不住地浑身轻 颤 不行 不能如此继续下去 不然自己明明是安平村的家主 却让自己的村民给害了 这件事如果传江出去 那还不得 被那些吃过自己亏的人 笑掉大牙 小二 我这人可是很讲究 也不知 你们之后出干不干净 看到我身边这些人了吗 这些大哥可都是 博士身边的精锐 如果他们吃了你们的菜 出了问题 你们这家饭馆 可就开不下去了 为了稳妥一些 本军师还是亲眼去看看为好 几位大哥 你们在这里稍等片刻 小人去去就来 那十几位突厥士兵 哪里遇到过这种待遇 精锐 什么精锐啊 他们只是苏义 什么负责安全的护卫 第四百章 李军师便是李家主 那些跟随在李荣身后的 十几名突厥士兵 没有多想 全都在包间里等候 而李荣 则借着这难得的机会 来到饭馆的后厨 心里暗自欣喜 那位对李军师身份 嗤之以鼻的店小二 不明所以 以为他真的嫌弃自家的后厨 因此一路跟随在李荣身后 喂 我说 你这人怎的如此无礼 我们家的后厨 怎会是你这种人随便看呢 那店小二正想再说点什么 可他的眼前 忽然出现一样物件 一件足以能够证明 李荣身份的物件 是一枚李二陛下 赐给李荣的献功余符 这店小二 可是从安平村 被派往这碧阳城中的 虽然他未曾亲眼见过 却是从村里人口中听说过 家 家主 店小二只是正愣了片刻 随即便反应过来 大唐朝堂中发生的事 作为安平村 安插在碧阳城的一处地点 这家饭馆 自然有自己得到消息的渠道 因此 在朝堂之中发生的事 这位店小二自然是听说过 他也就很快想通 原本是大唐权贵的李荣 为何会出现在自己眼前 可李荣为什么 又会成为突厥国师身边的军师呢 在弄清楚眼前这人的真实身份之后 店小二的脸上 闪过一道疑惑 虽然眼前 这人拿着献功余符 可是李荣家主他 可是曾经在安平村亲眼见过的 为何在碧阳城中 会变成如此模样 你叫什么名字 李荣从系统中拿出渔符 在店小二眼前晃了晃 随即又放进系统中 他相信 在如今这世上 没有一个地方 能够比自己身体中的系统 还要安全的地方 因为李荣这一路以来 都是将系统视为自己的移动仓库 陈三娘这个大活人都可以装 那么 装一些重要的物品也是可以的 因此 李荣才会将献功渔符这样 能够证明身份的物品 放在自己身上 却不担心被人发现 将献功渔服装好之后 李荣装作查看后厨的卫生条件 对店小二问道 家 家主 小人 名叫张铁蛋 行了 以后在这里 还是叫我军师吧 我可不想一朝不慎 被人发现自己的真实身份 见张铁蛋 一口一个家主的叫着 李荣连忙阻止了他 是 家 李国师 嗯 你们这里有没有猪肉 这时 李荣继续问道 张铁蛋 不知道他为何会问起这个问题 心里有些疑惑 但是却还是如实回答 李国师 这猪肉可是餐馆里的特色菜 所以 后厨这里还是有一些的 不知国师想吃什么 张铁蛋以为李荣想吃猪肉了 所以才会如此说 哦 我是想亲自下厨 喂饱上面那些人 还有上几坛高度烈酒 说完 李荣还朝着张铁蛋眨了眨眼睛 显然他如此做有其他的用途 是 李军师 小人这就去办 紧接着 那张铁蛋吩咐 后厨帮忙的几个人 搬了几坛烈酒 送到突厥人所在的包间里 那正在等着李军师的突厥人 正等得有些不耐烦 看到殿小二终于露面了 这才有机会问一问李军师去哪了 为何还不回来 张铁蛋在得知李军师真实身份之后 那自然是发自内心的 帮助他在突厥人面前周旋 随即将李军师想 亲自下厨 好好犒劳 此刻在包间里这些人 包间里的十几名突厥士兵 平时都是仰人鼻息 看别人脸色过活的人 什么时候得到过这种待遇 虽然他们是国师苏义派过来 监视李军师的 可这李军师再怎么说 也是国师身边的红人 像他这样的人 竟然会想到 为自己这些人下厨 这可是闻所未闻的事 当即这些普通的突厥士兵 被李军师的这种做法感动到了 等李荣端着亲手做出来的红烧肉 回到包间后 那些突厥士兵 什么时候见到过这种美味 当即被红烧肉的香味 惹得垂涎三尺 众人看着这盘红烧肉眼睛里 都冒出了绿光 诸位大哥 小弟我承蒙各位大哥的关照 无以为报 今日机会难得 小人小事伸手 做了这盘红烧肉 诸位大哥快快尝尝小弟的手艺 说完 李荣将红烧肉放到了桌上 刚开始 那些突厥士兵还有些矜持 可当第一个胆子 比较大的人尝过一口之后 便立刻有了第二个人 接连几个人尝试过之后 皆都大呼过瘾 声称这盘红烧肉 称得上是自己吃过的最美味的食物 很快 十几个突厥士兵 皆都拿起筷子 对那盘红烧肉发起了进攻 李荣一旁冷眼旁观 心里暗想 当初在安平村时 自己的手艺 就连那大唐的李世民陛下 都拍手称赞 更何况 你们这些从草原来的土包子 旁边与李荣 站在一处的垫小二张铁蛋 在见过家主的厨艺后 就亲眼看到 这些突厥士兵的疯狂抢吃的场面 心里暗自佩服家主的手段 但是张铁蛋也没有忘记自己的任务 他见突厥士兵吃得正过瘾 很有眼力地 帮这些人眼前的碗里 倒上了那高度烈酒 诸位大哥 这几堂美酒 那可是从长安城里 不远千里运过来的 平日都是大唐熏贵 才喝得着的真修 小弟我与诸位大哥投缘 今日就请诸位大哥喝个痛快 好 李军师 没想到你一个大唐人 也会像我们草原人一样豪爽 来来来 李军师 小的们今日敬你一碗 我们今日不醉不归 李荣的话音刚落 就见那突厥士兵队长 双眼迷离地端起面前 装满烈酒的碗 对李荣说道 好 这位大哥 那小弟就恭敬不如从命 我们干了这一碗 李荣也不含糊 直接仰头将一碗 满满的烈酒喝进肚中 随着他的举动 那些突厥士兵 对他的印象更加好上几分 只觉得他这个军师 是一分价也没有 竟然能与自己 这种身份的人打成一片 几个回合下去 李荣和突厥士兵 喝得都不少 脸色通红 双眼迷离 就连说出来的话 都不甚清晰 甚至有几个酒量浅的突厥士兵 直接钻到桌子底下了 第401章 敌城内的见面 片刻后 包间里那十几名突厥士兵 全都横七竖八地瘫倒在地 包括李荣在内 全都已经醉倒了 包间外 张铁蛋一直守在门外 倾听着包间里的动静 待到他听到包间里安静下来后 便试探性地推开房门 朝着房间里看了看 这才确定 所有人已经醉倒了 李军师 在确定那些突厥人 全部醉倒之后 张铁蛋连忙来到李荣身边 将他扶起 并且低声唤了他一声 李军师 但是李荣却没有任何反应 张铁蛋下意识地又喊了一声 正当这时 李荣原本紧闭的双眼已经睁开 再看他的眼睛 哪里还有一丝醉意 他先是环视了包间里那些突厥士兵 看到那些突厥士兵 已经醉得不省人事了 这才放下心来 我出去片刻 你在这里盯着点 很快回来 说完 李荣当着张铁蛋面 在自己的脸上抹了抹 恢复成他原本的模样 随即走出包间 很快便消失在这条街角处 饭馆里 张铁蛋已经被李荣的手段 惊得下巴都要掉到地上了 他眨了眨眼睛 虽然不知李荣为何会如此做 但是也能够猜到一些 李荣之所以会用这种方式 是想用这种方式 甩开这种突厥士兵 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而李荣 如果以李军师的那张脸 出现在这碧阳城中 一定会令突厥人察觉到 毕竟李军师这张脸 可是在全城人面前露过脸 反而是李荣本尊的这张脸 没有几个人见过 比李军师的那张脸 方便多了 饭馆里的突厥士兵 和张铁蛋暂且不提 先说李荣这边 李荣在离开饭馆后 在碧阳城中的小巷子里穿梭 他能够对这密阳城中的街道 如此熟悉 还是多亏了他这些天 领着突厥士兵 在城中做的登记造册 初来乍到的他 不可能从突厥人那里 得到这碧阳城里的地图 而且 如今这个年代地图的绘画水准 更是令李荣放弃找地图的这个想法 在这种犹如天书一般的地图上 了解碧阳城的结构 还不如他自己亲自走一遍来的容易 走街串向了许久之后 李荣来到一处民宅门口 他先是观察了四周 发现没有人注意到这边 随即便在眼前的那道门上 很有节奏感地敲击着 片刻后 眼前的那道门 钻出一个脑袋 待到李荣看清楚 眼前这副农家汉打扮之人时 这才确定 眼前这人正是小五 家 进去说 李荣的突然出现 令小五有些震愣 原本他在院子里 听到这种特殊的敲门方式后 还觉得自己出现了幻听 可那声音持续不断响得不停 他这才知道自己 没有幻听 而是真的 有人用这种方式来敲门 不过在碧阳城这种虎狼之地 小五还是十分小心 可他 终于打开院门之后 却发现 李荣竟然就这样堂而皇之地出现在自己面前 而且还是盯着自己真正的脸 出现在这里 这一刻 小五都不知道 自己应该说 什么好了 他真是不知道 李荣这是一高人胆大 还是傻 他不知道自己什么身份吗 如果被那突厥人知道 大梦千年的人 如今就在这碧阳城中 这整座城的突厥 还不立刻翻了天 家主 你怎么来了 两人走进院中后 那躲在院中的其他人 在看到是李荣时 也同时问道 我们还是进去说吧 这里不是很方便 李荣当然知道 这些人是怎么想的 可是这么多人就在院子里说 如果被有心人听到动静 传进突厥人的耳中 那自己这些人 还不立刻被一锅端了 家主 你是如何逃出来的 众人刚一走进屋里 墓园作为李荣的小舅子 立刻问道 自己的这位便宜姐夫 如今可是每天 在敌人身边待着 一朝不慎 便会被敌人发现身份 自从那日 众人在城中亲眼见过之后 虽然佩服李荣的手段 可是又忍不住地 为他的安危所担忧 因此才会在第一时间 对李荣问出如此这般的问题 我的时间不多 你们最近还好吗 李荣看着眼前 这一张张熟悉的脸庞 心里稍安 全都在这 没有一个人落入敌手 无论怎样 对于他来说 至今为止是最好的消息 好 我们都好着呢 回应他的是张老猫 张老猫 还是那富富商的打扮 家主你怎么样 如今 您可是我们之中最危险的 这番话是墓园问的 方才他的话 被张老猫打断 我没事 你们都要小心一些 我们如今可是在敌人内部 这任务要完成 但是首先要保证你们的人身安全 我还想将你们安全地带回去 李荣的一番话 让众人有些动容 见屋里的气氛有些沉重 李荣笑着继续说道 好了 好了 你们搜集到什么情报没有 众人见李荣说起正事 连忙将情绪平复 脸上的神情也变得严肃起来 虽然个人的打扮不同 但是这一刻 李荣从他们身上 又看到了那只 纵横敌人战场的特种小队 那股肃杀之气 可是能够让敌人望而却步的 这一刻 李荣颇感欣慰 看来这段时日特种小队的队员们 未曾放松过 家主 这城里有一支突厥队伍 在暗中找什么人 至于那人的身份 我们不得而知 这番话是张老猫说的 没错 家主 这支突厥军 他们打扮成我们大唐人 混在百姓之中 专门在市井街头 听百姓们的议论 而且我们发现 这些人好像是专门盯着百姓们的脸 由此我们才断定 他们是在找什么人 包括墓园在内的特种小队的队员们 分别汇报完自己发现的情况后 便沉默下来 他们在等待李荣对接下来的行动 做出指示 其实我也发觉了 那苏毅曾经吩咐 我把这城中大唐百姓汇聚到一处 原本我以为 他想对百姓们做些什么 可如今想来 他也是在通过这种方式 寻找什么人 只是如今 我还未曾得到苏毅的信任 他对我只字未提 第402章 得知实情 碧阳城安平村地商 安插在城中的一处饭馆里 见过面之后 便又按原路返回到这里 还是之前的包间里 那十几名突厥士兵 依旧醉得不省人事 李荣先是在自己的脸上摆弄了片刻 很快又变成李源军师的样子 随即 他又猛喝了几碗烈酒 很快他便浑身酒气 双眼迷离 装作一副喝得乱醉的样子 与那十几名突厥士兵瘫倒在一处 直到月上膝头 夜晚的繁星挂在如墨般的幕布上 包间里 这才有了一丝动静 最先醒过来的是 那位突厥士兵队长 虽然他人是醒过来了 但是这神智 还是不是很清醒 他先是看了看周围的环境 随即又眨了眨眼睛 突然回想起 自己此刻正身处在何处 原来自己竟然不知不觉地喝醉了 正当这时 包间里其他几个突厥士兵 也接连醒了过来 接都是正愣着许久 才反应过来 自己正身处在酒馆里 待到那十几名突厥士兵 全部行转过来之后 却唯独没有看到李源军师的身影 众人顿时大惊失色 他们以为那位李源军师 趁着自己这些人喝醉之后逃走了 自己这些人 可是被国师苏义派过来监视李军师的 可谁曾想 自己竟然着了他的道 正当这时 十几名突厥士兵忽然听到 饭桌下面传出一阵响动 众人连忙朝着桌子底下看过去 原来钻到桌子底下的正式 他们以为逃走的军师李源 李军师 李军师 你为何会在桌子下面 还是那位突厥士兵队长先反应过来 将李荣扶了起来 对他问道 哎 真是太实力了 太实力了 李荣刚一站稳身行 便苦笑着 对那十几名突厥士兵说道 哎 没想到 一时得意忘形 我们竟然会喝这么多酒 李荣先是对突厥士兵们 笑着说了一句 突然一拍脑门 脸色微变 想起什么重要的事情 对那十几名突厥士兵问道 可 国师大人交给我们的任务 还未曾完成 回到府压之后 我们该如何交差啊 随着他的话音落下 包括那突厥士兵队长在内 全都变了脸色 是啊 自己这些人 竟然醉了这么久 如果传将出去 传进国师大人的耳朵里 再定自己这些人 一个玩忽职守之罪 那该如何是好 李荣的这番话 是故意为之 他就是想拖这些突厥士兵一起下水 在他们之中 只有自己是大唐人 而且还是 他们这些监视的对象 只要将他们一同拖下水 他们为了明哲保身 不受到惩处 只有将今日之事按下 不再提起 那自己在酒席期间中途离开 就不会有人发觉 那 李军师 不如我们就当今日下午 什么事情也未曾发生 就连我们一同 喝过酒的这件事都不要提起 可好 这时 那位突厥士兵队长眼珠一转 对李荣建议道 其他几位大哥 意下如何 李荣听完突厥士兵队长的提议 心里暗乐 但是见其他突厥士兵 没有任何动静 担心他们还有其他的心思 这才对其他人问道 啊 好 好啊 那就按军师和队长的意思 我们对今日之事只字不提 众人商议过后 便从饭馆里走出 朝着县衙的方向走过去 至此之后 李荣隔三差五 便召集一帮突厥士兵 一同去那家饭馆品尝美味 外加那让人垂涎三尺的烈酒 没用多久 李荣便与府衙里负责守卫的突厥士兵混熟了 无论那些突厥士兵 谁遇到他 都会尊称一生李军师 军师 不知近日城中百姓登记造册仪式 做得如何了 这一日 国师苏毅将李荣叫到书房中问道 带到李荣来到这间书房中时 却发现 这里不只是苏毅自己 还有他那位孪生兄弟苏青 苏青这个人 平日行踪捉摸不定 时而在时而不在 李荣猜测他是在负责机关术研究所这一项 因此才会经常失踪 可是 依李荣如今 在这府衙之中的尴尬局面 他即便猜到了 苏青是在负责这一项 也不能跟着他打探消息 回禀国师大人 这登记造册一事 已经完成大半 还需三五日便可完成 李荣不知苏毅为何会问起这件事 但是还是如实回答 嗯 军师这几日辛苦一些 争取早日完成 苏毅听完李荣所说的话 没有说什么 只不过眉头微皱 好像是觉得这件事的进度有些慢 是 李荣回应道 嗯 军师 这些时日 你为城里百姓登记造册之时 有没有见过可疑之人 苏毅沉阴片刻 决定还是出言试探一番为好 说不定便会发现一些什么 虽然他不能够与李荣说实话 但是侧面的打探 还是可以做的 可疑之人 李荣一愣 不知苏毅为何会如此问 但是心里却已经猜到 苏毅的确是在找什么人 小人请问国师大人 那可疑之人究竟有何特征 嗯 军师 你听好了 本国师今日与你说的这件事 绝不能与其他人说起 你听清楚了吗 见李荣一副不明所以的模样 苏毅突然变得严肃 双目紧盯着李荣 对他说道 是 国师大人 小人绝不会向外透露半句 苏毅的表现 让李荣心里咯噔一下 难道这苏毅想告诉自己实情了 好 紧接着 苏毅向李荣描述了 那和工匠的外貌特征 之后吩咐 他在城里对百姓们 登记造册的时候 多加注意 尤其是与那和工匠相像的人 无论怎样先抓住 再谈其他的 是 国师大人 李荣静心倾听完之后 对苏毅回应了一声 带到他走出书房后 这才有机会好好想想 那和工匠可是出自安平村的末工 虽然他平日未曾注意到 这位和工匠 可是 当他在村里得知和工匠背叛大唐之后 便调取了那和工匠的资料 虽然古人没有现代人照片以类 用来证明身份的物品 但是为了稳妥起见 李荣还是要求他们每人一封画像 第403章 机缘巧合 有了和工匠的画像 李荣自然是对和工匠的样貌十分熟悉 因此 方才苏毅在描述 那可疑之人的样貌时 李荣才会立刻断定 苏毅口中那可疑之人 的确就是和工匠 可是在弄清楚 苏毅想要抓的人身份之后 李荣还是有些疑惑 这和工匠 不是应该在那机关术研究所里吗 为何他会被苏毅全程寻找 难道他从那机关术研究所里逃出来了 既然如此 那就给自己和特种小队的队员们 提供了机会 可是李荣又一想 这位和工匠 不知从那机关术研究所里逃出多少日 如今 他究竟在不在这碧阳城里 也尚未可知 而且 苏毅在碧阳城中折腾了多日 也未曾找到和工匠 说不定这和工匠早已改头换面 换了一个身份 这才是苏毅始终未曾找到他的重要原因 而自己和特种小队的队员们 身份特殊 不能像苏毅这样大张旗鼓地在城里寻找 想要在短时间内找到和工匠 可谓是大海捞针 不过 即便是再困难的事 也必须要去做 于是第二日 李荣又召集了一帮突厥士兵 在饭馆里把酒言欢 美食配上美酒 很快那些突厥士兵 便被他灌得烂醉如泥 李荣则是借着这个机会 恢复成他本来的面孔 一路来到那处民宅 家主 家主 主位 我这次来 带来了一个重要的消息 事情紧急 李荣再见到墓园和特种小队的队员们 直接说道 李荣的一番话 立刻引起众位队员的兴趣 原因无他 而是他们这段时日 未曾寻到什么有价值的消息 可却没想到 李荣却比他们先一步寻到消息 众人兴奋的同时 却又觉得受到了刺激 所以告诉我他在 寻找一个人 李荣将众人脸上的神情看在眼中 也能够猜到他们心中所想 但是他并没有出言则怪 特种小队队员们 由于身份特殊 搜寻消息的进展缓慢 也是在所难免的事 哦 是什么人 众人的情绪 很快被好其心所代替 全都对李荣问道 何公将 李荣脸上的笑意一收 几乎是咬着牙 说出这三个字 何公将 那个叛徒 屋子里 不只是李荣对这个人恨之入骨 所有因为这件事 跑到这密养虎狼之地的人 全都恨不得立刻抓到这个人 他们都想看看 这个人的心 究竟是不是黑色的 是 就是他 李荣将众人脸上的愤怒收进眼底 这个人就是这场战争的罪魁祸首 如果能早日抓到他 再从他口中 得到机关术研究所的所在 将那些害人的东西毁掉 那这场战争 突厥人便不再占据优势 这个叛徒不知为何 从那研究所逃了出来 也许他对于苏毅来说至关重要 苏毅才会不遗余力地 在碧阳城里大肆寻找 可是却未曾找到 这位何公将的任何踪迷 我想 苏毅之所以会将这个秘密告诉我 也许是他真的将狼裁尽 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了 李荣先是对众人讲述了 关于何公将在碧阳城里的情况 接着说起了 自己对这件事做出的分析 苏毅是想让家主 您帮忙找何公将 可是都这么久了 说不定那何公将 早就逃出城去了 我们又去哪里寻找 这些话是张老猫问出的 作为特种小队的智囊 张老猫的问题直击重点 如今这个问题 也是让李荣颇感困扰的 我想 那何公将之所以 始终未曾找到他的踪迹 恐怕是改头换面 就像我们如今这般 这才是我们未曾找到他的原因 改头换面 是啊 他的确会如此做 毕竟这位何公将 可是从我们安平村出去的 这种技能 他说不定都学过 好了 事不宜迟 你们还是在城里城外仔细寻找 我这里 有何公将的画像 你们必须要记在心里 然后毁掉 我不能待太久 我先走了 李荣交代了一番之后的行动计划 便转身离开了 这日后 李荣率领一帮突厥士兵 而牧原则是与特种小队的队员们 两拨人马 在这碧阳城中 寻找何公将 其实他们谁也不会想到 这位何公将 哪里也没有去 依旧留在碧阳城里 那日 他改头换面 摇身一变 成为一个突厥人 在城里兜兜转转 想找机会混出城去 可惜 碧阳城中的南北两个城门 犹如铁桶一般 只准进不准出 虽然他变成突厥人 在碧阳城里 可以随意走动 但是却不能接受 那守在城门口兵将们的盘问 原因无他 而是他根本就没有可以证明自己身份的物件 这碧阳城是出不去了 可是他又不能总是在城里晃荡 何工匠如今可是身无分文 只用了两日 他便再也坚持不下去了 他饿啊 尤其是路过饭馆门口 闻到饭馆里饭菜的香味 更加让他挪不动步了 正当何工匠 对着那些冒着热气的饭菜 垂涎三尺的时候 也不知怎么回事 他被在城里巡逻的突厥兵将看到了 见他一身突厥人的打扮 对方竟然未曾起疑 盘问了他几句 全都被何工匠搪塞过去了 那突厥带队之人 见何工匠鸡肠碌碌 何工匠从此赖上了他 一阵痛苦流涕感谢之后 何工匠便成为了 这位突厥带队之人的手下 这便是国师苏毅 无论派出多少人 也未曾找到何工匠的原因 可谁能想到 这何工匠会如此大胆 竟然藏在苏毅国师的眼皮子底下 就连李荣装扮成的李源军师 也是一时之间没有找到他 可是 这一日 何工匠的好运气 似乎是用尽了 他竟然被上司派到了李源军师身边 吩咐他帮助军师 一同在城里寻人 寻得什么人 不正是他自己吗 可这些话 何工匠怎会说出口 所以他一路忐忑地跟随在李荣身后 而李荣做梦也没有想到 被他寻找多日的何工匠 竟然就在自己身后 第404章 意外发现 李荣与何工匠这两人 竟然以如此特殊的方式遇到了 可惜两人见了面 却互不相识 就连李荣这位 被大唐朝堂之上的李二陛下 和朝中诸位大佬 都夸赞智慧如妖的大梦千年之人 都未曾想到 这位被各路人马寻找的何工匠 竟然就藏在自己眼皮子底下 而何工匠自然也是没有认出 走在队伍最前端的那位李源军师 就是那安平春的家主李荣 也许是何工匠的好运气 快要用尽了的缘故 也许是老天不想再见他 帮助突厥人 祸害大唐的百姓 接连几日 当初赏识何工匠那位突厥人 不知为何 一直未将他调回 就好像是忘记了他这个人似的 可何工匠 原本他的身份就见不得光 又怎么敢去找那位突厥人 将自己召回呢 所以这几日 他始终跟随在李荣身后 而其他人则是换了一批又一批 所以 李荣很快便注意到 队伍中这个人的存在 在他看来 这个人一定是受到了其他人的排挤 所以才会每天做着这种 出力不讨好的工作 你叫什么 这一日 李荣故意走在何工匠身边 对他问道 那心怀鬼态的何工匠 被他的这个问题问得心里一虚 但是却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随即说出自己早已想好的名字 一个十分普通的突厥人的名字 嗯 李荣随意地回应道 为碧阳城里的大唐百姓 登记造册的工作已经完成了 可是 国师苏裔交代下来的寻人的任务 还是没有任何进展 而他作为国师身边的大红人 又怎能放过这种表忠心的机会呢 于是 这才会带领着一帮突厥人 担任起了巡逻碧阳城的这项工作 为此 国师苏裔对他的印象又好上了几分 只不过监视他的人依旧未曾减少 想要改变这位国师的感官 恐怕还虚得不少时日 李荣对此事看得很淡 既然得不到苏裔的信任 也只好另寻他法了 这一日 又到了与牧原所率领的特种小队队员们见面的日子 依照惯例 李荣将登在自己身后的十几位突厥人 包括那位和工匠在内 全部召集到那家安平村饭馆 酒足饭饱之后 那十几位突厥人 又一次醉倒的不省人士 李荣接二连三地用烈酒灌醉突厥人 时间久了他担心 这些突厥人对那烈酒有了抵抗力 于是便在这烈酒之中加了点料 没错 就是安眠药 至于这种药的出处 自然是李荣身体中的作弊利器 最强地主系统 自从来到这碧阳城中之后 身边被突厥人环伺 李荣总是小心翼翼 生怕被人发现了自己的秘密 今日为了能够安心与特种小队的队员们见面 李荣这才趁着去茅厕的机会 从系统里兑换了几片安眠药 碾碎之后 加入了烈酒之中 因此 今日那与李荣一同喝酒的十几名突厥人 才会睡得如此香甜 见其他人已经呼声如雷 李荣这才放下心来 因为之前已经服用过新酒药 所以李荣自始至终都是清醒的 只不过他一直在伪装而已 正当他对电小二张铁蛋交代了几句 准备离开包间之时 那与突厥人躺倒在一处的何工匠 突然说了几句梦话 而那几句梦话 却让李荣大喜过望 不 我不回去 我 我才不与你们回去 何工匠因为饮酒过度 吐词不是很清晰 但是足以能够让李荣注意到了 李荣先是愣了片刻 可是却并没有在意 他刚想迈步离开 可是这时 那和工匠的声音再一次响起 你们突厥 突厥人 逗 都是些 是些白眼狼 我 我为你们 你们做了 那么多的事 静 竟然还想 杀 杀我 我 我 不和你们回去 当和工匠断断续续地说完这番梦话的时候 李荣已经回到了他的身边 再看那和工匠早已醉得不省人事 哪里会意识到自己说了些什么 家主 这时 那垫小二张铁弹也觉得不对劲 与李荣站在一处紧盯着眼前这位和工匠的脸 突厥人 李荣又重复了一遍和工匠方才所说的话 难道他不是突厥人 那他为什么会混在突厥人的队伍里 你去外面守着门 不能让任何人进入这个房间 李荣在这位怪异的突厥人身上有了重大发现 也就不着急去见墓园和特种小队的队员们 他觉得眼前这个人是找到和工匠的关键 此刻他真的想 把这个人掳到特种小队所在的那处民宅里 可是这大白天的 在碧阳城里扛着一个人穿城而过 这难度不亚于在苏毅的书房里盗取重要的文件 恐怕翘无声息地从苏毅那里偷到文件 都要比这件事要容易得多 所以事不宜迟 李荣决定 还是先在这间饭馆里得到自己想要的重要信息 可是接下来自己要用的手段 不易被张铁蛋看到 而且这张铁蛋不是特种小队的队员们 谁知道事后他会不会将今日之事传出去 为了谨慎起见 李荣还是决定将他支出去 张铁蛋虽然满心好奇 想要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可是家主的话令他有了一丝压力 而且他也知道家主的身份特殊 接下来的事情恐怕不适合自己继续听下去 所以他才会毫不犹豫地走出包间 为李荣担任起护卫的工作 包间里 李荣也不担心自己接下来的问话 会被那些突厥人听到 因为那几片安眠药的效果非常好 足可以让他们一觉睡到明日 正当李荣将那盒工匠拎起来 准备问个清楚之时 他忽然觉得眼前的这个突厥人似乎有些熟悉 他眨了眨眼睛 压抑住心里的怪异 仔细回想 片刻后 他突然一拍脑门 随即从怀里拿出一张画像 这张画像是国师苏毅 为了寻找和工匠特意请画师画出来的 为的就是寻找起来方便一些 所以李荣才会随身携带 没想到此刻却派上了用场 第405章 找到 李荣拿着那张和工匠的画像 与眼前这人如此这般一对比 卧槽 李荣忍不住地抱了一句粗口 这两个字是他来到大堂之后 第一次用后世的语言 形容此刻自己激动的心情 眼前这人 除了胡子和眉毛 与画像中的和工匠 又很大的不同之外 脸部的其他特征一模一样 那眼前这人的身份 也就不言而喻了 和工匠 我可终于找到你了 想到这里 李荣的脸上终于重新挂上了笑容 如今和工匠是找到了 解决了来到碧阳城中的第一大难题 接下来就是想方设法地 从和工匠口中 得到那机关术研究所的所在 只不过这和工匠 如今可是混在突厥人的队伍中 而且这些天以来 突厥人已经对他这个人 有了一些印象 如果将和工匠突然掳走 势必会引起突厥人的怀疑 所以李荣决定按兵不动 装作不知和工匠的真实身份 凭借自己在突厥人之中的身份 足可以能够让和工匠将自己视为可以依附之人 于是 自从那日和工匠与李军师在饭馆里喝过酒之后 他就成为李军师身边的亲信 无论这位李军师走到哪里 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对此和工匠觉得又是诧异 又是庆幸 原本他的身份是绝对不能见光的 他正愁在突厥人之中 没有人可以依附 可却没有想到 与李军师喝了一顿酒之后 与那李军师的关系 有了重大突破 和工匠觉得自己在突厥人的队伍中 终于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只不过 他的警惕之心 可是始终未曾放下过 无论李军怎样旁敲侧击 他就是对自己的过往 只字不提 看来还是自己的手段太温柔了 已经在碧阳城中耽搁了这么久 李二陛下派过来征讨突厥军的大唐将士们 想必用不了几日便会赶到这里 李军师想在他们到来之前 找到机关术研究所 然后捣毁 不让这些害人的东西 继续留在突厥人的手中 这和工匠油盐不尽 看来是时候 让他得知自己的真实身份了 于是这一日 李军依照惯例 将跟随在自己身后的突厥士兵灌罪了 唯独留下了和工匠 饭馆的后门处 是在一条僻静的小巷子里 一辆马车正停在饭馆的后门处 没过多久 已经恢复本尊模样的李军 尖头处扛着一个人形麻袋 从后院里走了出来 随即他将尖头处的麻袋 扔进了那马车之中 然后这辆马车便在碧阳城中 慢悠悠地行驶起来 依旧是那处民宅 马车停在了巷子口处 等到李军将人形麻袋 从马车之中扛出来之后 早已得到消息的小五 已经从民宅之中出来接应了 家主 这是 进去说 待到李军将人形麻袋 扔到地面上时 麻袋里传来一阵闷恒声 里面竟然是一个人 包括墓园在内的特种小队队员们 不知李军为何会大费周章地 带过来一个人 全都一脸疑惑地看着他 等到李军将麻袋 从那人身上揭开的时候 众人倒吸了一口气 突厥人 家主 这个突厥人有什么问题吗 墓园问道 他可不是突厥人 你们再仔细看看 不要说特种小队的队员们 没有认出 就连李军也是拿出画像之后 才认出眼前这已经醉死过去的人 竟然会是和工匠 他 死 众人听到李军所说的话 全都围惧到一处 仔细观察躺在地上这人的脸 突然一身腹伤装扮的张老猫 好像是想起了什么 从怀中拿出一张纸 众人随着他的动作看过去 发现是一张画像 正是那和工匠的画像 对啊 我们怎么 没有想起来 众人看了看那张画像 再看向那 躺在地上的突厥人 这不正是自己这些人 寻找了多日的和工匠吗 家主 厉害啊 您是怎么找到他的 待到众人核实过后 小五发自肺腑地对李军称赞道 其他人也是随声附和 呵呵 我说这是巧合 你们相信吗 李军难得在众人面前 如此轻松地说话 巧合 众人依旧不解 是啊 你们知道吗 他可是一直躲在突厥人的队伍中 而且还是改头换面 变成了突厥人的模样 难怪我们之前在城里那样找 也没有找到 机缘巧合下 乔装改变的和工匠竟然来到了我的身边 而且这一待就是几日 所以我才会发现端倪 可是这个人十分狡猾 而且警惕性也非常重 无论我怎样旁敲侧击 一句实话也套不出来 所以我才会想到 把他抓到这里来 用一些非常手段来迫使他 将那机关术研究所的位置说出来 哼 家主 像他这样的叛徒 我们就应该严刑拷问 我就不信他不说实话 是啊 家主 如果不是这个人 我们大唐的百姓 也不会遭受到这场战事 这碧阳城 也不会沦为突厥人手中 李荣的一席话 将众人心里的怒火 熊熊燃烧起来 他们恨不得将这和工匠 狠狠地揍一顿 所以才会窜夺着李荣 对和工匠施以酷刑 以解自己心头之恨 好了 我们还是把他叫醒 看看他怎么说 李荣阻止了众人 重口一词的说辞 随即他装作 从衣兜里寻找的样子 从系统里 兑换了一颗醒酒药 塞进了和工匠的口中 这醒酒药的药效很快 片刻后 和工匠便开始悠悠转醒 带到他睁开眼睛 看清楚自己身处的环境时 一脸的震骂 陌生的环境让他心惊 自己周围的这些人 更令他心慌 因为他看着眼前的这些人 总觉得自己在哪里见到过 和工匠 你醒了 正当这时 一道熟悉的声音 在他耳边响起 他寻着声音看过去 却发现 眼前的这人 正是安平村的家主李荣 和工匠之所以会在 刚一看到李荣的时候 就立刻认出 那是因为 曾经在安平村的末宫中时 他已经远远与李荣碰过面 对于这个大梦千年之人 他的印象非常深刻 第406章 喝酒 家 家主 和工匠在看到眼前 这个相貌俊朗的年轻人 立刻认了出来 在认出李荣的这一刻 和工匠就知道自己完了 恐怕自己是 走不出这间屋子了 哼 和工匠 你好厉害啊 真没想到 我们安平村 竟然还藏着你这么一个人才 家主 像他这样背信弃义之人 就应该经历一番折磨 这才不枉我们这么多人 寻找他多日的辛苦 是啊 家主 不如先让小的揍他一顿 先出了心里这口恶气再说 各种小队的队员们 看到和工匠醒过来的那一刻 就将全部矛头指向他 令和工匠浑身因为恐惧 而颤抖不已 和工匠 我们把你抓到这里来 有什么目的 想必你已经猜到了 把你知道的一切都说出来吧 只要我们证实 你说的是实话 会留你一句全尸的 屋子里吵闹不已 李荣一挥手阻止了众人的吵闹 屋子里重新恢复安静 可是他的这句话语气淡然 但是这其中的意思 却令和工匠觉得杀气腾腾 只觉得自己的后背发凉 和工匠只是一个普通人 他能够从安平村的末宫里 偷出机关术图纸 全是运气使然 让他从眼前这些特种精英的 严刑拷问中能够活下来 而且他也不想受那皮肉之苦 所以他咬了咬牙一口气 把事情的经过讲述了一遍 带到和工匠讲述完 他是如何将图纸献给国师苏毅 又如何被苏毅 逼迫研制出机关术战车时 包括李荣在内 都不知道和工匠 竟然会有如此逆天的运气 竟然会被他一个菜鸟籍的人物 真的研制出 在战场上所向披靡的机关术战车 如果不是这位和工匠 做了如此大逆不道的事 就凭他这份才能和机制 李荣一定会把他留在自己身边重用他 可惜 即便是和工匠 此刻对自己曾经做的事追悔莫及 也必定是死路一条 大唐的军民 因为他一个人死伤数万人 这数万人的冤魂 都不允许李荣放过这个人 更是因为他一个人 接下来还有几场更加惨烈的战事 又不知道会搭上多少条人命 才会将碧阳城 从突厥人手中重新夺回 并将他们赶回草原 现在 你可以说说 藏在这碧阳城中的机关术研究所的位置了 李荣在心里唏嘘了片刻后 接着对和工匠问道 和工匠先是看了看李荣 紧接着又看了看特种小队的队员们 回应道 那 那研究所的位置 就在城里唯一一立春院的后面 什么 是 是的 就是在立春院的后院 我也是逃出来之后 才知道这件事的 见众人颇为诧异 和工匠继续说道 哼 这还真是大赢于事啊 试问有谁会想到 如此重要的部门 竟然就在全城人的眼皮子底下 可是 那研究所做出来的东西 都是非常巨大的 难道他们就不怕被人发现吗 李荣先是感慨了一番 立刻心里又生出一丝疑惑 对和工匠问道 回禀家主 其实自从小人那一次研究出那战车之后 就再无建树 什么也没有造出来 所以 那研究所就是个摆设 而且那苏毅厚颜无耻 就是一个小人 明明他当初答应了小人 会放小人离开 可是却没想到 被他抓到了这碧阳城中 继续为他没日没夜地研究那种害人的东西 所以 小人便一直想方设法地想要逃离那个地方 哪里肯真心实意地研究那种看不懂的图纸 和工匠说了这么多之后 便停了下来 将他带下去吧 见关键信息 都已经从和工匠口中得知 李荣便吩咐特种小队的队员们 将和工匠关起来了 即使这和工匠再如何该死 也不能翘无声息地死在自己手中 李荣想 在破城之日 当着全城大唐百姓和将士们的面 摘取和工匠的首集 让那些心存判心之人 好好看看叛徒的下场 和工匠被带下去之后 屋子里又恢复平静 所有人都在等待李荣说出接下来的行动 如今已经确定了 那机关术研究所的所在 就是不知这么长时日 突厥人有没有换了位置 毕竟那里 可是走脱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和工匠 就差亲自去查看了 李荣当即做出行动计划 明日夜晚 包括李荣在内 所有特种小队的队员们 全都伴做客人 去那家立春院里喝花酒 然后在趁着夜深人静的时候 去那妓院后院查看一番 想必一定会有发现 与众人制定行动计划后 李荣便独自离开 又回到了那家酒馆 由于这一次 他在那些突厥人的烈酒中加了些料 所以 这一次 李荣是留在酒馆里 直到第二日 日上三干 才与那些突厥士兵 一同睡眼惺忪地醒了过来 当然对于昨日在酒馆里发生的事 众人皆是心照不宣 装作什么也没有发生的样子 接着在城里开始了巡逻任务 要说李源军师原本应该待在国师苏义身边 为他出谋划策的 可是却每天做出巡逻兵的工作 长此以往 就连城里的普通老百姓 也看出了一丝端倪 看来他并不像表现出来的那样受宠啊 于是这天晚上 心情格外郁闷的李源军师 约了几个平日关系较好的突厥人 一同来到立春院 喝花酒听曲 李源军师 作为碧阳城的名人 自然是一进入这立春院 就接收到来自妓院老宝和姑娘们的热情 那些跟随李源军师一同前来的突厥人 也跟着沾了光 就连这妓院里的头牌姑娘 都被老宝叫了出来 陪李源军师这位贵客 逢场作戏 对于李荣来说再简单不过 借着这个机会 在年轻貌美的姑娘们身上 占占便宜 搂搂抱抱在所难免 毕竟来散心 可是他提出来的 如果不做点什么 势必会引起其他人的怀疑 而那位被李荣搂在怀里的头牌姑娘 叫做芙蓉的 也是十分配合 面色微红地回应着 这位碧阳城中的大红人 第407章 线索中断 历春院里 李荣和一众突厥好友 与一群面含 春 色的姑娘们 听起来喝酒好不快活 今夜不知为何 这历春院里的生意特别好 接连又贵客登门 忙得那老宝出了一层的薄汉 但是他的心里 却早已乐开了花 原因无他 这可都是送银子来的爷 怎么的也得伺候好了 只不过这些客人有些奇怪 他们皆都是只听曲 却不做其他的事情 不仅是老宝感到奇怪 就连陪在他们身边的姑娘们 也觉得颇为怪异 时间一点一滴地向前推移 历春院里逐渐安静下来 丝竹声和姑娘唱曲的声音 逐渐消失 李荣与突厥人所在的房间里 那些突厥人 自然是又一次 被李荣带过来的烈酒给灌醉了 这一次 他们睡得比以往还要香甜 呼噜声此起彼伏 就连陪在他们身边的姑娘们 也皆是醉得不省人事 与楼里的红牌姑娘 在一处的李荣 故技重施 因为提前吃了一颗醒酒药 因此 他全程都是在装醉 直到他确认 房间里的所有人都醉死过去 这才睁开眼睛 他先是双目扫视 观察了屋子里的情形 然后再静心倾听着楼里的动静 隐约地还能够听到 某个房间里 传出姑娘们的笑声 此刻与约定的行动时间 还有些时辰 李荣转回身回到房间里 躺倒在床上闭上双眼 强迫自己进入睡眠状态 因为他知道 如今只有养精蓄锐 才能不至于拖此刻行动的后腿 历春院里的另一个房间里 以牧原为首的特种小队的队员们 已经趁着楼里其他人睡着的机会 聚到了一处 也不知家主那边的情形如何了 小五低声对其他人问道 我刚刚注意了那边的动静 那边早就安静下来了 说不定 家主已经和那位头牌姑娘 正在缠绵翡测呢 这番话是刘大彪说的 他的话音刚落 就听特种小队的队员们 发出一声哄笑声 只不过 他们担心被这楼里的其他人听到 始终压抑住声音 可是这些话 却引起牧原的不满 因为他 可是家主的小舅子 自然是不想李荣出门在外 背着自己的姐姐 与其他的女人发声点什么 其他人自然明白 牧原心里在想什么 立刻停止了笑声 但是笑意却一直憋着 憋得是相当难受 众人说笑着 终于等到了子夜时分 这时 整间立春院里 已经彻底安静下来 此起彼伏的呼吸声 从各处房间里传出 李荣和一众特种小队的队员们 这时全身 已经被黑衣包裹 早已做好行动的准备 半个时辰后 立春院后院的那条小巷之中 十几道黑影一闪而过 皆是原地腾空而起 朝着立春院的后院飞掠过去 悄无声息地飞去 悄无声息地落地 未曾引起一个人的注意 十几道黑影落地之后 一言不发 同时开始行动 朝着那些禁闭的房门走过去 一番周折之后 那十几道黑影 将所有房间全都搜查了一遍 可惜一无所获 无论是人 还是让他们惦记了多日的东西 全都失去了踪影 立春院里 已经恢复平日装扮的众人 再一次聚在一处 皆是紧锁眉头 看来 我们已经猜对了 那些突厥人发掘 和工匠逃走之后 便转移了 机关术研究所的位置所在 毕竟那里的东西 对于突厥人 接下来争讨之路 是至关重要的 以苏毅和苏清两人的谨慎 也绝不会让机关术研究所的秘密 被世人得知 尤其是我们这些从大唐来的人 李荣建众人的情绪有些低迷 显然是被这一次的行动结果打击到了 作为出门在外的主官 他可不想看到 手下们失去继续战斗的信心 于是这才出言平复众人的情绪 实则他的心理并不比其他人好受 今夜算是线索中断了 想要找到那机关术研究所的新地址 又不知需要多少时日 只是他不能将这种情绪 流露出一丝半点 他担心自己的这种情绪会影响军心 好了 今夜也不是一无所获 起码我们验证了和工匠交代的话的真实性 所幸 我如今还在苏毅身边 早晚有一天我们会再得到线索 李荣对着众人说完之后 便又回到自己来时的那间房间 装作乱醉的样子 重新躺倒在那位头牌姑娘的身边 接下来的日子按部就班 李荣依然在苏毅身边担任军师一职 只不过不再邀请普通的突厥士兵去酒馆喝酒 而是将目标转向了突厥军的贵族 在他看来 那些突厥普通士兵根本就接触不到机关术研究所 这种绝密的事 想要得到有用的信息 还是得从这些突厥贵族们的身上下手 碧阳城外八十里处 李靖 程耀金 牛靖达 还有程家的三大顽裤 率领着大唐几十万大军 已经这里在安营扎寨了 绵延十几里的大军营帐 早已被城里派出去的突厥打探消息的赤后汇报 给了国师苏毅 几十万大军 苏毅在听完赤后的汇报后 嘴角露出一抹冷笑 这大唐的李世民还真是大手笔啊 为了一座小小的碧阳城 竟然动用了几十万大军 兄长 不管他大唐来多少人 只要我们手中有机关术图纸 战场上的优势皆掌握在我们手中 苏清见苏毅脸上闪过不悦的神情 出言安慰道 机关术最近这段时日可有进展了 听完苏清的安慰 苏毅经他这一提醒 想起了当初在战场上所向披靡的机关术战车 可惜 自从那和工匠逃走之后 突厥人竟然没有一个人 在这方面有任何建树 也就导致了 如今机关术研究所成了摆设 呃 兄长 抱歉 机关术实在不是我们所擅长的 关于机关术战车的进展 已经停滞不前了 啪 苏清的话音还未落下 就见苏毅的情绪有些失控 重重地拍着面前的桌子 虽然没有打在苏清的身上 但是这已经足够让苏清的面子挂不住了 第408章 唯以重任 枉我将如此重要的事交给你 可你 太令我失望了 苏毅虽然已经看到苏清的脸色有些难看 但是此刻他正在气头上 哪里管得了那么多 自然是先解了气再说 苏清被兄长训斥 心里自然是极度不服 但是毕竟 这件事是自己没有办妥 他也只好咬着哑人了 这边苏毅心里的火气 发泄得差不多了 也不好一直拿着这件事说个不停 而且他也知道苏清说的是实情 突厥人一直生活在草原上 哪里见过像机关术战车这种宝物 没有人能够看懂 也是情有可原 在这突厥人的地盘 虽然如今苏毅已经大权在握 但是协力可汗上在人间 苏毅想要做什么都需要与苏清配合 不然引起突厥人的反弹 那他们作为父神教的红衣主教 为了能够将计划进行下去 不能与苏清的关系闹得太僵 于是他眼珠一转 脸上也重新挂上了笑意 对苏清说道 纳河工匠 我想都这么久了 恐怕早已逃出城去了 所以我们还是不要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 兄长 您说的这些我都明白 但是 我们手里的这些人 可是对那图纸全都是一知半解 更不要说做出那种东西了 二弟 你不妨换一换思路 换个我们更加信任的人 来做这项工作 苏毅见苏清一脸的不解 于是便耐着性子对他说道 换个人 兄长 请您如此说 想必您心中已经有了合适的人选了 苏清问道 嗯 是啊 苏毅回应道 兄长 那个人是谁 苏清接着问道 他就在我们身边 苏毅故意卖了个关子 想让苏清猜出来 苏清见苏毅的语气轻松 也就不急于知道答案 低头沉吟 思索着苏毅方才的那句话 片刻后 他的眼前一亮 想是已经猜到了 兄长 你说的不会是 李渔 李渔 房间里 苏毅和苏清兄弟俩 一口同声 同时说出李军师的名字 兄长为何会想到李军师 说出李军师的名字后 苏清接着问道 因为他足够机智 以他的智慧 足以看懂这种机关术图纸 可他加入我们时日尚短 如此机密的是被他得知 兄长就不怕 他将这件事传将出去 听完苏毅所说的话 苏清依旧不解地问道 李渔这个人 虽然至今我还尚未看透 但此人绝顶聪明 就凭他在这么短的时日 能够结交那么多突厥权贵 就足以说明他这个人 无论是手段还是头脑 都比普通人要聪明许多 至于忠心 我想在这个世上 没有几个人 能够真正能做到忠心的 更不要说 李渔是突然加入我们的 这样 二弟 最近这段时日 你就待在李渔身边 随时监视他 我相信 以你的身份 足可以做到十二个时辰 都能够待在他身边 而且相信他也没有什么借口 将你赶出去 是 兄长 就按您说的办 第二日 李荣刚起床 就被国师苏毅 叫到书房面见于他 李军师 从今日起 你不再担任巡防工作 本国师派给你 一项更重要的任务 李荣刚刚站定身形 苏毅便对他说道 此时书房里还有苏清 只不过全程都是苏毅 在与李荣说话 而苏毅的一番话 令李荣颇为意外 不知苏毅说这些话 究竟是为了什么事 不知国师大人 派给小人什么任务 李荣问道 至于具体的任务 由苏清先生与你细说 这段时日 苏清先生会全程陪同你 你有什么疑虑 尽可以请教于他 苏毅三言两语地 将事情抛给了苏清 李荣转过身 在面对苏清这张 与苏毅相同的脸时 忽然心里一动 难道他们是想让自己 参与那机关术战车的 研究工作 如果真是如此 这件事对于李荣来说 可真是意外之喜啊 于是他便向苏清行了一礼 随着苏清离开了府衙 走出府衙后 李荣发现有一辆马车 正停在府衙门口 苏清先一步上了马车 而李荣则是被几个突厥人 蒙住了眼睛 随后也被人扶上了马车 李军师 不要误会 我这么做 也是逼不得已 不想那秘密之所 被太多人知道 李荣刚刚坐定 就听那苏清的声音 在自己耳边响起 小人明白 小人能够被国师大人 为以重任 这是小人的荣幸 感激还来不及 哪里还会有其他的心思 李荣从方才被蒙上眼睛之后 就立刻明白 他们为何会如此做 还不是担心自己 记住了 那去往机关术研究所的路线 再将消息传出去 坏了他们的大事 嗯 只要你用心做事 自由你飞黄腾达的一日 正当这时 苏清的声音 再一次在李荣耳边响起 是 多谢先生 两人说完之后 便沉默下来 李荣虽然被蒙住了眼睛 但是他毕竟修为还在 感知力比那些 负责护卫的突厥人 都要机敏 所以 这一路他都在用听觉 感知自己这一路上 听到的声音 以此来判断 去往那机关术研究所的路线 不知多了多久 李荣察觉到 马车停了下来 然后他被人扶着走向马车 待到他蒙在眼睛上的黑布 居住在一间堂屋里了 这里就是我们的机关术研究所 李军师 看到眼前的这些 你有什么感想啊 这时苏清来到李荣的身边 对他问道 此刻李荣感觉自己 好像是 回到了安平村的末宫 各种机关术图纸 被挂在堂屋的墙上 而在这些图纸下面 各有几名身穿突厥人服饰的人 低声议论 显然是在研究图纸上所汇的东西 更加让李荣觉得诧异的是 那种出现在上一次 碧阳战场上的机关术战车 就摆放在堂屋的中间位置 而在这架机关术战车的旁边 还有几个没有成型的 看不出任何东西的物件 诸位 我旁边的这位 以后会与你们一同工作 苏清对着堂屋那些人说道 第409章 研究所出体验 碧阳城机关术研究所里 众人的目光 循着苏清的话看过去 只见他的身旁 站着一位三十多岁的书生打扮的青年 诸位 这位便是国师大人身边的军事理员 从今日起 他会与你们一同研究机关术 希望诸位通力合作 早日研制出 我们突厥国在战场上 所向披你的力气 苏清说完便离开这个堂屋 他要留下空间 让李源和其他人交流 至于监视李源的工作 他自然是 交给了躲在暗处的暗卫们 而他则是躲在这处民宅的某处房间里 享受着胡姬的娇媚 李军师 苏清离开后 堂屋里的气氛变得些许轻松 虽然李荣有着军师身份 但是在这堂屋之中 只有自己一个人是大唐人 而其他人则是突厥人 突厥和大唐 已经征战多年 彼此已经到了仇人见面 分外眼红的地步 如今 自己身为大唐人 成为了国师苏义身边的走狗 虽然有些人明面上不敢得罪自己 但是私底下十点半字 还是大有人在的 就像是后世抗战时期的二鬼子汉奸 李荣此刻的感觉就是如此 明明自己身在曹营 心在汉 可在这碧阳城里 却成为了被大唐百姓唾弃 突厥人瞧不起的存在 颇为尴尬 这不眼前的这些人 虽然当着苏卿的面 不敢多说什么 但是想让他们与李源军师一同工作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于是 那几人皆是十分敷衍的 同李荣打了一声招呼后 便忙着自己的事情去了 不再理会他 李荣对于自己遭遇到的这一切 早已预料到了 因此 他只能抱以苦笑 转过身来到一处 没有突厥人的图纸下面 开始研究起来 李荣的双眼 始终注视着眼前的这张图纸 当初在安平村莫宫建立初期时 李荣为了支持莫宫 从系统里 兑换出许多张金氏骇俗的图纸 眼前的这几张 虽然他没有什么印象 但是从这张图纸上标注的特殊符号 就足以证明 这些图纸 就是出自自己的手 因为图纸上的特殊符号 正是后世的几何符号 在李荣此刻所在的这个时空里 也许这世上 只有他一个人 能够看懂这些符号 到底代表了什么意思 当然还有如今 安平村莫宫里的核心人员 当初这些符号 可是李荣亲自教授给他们的 而和工匠身为当初莫宫的外围人员 根本就没有学过几何图形 和符号这些后世知识 但是却被他意外地研制出 其中一种机关术 就凭他的这种本事 如果不是他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责 李荣还真的有可能将他收进莫宫中 成为那些让人艳羡的核心人物 双眼注视着图纸 李荣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而他的举动 则被其他人一直关注着 我看很有可能 是啊 从方才他站到那里 可是一动未动啊 切 我看他是在装腔作势 唐屋里那些突厥人的议论声 自然是没有逃过那些 躲在暗处监视李军师的暗卫的耳朵 其实他们的想法 与这些人一般无二 这段时日以来 这些暗卫们始终跟着李源军师 他这个军师可是从未做过什么贡献 好多突厥权贵都在猜测 这位李军师 为何会受到国师苏义的青睐 并未以重任 猜来猜去 那些人也没有猜到真相 反而直接将李军师和国师大人之间的关系向歪了 这位李军师长的眉清目秀 一身的书卷气息 无论走到哪里 都会受到许多人的关注 说不定国师苏义 就是看上他这一点 才会把他留在身边的 众多暗卫们想到这一点 暗地互相对视 皆从对方的眼中 看到了一丝嘲讽 李荣可不知道 这些人复杂的想法 他盯着眼前的这张图纸 非常想将这些图纸 直接从墙上接下来毁掉 由于自己的疏忽才导致 这些图纸竟然会出现在 距离安平村一千多里的碧阳城 到了突厥人手中 索性目前为止 还未造成无法挽回的局面 如今摆在自己眼前的 就是这些图纸 只是不知在国师苏义手中 还有没有其他的了 这一点李荣不能确定 不然他在看到这些图纸的第一时间 就会立刻毁掉 哪怕自己的身份会因此暴露 他也在所不惜 摆在李荣面前 不只是图纸的问题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 目前为止 他还不知自己所在的 民宅的位置 今日来到这里时 全城都是被蒙住眼睛 虽然李荣这段时日 每天在城里行走 几乎已经将这城里摸透了 但是他却从未想过 有一天自己会被蒙上眼睛 在城里转一圈 也许很有可能是两圈 他知道 突厥人为了不让自己 得知机关术研究所的真正位置 说不定故意在城里多走几圈 不让自己到了最后 也不会失去方向感 等到他被蒙住眼睛的黑布 被摘下来后 他便已经身处在这间堂屋之中了 虽然那位国师兄弟 不在这间堂屋之中 但是李荣知道 他一定躲在这处民宅的某间屋子里 说不定 他就是要制造出这种松懈的假象 以此来验证自己是否忠心 第一日在机关术研究所里 李军师没有任何建树 到了傍晚时分 那消失了一日的苏青 终于出现了 他是来带李军师回府衙的 因为国师苏毅说了 这位李军师 晚上必须得在府衙过夜 那些躲在暗处的暗卫们 看到这一幕 纷纷露出暗 还真是好啊 李荣的双眼 很快又陷入一片黑暗中 他全程都是被人扶着 走上了马车 他人刚刚在马车上坐稳 就听那苏青的声音 在他耳边响起 李军师不知今日的进展如何 苏先生 抱歉 今日未有任何进展 李荣听到苏青 对自己提出的问题 就知道 他早已等得不耐烦了 只不过今日 自己才刚刚来到研究所 总不能告诉他 自己已经看懂图纸了吧 第410章 李军师的尴尬局面 那他还不把自己 当作是怪物一般的人物看待 因此 李荣还是决定低调一些 先认个耸 苏青早已预料到会这个结果 因为在他看来 除非那位大梦千年之人 亲自来到这里 不然不是什么 都能够看明白 那种犹如天书一般的图纸 嗯 军师莫及 我知道这种事 不是一蹴而就的 只要我们切而不舍 相信早晚有一日 我们会在机关术这方面 有重大突破的 是 苏先生 小人一定会与师父们通力合作 争取看懂这些图纸 嗯 今日在研究所里看到的一切 我希望你能够守口如瓶 绝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这件事 不然我也不敢保证 你还会不会继续受到 国师大人的青睐 是 李荣恭敬地硬了一声 随即沉默下来 苏青也不再多言 只不过 他的视线始终停留在 李渊军师的脸上 他是想从这张脸上 看出一丝端倪 不知为何 他在面对李渊军师这张脸的时候 总是觉得有些心慌 他总觉得 在这张面孔之下 还藏着另外一张截然不同的脸 而那张脸 正是自己心慌的缘由 但是 无论苏青怎样看 也未曾看出一丝破绽 如果此刻李荣知道苏青的心思 恐怕会直接仰头大笑 开玩笑 系统加持过的易荣方案 又怎会是你这种凡夫俗子 能够看出来的 因此 这才是李荣被蒙住双眼 还能如此坦然的真正原因 他相信 只要不是自己主动揭开真实身份 这世上 恐怕就连家中的几个女人 站在自己面前 也认不出自己吧 待到李荣和苏青回到县衙之后 李荣是回到自己房间休息去了 而苏青 则是被国师苏毅 交到了书房之中 如何 苏毅口中并没有提及名字 但是苏青 却知道他说的是谁 恐怕你这次看错了 苏青轻叹一声说道 为何 苏毅问道 今日他站在那里一日 未曾与其他人交流过 我猜他根本就看不懂 苏青回应道 未与人交流过 苏毅问道 是啊 也许他不屑与其他人讨论呢 苏毅不死心地问道 也是 他一个大唐人 混在突厥人之中 也难怪 苏青听后回应道 李荣如今的情形 就如同我们当初来到草原时 一般无二 只不过 我们手中有诗神花这种奇物 很快将突厥人掌握在我们手中 而他则什么也没有 想要那些突厥人 对他一个大唐人言听计从 除非他拿出一些手段 迫使那些人听他的 苏毅说完这番话便停了下来 他的思绪回到了当初 刚来到草原时的情形 协力可汗 当初是何等的不可一世 曾经被整个草原暗中 称为天可汗的人物 如今还不是被自己随意拿捏 想到这里苏毅的嘴角 便微微上扬 心里隐隐有些自得 抚押之中 李荣对苏毅和苏青兄弟俩 背着自己说的那些话 一无所知 即使是他知道了 也不会说什么 手段 自己有的是 而且还是层出不穷 只不过这些手段 不能展示于人前 不然只要自己露出那么一点点 还不得震得那些土包子 惊掉了下巴 此刻他正躺在床上 思索着自己如何 将信息传递出去 如今在自己身边的 只有刘大彪 但是自从他来到这府衙之后 为了不引起其他人的怀疑 他自始至终 也没有与刘大彪说过一句话 怎样才能再不引起 其他人的注意 还能让刘大彪 将信息传递出去 目前是摆在李荣面前的难题 想到这里 李荣从房间里走出 在府衙之中闲逛 他知道自己的周围 不知有多少双眼睛 正盯着自己 不能做出任何 引起他们怀疑的举动 李军师 嗯 李军师 军师 一路走来 遇到不少突厥护卫 虽然李渊军师 没有什么功劳 但是人家可是 国师大人身边的红人 冲着国师大人的面子 他们也不敢轻易怠慢李军师 李荣一边随口敷眼 一边寻找着刘大彪的身影 可惜 直到他走到府衙门口 也未曾看到 反而备手在府衙门口的护卫 劝了回来 因为他们知道 这位李军师 没有国师大人的允许 是不能离开府衙一步的 李荣自然也清楚这一点 很自然地转回身 没有任何一丝尴尬 因为这些人在府衙之中的地位 还不如自己 都是武士不孝百步 谁也不比谁的地位高多少 李军师 当李荣快要回到 自己所在的房间时 这时 一道熟悉的声音 在他身后响起 刘大彪 没错 这道声音 李荣再熟悉不过 他连忙转过身来 只见刘大彪 早已将自己 化身为突厥人的一部分 哪里还有一点 大唐人的影子 而且他在如此短的时日里 竟然从一个小人物 摇身一变 成为突厥护卫的队长 这种适应能力 就连李荣都心生佩服 嗯 刘队长 找本军师有什么事 李荣知道 是刘大彪听说了 自己在县衙里闲逛的消息 特意被那些突厥人 派过来劝阻自己的 回禀军师 小人 小人听说 军师您想出门 刘大彪知道 李荣出门 一定是来找自己的 因此才会一句 掰成两端的问道 嗯 出门 我没出门啊 李荣故意大声反驳道 随即他朝着 刘大彪这边靠近 用仅有他们两人 能够听到的声音 快速S说道 告诉他们研究所的位置 我会想办法 是 家主 没出门 可我怎么听说 军师您方才已经 走到府衙门口了 如果没有人挡着您 恐怕已经出去了 刘大彪先是低声 回应了一句 随即便大声 对李元军失智问道 哼 刘队长 本军师的自由 还轮不到您 在这里指手画脚 李荣先是强势地 回怼了一句 随即又低声 快速地对刘大彪说道 我已经成功 进入研究所 只不过 我还想想办法 得到那些人的信任 说完这番话 李荣迅速与刘大彪分开 装作一副 不屑理会她的样子 转身回到自己的房间之中 第411章 鸡女到来 密阳城县衙里 李元军师和刘大彪 护卫队长吵起来的事情 很快便传遍了整个府衙 听说刘大彪护卫队长 心里憋着一口气 待到他轮值结束之后 跑到立春院 去找了个姑娘县 火去了 并且还扬言 要让李元军师好看 原本那些躲在暗处 监视李荣一举一动的暗卫们 对那天晚上 李荣和刘大彪 近距离接触的事情 产生了怀疑 但是他们还没来得及 向国师苏毅汇报 这件事 就已经在府衙之中传开了 自然也没逃过他们的耳朵 显然这李元军师 和刘大彪护卫队长 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也就打消了暗卫们 对李荣的怀疑 李荣这一次的身份危机 悄无声息地解决了 刘大彪护卫队长 被人传出去立春院逍遥的事 李荣听了之后 嘴角扯出一道 不易察觉的糊涂 他知道 刘大彪这是故意为之 他是想借着这个机会 把消息传递出去 效果还不错 看来平时的训练没有白做 接下来的一段时日 李荣被苏青逼迫着 在府衙和那处不知位置的 研究所之间穿梭 机关术研究 当然没有任何进展 即使他是李元军师 也做不到像安平村的墨宫那样 熟知机关术图纸 对此 苏青急在心里 却又无可奈何 他总不能拿着鞭子 将李元军师鞭打一顿吧 他知道 即使自己再怎么逼迫 也不能把一个 对机关术方面一无所知的人 转眼变成熟知机关术的高手 可远在碧阳城几十里外 大唐朝堂上派过来的 几十万大军 已经兵临城下 即便自己手中 有上一次制造出的 机关术战车 也不足以扭转 突厥 在战事上的劣势 违京之际 只有再次联合草原 其他部落的大军 一同将几十里外的 大唐军队围攻 国师苏毅 已经将这里的消息 专递给草原的各个部落 如今只有先按兵不动 等待消息 那几十万大军 守在碧阳城的这些突厥人 可不敢主动招惹他们 弄个不好 就会招来杀身之祸 几十里外 大唐的军长之中 李京作为主帅坐在守卫 而在他的下方 程咬金 牛静达等几位朝堂武将 全部聚集在一处 站在下手方的 则是何常事 何常事被李荣留在当初 那座小城池之中 这段十日以来 他始终都是孤军奋战 李荣和特种小队的队员们 自从进入那密阳城中之后 便再也没有任何消息传出来 而他想要得到碧阳城里的信息 也是颇为不易 他能想到最好的办法 便是再次派人混进去 正当和尝试想向暗影组织的成员 传递出自己的计划之时 他忽然接到了朝堂大军 赶往这边的信息 于是 何常事便找到了这里 他是在想 与朝堂大军会合 总比自己与暗影组织的成员 像无头苍蝇到处乱撞 要强了许多 更加令人诧异的是 与何常事站在一处的 竟然还有原本应该留在安平村里的 袁熙 紫蕴 紫军 和紫燕四女 军帐之中 因为这几个女人的 道来添了一分颜色 气氛也变得轻松起来 你们 太胡闹了 李荆坐在上手 看着几个花容月貌的女人 只觉得自己头痛不已 这一刻他有些疑惑 不知这几个女人 究竟是如何在相隔一千多里的安平村 安然无恙地走到这里来的 难道他们 就不怕自己会被歹人盯上 出现危险吗 不过李荆转念一想 回想起这几个女人之前的身份 别看他们一个个长得娇滴滴的 但是要说 他们的手段即便是男人 也没有几个会是他们的对手 而且 他们如今是男子打扮 也是为自己的出行 减少了很多麻烦 李将军 陈国公 牛将军 我们只是担心家主的安危 家主自从千万密阳城之后 便再无任何消息传出 我们是想混进城去 把这城外的状况说与他听 然后我们再来一个里因外合 把那些突厥人都赶回草原去 这番话是何尝是说出的 他作为暗影的首领 虽然没有任何官职 但是一身的本事不容小觑 甚至朝堂之中 有许多暗卫们 曾经在他手下特训过 而作为李荣的女人 袁熙和子韵 君 燕三女 他们以前可是父神教的高层 如果不是因为 李荣意外收了他们 他们哪里有机会 与自己当初的死敌站在一处 甚至还能如此心平气和地谈论事情 可是 他们来到这里 毕竟是背着木婉轻的 在安平村里的日子的确安逸 是他们从未加入父神教以来 根本就不敢奢望的日子 尤其他们意外的同时 成为李荣的女人之后 对这个男人 早就生出从未有过的依赖感 可谁知道 这个男人在村里没有待多久 便被迫去了父神教 红衣大主教所在的地方 他们四人在父神交待了这么久 对于两位红衣大主教的手段 可是一清二楚 他们真的担心 李荣这一去 便是有去无回 于是 四女便商量着前往碧阳城 以他们的手段 一定能够帮到李荣的 可是这些话 他们不想说 与眼前这些人听 因为彼此的身份不同 而且自己想到的计划 不能在人前说 毕竟有些见不得光 因此 方才的那些话 只能有何尝是代劳了 李荣颇为头痛地训斥了一通 与李荣 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女人之后 又觉得自己的身份 有些不合时宜 于是便不再多言 我说 李荣这个小子 还真是厌浮不浅啊 我真是想不明白 怎么会有那么女人 心甘情愿地去为她拼命 正当这时 程咬金那粗广的声音 在军杖之中响起 她的一番话 说得如此直白 直惹得袁熙 紫蕴 君 烟似女的面色飞红 嗨嗨 程之杰 你还有没有一点 做长辈的样子 怎么能当着小辈的面 说这些话 程咬金的笑声还未落下 就听旁边牛静达的声音 响起道 嗨嗨 那个 我是说 你们几个也莫及 李荣那小子 一般人在他面前 不吃亏就是好的 他不会有事的 第412章 鸡女的方法 程咬金的安慰 令鸡女悬着一颗心 暂时安定下来 可是还是没有打消 他们亲自进入碧阳城的打算 于是这天的夜里 大唐官兵所在的营杖之中 此起彼伏地传出呼噜声 而袁熙 紫蕴 君 烟所在的军杖之中 突然走出几个黑影 悄无声息 没有发出一丝声响 也没有惊动军杖之中的任何一个人 我们快走吧 不要惊动他们 带到几个黑影 彻底离开军杖范围之后 其中一道黑影低声说道 嗯 这里距离碧阳城 还有很长一段距离 我们需得加快速度 不然天亮之后 我们再用那种法子混进城 恐怕立刻会被突厥人发现 袁熙姐姐我们都听你的 几道黑影 自然便是袁熙 紫蕴 君 烟四女 他们早已打定主意 混进碧阳城 然后再寻找李荣的下落 由于碧阳城中不知藏着多少副神教的教众 而且还有两位红衣大主教 袁熙姐姐只好乔装改变自己的形象 不至于他们人刚混进碧阳城便会被认出来 四女的身手原本就十分出众 尤其是与李荣相识之后 没日没夜地进行双修 修为更是日益精进 而此时正是夜深人静的时候 周围一片漆黑 为了加快速度 姐姐施展着绝顶的轻弓 朝着碧阳城的方向极力而去 不知过了多久 姐姐的体力有些不知 浑身相悍淋漓 而此时 他们忽然发现天边有了一丝光亮 眼看着天就快要亮了 几女顿时心中大吉 也顾不得那么许多了 即使在疲累 也必须要赶在天亮之前赶到碧阳城 索性过来没多久 他们眼前便出现了一道城墙 城池上方秘阳城三的大字 从远处便能够看到 几女心中顿时一喜 为了不引起碧阳城守城突厥军的注意 袁熙几女放弃继续施展轻弓 而是选择了更加低调的急步而行 很快几女便来到城墙下方 几女先是观察了城墙四周 发现此时城墙之上 竟然没有一个人 也不知这些突厥 守城军是故意为之 还是到了此时守城的人困顿不已 夺到某处与周公赴约去了 袁熙几女互相对视一眼 随即朝着城墙之上 抛出一颗石子 啪 的一声轻响 几女迅速频住呼吸 静心倾听着城墙之上的动静 片刻后 城墙之上没有一丝声响传出 甚至都没有引起突厥守军的注意 几女这才算是放下心来 袁熙姐姐我们快走吧 这时 紫韵早已等得不耐烦 对袁熙说道 好 说完只见几女手中多出一根绳索类的东西 而在这些绳索的顶端 各有一个类似爪状的东西 随即她们朝着城墙之上抛出 爪状东西便被非常牢靠地固定在城墙之上 几女借助绳索 再一次施展轻弓 犹如壁虎一般 快速地朝着城墙之上飞驰而上 片刻后 几女的身影便已经出现在城墙之上 她们在城墙之上站定身形 先是观察了一番周围的环境 远处一处阁楼之中 隐约地传出呼噜声 显然那些突厥士兵就躲在那里 与她们之前猜测的结果一般无二 将绳索收回之后 袁熙几女片刻没有停留 随即朝着碧阳城里那边的城墙飞驰而下 这一次 还是没有惊动任何守城的突厥士兵 没想到几女的行动会如此顺利 如果今夜之事被李荣得知 不知她会不会被气得吐血三声啊 因为当初她与刘大彪想混进碧阳城中之时 可是没有想到利用这种办法 不然 她们也不会在城门外晃了几日 最终被国师苏义看到 不过事情的结果 却是令李荣非常满意 因为她如果用了几女的方法混进城去 想要混进国师苏义的身边 不知要等多久 所以 李荣这算是因祸得福了 几女成功混进碧阳城中之后 便立刻失去了踪影 谁也不知道她们去了哪里 只不过凭借几女的修为 还有她们曾经在父神教的经验 足可以能够找到一个安全的藏身之所 再说李荣这边 几日以来 她的机关术研究工作毫无进展 渐渐地国师苏义和苏卿的耐性 也快要被消磨尽了 李军师 枉我如此看重你 可是你参与机关术制造已经多日 却毫无建树 本国师严重怀疑你的忠心 你该不会是大唐朝唐派过来的细作吧 府衙之中 国师苏义在这一日李军师返回府衙后 将他叫到了书房 苏义先是一番严厉的质问 他是想给这位李军师一丝压力 而不是真的已经确定他的细作身份 可他却没有想到 眼前的这位李军师的身份 真的被自己一语重地说中了 抱歉国师大人 小人李军在这之前对这方面从未涉猎 所以进展慢一些 李荣在听完苏义的训斥之后 心里咯噔一下 但是随即便恢复镇定 他知道这是苏义故意为之 想给自己一些压力 早一些制造出 在战场上所向披靡的机关术 小人可以发誓 小人绝不是大唐朝堂派过来的细作 小人能够得到国师大人的赏识 绝无二心 如若有为此事 天诛地灭不得好死 李荣发过誓之后 随即在心里默默对老天说着 老天爷 方才我说的话 千万不要当真啊 我只是说给眼前这人听的 而且 我也不是李军 国师苏义见李军师发了 如此重的毒誓 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在古人的眼里 誓言是会被应验的 不然也不会有人用誓言 来表达自己对某件事的决心 可是他却不知道 站在自己眼前的这人 就是一个从一千多年后 穿越到这平行空间里的人 对于誓言这种事 根本就没有当真 在后世的生活中 不知有多少人前一秒还在发誓 转眼就对自己发过的誓言 嗤之以鼻 李荣也不例外 而且 他只是这身皮肉是李荣 而灵魂却是一个21世纪的年轻人 对于誓言这种事 与一般的年轻人一般无二 第413章 安平村的特殊商辉 大唐密扬城外五十里 大唐朝唐派过来讨伐突厥军队的营地里的气氛 一大清早 变得比往常还要紧张 被许多军杖包围在中间的那一顶最大的军杖之中 李荣作为这次出征的主帅 正脸色阴沉地注视着站在下方的何常世 你真不知 他们去了哪里 李将军 名副 的确不知 何常世有些心虚地回应道 清早起床之后 与李荣有关系的几个女人 所在的军杖之中却只有何常世一人走出来 而其他四女全都失去了踪影 如果不是因为他们的身份特殊 李荣还真会认为 他们是副神教或者是突厥人的细作 派人出去将他们抓回来了 你 你同他们住在一个军杖之中 你会不知他们的去处 李荣自然是一句也不相信何常世所说的 可是对方毕竟是李荣的女人 她又不能太过严厉 只能忍着隐隐作痛的偏头痛 对何常世之问道 名副确实不知 何常世又如何会与李荣说实话 何常世身为安平村李荣最倚重的暗影首领 以她的本事 昨夜元熙和子韵 君 燕四女发出微弱的声响时 她便已经察觉到了 她十分清楚 四女如此做 是为了什么 其实 如果不是元熙四女突然的到来 恐怕何常世自己 便会乔装改变 混进那名阳城中 寻找李荣和特种小队的队员们的下落了 而且 她深知元熙四女的本事绝对在自己之上 不然 她也不会放任元熙四女离开 而故作不知了 但是让她此刻独自面对李荆 这位大唐军神的怒火 她还是有些慌的 只不过她心里清楚 李荆是不会太为难自己 这才使何常世的心里 稍稍安定一些 哈哈哈哈 我说 你还是把心放到肚子里吧 李荣自己就是一个不肯吃亏的人 她身边的那几个女人 也全都不是一般的女人 你难道忘了 她们之前的身份了 正当李静和何常世僵持住的时候 大仗之中 程咬金的声音突然响了起来 声音至洪亮 震得众人的耳朵嗡嗡响 你 回去吧 但是记住 不要再擅自行动 不然 老夫我不管你是谁的人 一律按军阀处置 你听明白了吗 李静京城咬睛这么一搅和 心里的那点怒气降下了些许 可是他还是担心何常世会不顾自身安危而擅自行动 这才忍不住出言发出警告 是 李将军 名副告退 何常世的确心里是如此想的 他真的想趁着天黑时自己偷偷溜走 去那密阳城去寻找袁夕吉女 毕竟自己怎么说也算的上世李荣的女人 他可不想被袁夕吉女占得先机 可惜却被李静识破了自己的心思 未免触怒这位大唐军神 何尝是只好打消这个念头 碧阳城中 袁夕 紫韵 君 燕四女 成功混入城中之后 为了不引起突厥人的注意 随便找了一处荒废的民宅住了进去 如果他们贸然去寻找客栈 那不是摆明了 告诉突厥人 自己这些人是刚刚进入这密阳城中的 民宅之中 已经布满了灰尘 里面的家具摆设 还保持着原本的模样 摔碎的碗碟 还有洒落在地面上早已腐烂的饭菜 而在这处民宅之中的铁锅里 还有早已发霉的米粒 从眼前看到的这些情景 足以说明 当初这户人家是遇到了突发状况 而他们在遇到状况的时候 正在吃早饭 联想到几个月之前发生的那场惨绝人寰的战争 四女互相对视一眼 默不作声 他们已经猜到了 让这户人家仓谎而逃的原因 甚至这户人家根本就没能逃出去 便已经被突厥人杀害了 所幸这户人家一应生活用具十分周全 四女经过一番收拾 原本已经荒芜的小院 已经恢复了原来的样子 我们出去买点粮食吧 元希对其他三女说道 嗯 走吧 紫玉 紫君 紫燕三女点头应道 到了这碧阳城中 虽然他们几人皆身怀绝技 但是这里 毕竟是突厥人的地盘 未免遇到紧急情况而失去联系 四女早已决定 无论做什么都会在一起 即便是去粮店买粮这种小事 也必须要在一起 四女为了掩人耳目 皆都是男人打扮 而且还故意伴仇 毕竟他们 那副角色容颜 即便是半座男人 就凭他们这副清秀的模样 也会被那种 有龙羊之好的人注意到的 四女走在碧阳城的街道上 一边慢悠悠地闲逛 一边寻找着这碧阳城中的粮店 可是他们走了许久 也没能找到一家正常营业的粮店 紫女稍微一思索 便想明白了 这座城池刚刚才遭受了一场战争 恐怕没有人有胆子 在碧阳城中卖粮食吧 不然以吐绝人那凶残的脾性 一定会遭到哄抢的 四女想通之后 微微有些失望 没有卖粮食的地方 也就意味着 他们接下来的这段时日 要饿肚子 饿肚子的滋味可不好受 他们不愿意尝试 于是便在碧阳城中继续闲逛 在他们看来 这偌大的城池 总会有一家胆子大 或者是后台比较硬的粮店还开着 芸汐姐姐 你快看 正当四女百无聊赖地 寻找着目标的时候 就听紫燕突然惊叫道 嘘 小点声 不要引起别人的注意 旁边紫君见事情有些不妙 连忙阻止紫燕道 你们听我说啊 那里有一家饭馆 紫燕见几个姐妹 一副自己闯了祸的样子 指着那路边的一家饭馆说道 芸汐 紫韵 紫君三女 不知紫燕为何会如此激动 转过身朝着那边看过去 咦 这家饭馆的招牌有些熟悉 芸汐首先想到了什么 对其他几女说道 没错 还是芸汐姐姐厉害 一下子就想到了 这家饭馆的招牌标记 不就是我们安平村的商辉吗 对 没错 的确就是我们安平村的商辉 经过芸汐和紫燕的提醒 紫韵和紫君也同时想起来 第414章 饭馆老板的身份 芸汐 紫韵 紫君 和紫燕四女 在确定了眼前的这家饭馆 便是安平村安插在碧阳城中的 没有任何迟疑地走进饭馆 几位客官里面请 请问几位客官想吃点什么 集女刚刚在饭馆门口站定身形 就见一个店小二打扮的人 笑容满面地迎来上来问道 你们这里都有什么招牌菜 集女其实是来认清的 可是一上来就问 总归不太好 而且 他们也不知眼前的这位店小二 对安平村的忠心到了什么程度 如果店小二是和工匠那种背信弃义之人 那么一旦自己暴露了真实身份 恐怕自己这顿饭还未吃完 突厥人便会找上门了吧 四女随同店小二来到二楼包间 随即店小二便拿出一张菜单 对几女说道 几位客官 这是我们小店的菜单 你想吃什么招牌菜还有价格 这菜单上都有 说完店小二便后退了几步 任由四女自己挑选 这服务态度 与在安平村里的饭馆一般无二 令袁熙四女 有种回到安平村的亲切感 对眼前这位进退有度的店小二的印象 又好上了几分 嗯 小二 我们要一份这道 这道 回应店小二的是袁熙 她一口气说了几道菜 全都是安平村人耳熟能详 而且只有在安平村才能吃到的菜 也就是说 绝无仅有 袁熙的话说完 就见那店小二直接愣住了 眼前的这几个人点的菜 不要说在 这座碧阳城中 就连整个大堂 也只有安平村才会有 而自己这里 虽然也是安平村设立在这座城池中的商铺 但是想要做出这些菜所需的食材 却不能拼凑出一道菜出来 几位客官 抱歉 您几位点的菜 小店无能为力 没有那么多材料 做不出来 不过小人可以为您几位换几道更有特色的 保证您几位满意 您看 店小二说得有理有据 原本袁熙吉女想做出刁难她的样子 却被她的这番话给堵了回去 好吧 就按你说的上菜吧 这一次回应店小二的 依旧是袁熙 店小二回应了一声之后 暗自松了一口气 转回身迅速退出包间 然后来到后厨 后厨之中 掌勺的正是这家饭馆的老板 而他则是安平村地铺部门的核心人物 对李荣这位家主 还有安平村非常忠心 他是李荣的忠实粉丝 所以他才会被李荣如此放心地派到 这碧阳城中 而不会担心 他会做出背叛安平村的事 老板 包间里来了几个怪人 店小二刚一来到后厨 便忍不住地对老板分享道 什么怪人 饭馆老板正在忙着收拾一条鲤鱼 听到店小二所说的话 随口回应道 老板你知道吗 他们刚开十点的菜 全都是只有在安平村才能吃到的菜 我们这里哪有啊 我担心得罪他们 便解释了一番 索性这几人还算通情达理 没有说什么 便按照我的建议 重新点了几道菜 哦 他们究竟点了什么菜 店小二的一番话 令饭馆老板直接愣住了 随即连忙对店小二问道 听到饭馆老板如此问 店小二拿着那张菜单 来到饭馆老板身边 快速地在纸上点了几下 嗯 他们真的只点了这几道菜吗 饭馆老板在看清楚 店小二指出的那几道菜之后 脸色微变 作为安平村的核心人物 他知道 这是安平村在外面的特殊联络方式 或许别人不知道这其中的秘密 但是饭馆老板 在被派往这碧阳城中时 就已经知道了这一切 能够用如此隐秘的联络方式 只有安平村的核心人员 才会知道这一点 难道那几位此刻在包间之中的客人 正是安平村的几个重要人物 想到这里饭馆老板 吩咐店小二好好招待那几位贵客 而他自己则是留在后厨之中 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 一阵忙碌之后 几道热气腾腾 香气扑鼻的菜肴 被饭馆老板亲自端着 送到了二楼袁熙 几女所在的包间之中 二楼包间里 袁熙几女正享受着 来自店小二的心急服务 小二 你叫什么 袁熙经过对店小二的一番观察 对这位为人处事面面俱到的店小二 产生了一丝兴趣 随即便对他问道 几位客官 小人名叫张铁蛋 非常普通的名字 不值一提 张铁蛋自如地应对着 心里却在好奇 今日这些贵客 怎地如此奇怪 正当这时 包间的门被人从外面推开 袁熙几女和张铁蛋 循着声音看过去 老板 您怎么亲自端菜了 您为何不叫我呢 张铁蛋看到饭馆老板 竟然亲自担任自己的工作 有些诚惶诚恐地 连忙迎了上来 同时问道 没事 铁蛋 我这不是得知 有从家乡而来的贵客邻门 这一高兴 就顾不得那么许多了 只不过还望几位贵客见谅 小人这在外的思乡之情 饭馆老板的一番话说的 更加滴水不漏 袁熙几女听完之后 又一次眼中的惊讶 皆是一闪而过 他们真不知道 李荣到底从哪里找来的 如此优秀的人才 也难怪 李荣会在如此短的时间 将安平村的产业 遍布大唐的大江南北 即使是这边色之城碧阳 也能够看到安平村的影子 而眼前这位饭馆老板 方才之所以会说出那番话 是因为他已经猜到了自己这些人的身份 所以才会如此焦急地找过来 铁蛋 去门外看着 不要让任何人靠近这间屋子 听到了吗 饭馆老板的话音还未落下 就见那张铁蛋人已经走出包间 担任起护卫的工作 他知道 饭馆老板之所以会出现在这里 一定有非常重要的事情 与包间里的这些贵客说 几位先生 小可在这里向几位建立了 说完饭馆老板便向袁熙几女行了一礼 先生 您快起来 您知道这个秘密 就一定是村里的核心人员 应该我们向您行礼才是 袁熙连忙站起身来将饭馆老板虚拂起来 第415章 府衙门口的相遇 碧阳城里 袁熙四女与饭馆老板互相认识之后 说明了自己的来意 饭馆老板得知 他们是想出来买点粮食之时 当即拿出饭馆中的存粮 送到了几女的手上 袁熙四女对饭馆老板的印象 更加好上了几分 对这位饭馆老板的信任也多了几分 于是他们眼珠一转想到 这饭馆老板始终待在这座城池里 说不定见到过李荣 或者是特种小队的队员们 杨老板 我们这一次过来是来寻人的 不知 你有没有见到过 其他从安平村来到这里的人 袁熙与其他几女对视一眼 便不再犹豫对饭馆老板问道 其他从安平村来的人 杨老板有些不解地看着袁熙几女问道 是啊 不知杨老板有没有听说过 李荣李宪宫被朝堂派过来的事 袁熙见杨老板不慎理解自己所说的话 想到既然大家都是大堂的人 相信眼前这位杨老板还是可信的 而且杨老板既然会被李荣派到这碧阳城中 无论是为人处事 还是各方面的能力 皆是十分出众的 说不定他还真知道一些重要的消息 您是说家主也来碧阳城了 袁熙所说的话 显然是杨老板没有想到的 他有些诧异 可是李荣他可是在安平村见过的 在他的印象里 从未见过有李荣特征的一个人 家主从多日之前就已经潜入城中 还有特种小队的队员们 我想 您这里既然是李荣安插在这城中的地点 说不定您见过他们 我们联系不上他们 所以就想问问你 有没有印象 回这位客人 家主我是见过的 可我在这城中却从未见过 有这么一个人 还有那些什么队员 你也知道 我这里每天迎安送往的人太多 所以没什么印象 家主有可能易荣了 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你有没有印象 有这么一个与家主气质相仿的人 我想 家主既然早已混入这城中 就一定会想办法 来到你这里的 袁熙的一番分析 令杨老板更加疑惑 毕竟平时他一直都是在后厨忙碌 很少接待的客人 除非像眼前 这几个从安平村过来的老乡 正当这时 包间的门突然被人推开 几人同时警惕地 朝着门口看过去 老板 几位贵客 我见过家主 来人正是曾经与李荣多次见过面帝张铁蛋 当初李荣为了与特种小队的队员们联系 没少与张铁蛋 理应外合用烈酒灌醉那些突厥人 而且 当初李荣在刚刚来到这家饭馆的时候 为了证明自己的身份 打消张铁蛋的疑虑 曾经拿出过那代表 身份献公于福 只不过张铁蛋得到过李荣的吩咐 不能把他的身份 轻易地透露给任何人 所以 张铁蛋自始至终 也没有与杨老板说起过这件事 这正是杨老板对李荣的新身份 一无所知的缘由 哦 真的 你真的见过家主 元希几女听到张铁蛋如此说 顿时眼前一亮 连忙对他问道 是 是啊 家主还给我看了他的献公于福 我才敢帮着他 一起对付那些突厥人 你有没有办法联系到家主 我们有重要的事情 找他 元希见张铁蛋非常确定 继续问道 抱歉几位贵客 小人从未与家主联系过 始终都是 他领着一些突厥人 来到饭馆里吃饭喝酒 可是最近几日不知什么原因 家主再也没有来过 张铁蛋的回答 令元希几女颇为失望 联系不到他 那自己 又如何向他传递消息呢 老板 几位贵客 我知道老板的新身份 可是谁能想到 张铁蛋会说出如此这般的一番话 令元希几女 恨得有些牙痒痒 那你还不早说 我们有急事找家主 那个 家主便是如今突厥 国师苏益身边的军师 李源 张铁蛋见几位贵客的面色不善 未免自己皮肉受苦 他连忙说道 军师 李源 张铁蛋的回答 令包间里的其他几人颇为意外 尤其是元希四女 那突厥国师苏益 是什么人啊 那可是心如蛇蟹一般的人物 而且他的智慧 也不是一般人能够比拟的 李荣竟然会在如此短的时日之中 混进他的身边 就足以证明 李荣的手段 比那苏益要强上许多 那他现如今在何处 元希继续问道 碧阳城的府衙 几位贵客说不定会在那里找到他 因为国师苏益也在那里 在张铁蛋口中得知了李荣的所在之处后 元希几女便离开了饭馆 事不宜迟 他们要早一些找到李荣 以自己几人和李荣的修为 说不定将那父神教的两位红衣大主教 直接杀了 只不过 他们在离开之前 在杨老板这里 取了些新鲜蔬菜 他们准备办做菜农 在府衙门口蹲守 由于不知李荣究竟什么时候会出现 所以 他们只能想到这个办法 元希几女按照计划成功地混在府衙门口 诸多卖东西的商贩之中 没有引起突厥人的注意 不知过了多久 元希几女突然察觉到 有些不对劲 原因无他 而是自己身边的这些商贩 好像与自己一样 不是很在意生意好不好 而是双目时不时地撇向府衙之中 好像是在等什么人 他们 该不会是与自己的目标一致吧 如此想着 元希与子韵 君 燕四女 暗中对视一眼 将视线停留在这些人的脸上 扑斥 带到四女 从这些人的脸上 察觉到一丝熟悉 子燕一时没有忍住 竟然当着这些人的面 笑出了声 嗯 这边的动静 自然引起旁边这些人的注意 他们全都朝着 这边看过来 终于双方在互相打量了片刻后 有人发出了一声疑惑 四 你们 夫人 哥哥哥 我们可算是 找到你们了 见其他几人终于认出自己 元希轻笑了几声 对他们说道 得来全不费功夫 元希几女正愁 怎样找到特种小队的队员们呢 却没想到 他们竟然自己送上门来了 第416章 归来 全输完 你们见过家主了吗 元希在确认对方身份之后 直接问道 前些十日曾经见过 但是这几日却未曾见过 我就是担心家主的安危 这才在府衙门口蹲守 队长沐原 轻声对元希说道 于是在府衙门口 出现了如此热闹的一幕 对此 那些负责府衙安全的突厥护卫都觉得十分奇怪 于是便有人将这个情况 汇报给了护卫队长刘大彪 嗯 什么情况 这些人的胆子还真是大 竟然在府衙门口卖东西 刘大彪得到手下人汇报后 一脸疑惑地走出府衙 如今他可是负责府衙安全的护卫队队长 这府衙门口的安全自然也归他管 你们是什么人 知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 刘大彪来到这些人的近前 这才发现有那么几个人非常熟悉 正是特种小队的队员们 而在他们身边的几张声面孔 刘大彪一时之间 未能想起这几个人到底是谁 不过 能够与特种小队队员们如此融洽地相处 就足以说明这几个人是自己人 这几位是家主夫人 牧原自然猜到刘大彪是怎样想的 于是主动对他介绍道 刘大彪 家主如今身在何处 这时袁熙问道 家主这几日不知被带去了何处 只不过每次都是用马车带家主去的 而且家主身边还有苏青 即使看到家主 我们也不能做什么 刘大彪快速地介绍了一番李荣如今的近况 随即又大声呵斥道 我说你们这些刁民 快些走吧 这里不是你卖东西的地方 不然我会让你们尝尝得罪我们的滋味 紧接着他又低声说道 要想与家主取得联系 还是得在今夜 家主回来的时候 这件事交给我吧 当夜李荣从刘大彪口中得知 袁熙几女找过来的消息 他恼怒的同时 心里生出一个计划 袁熙几女的修为比李荣还要高 如果与他连起手 埋在这府衙之中做点什么 说不定会成功 经过这段时日 李荣在机关术研究所里旁敲侧击 总算是有所成就 终于被他找到了研究所的所在 还是在那家清 楼里春院后院只不过是在地下 这便是当初李荣和特种小队一众人 没有找到研究所所在的原因 当即李荣便制定出一个行动计划 他将研究所的所在 通过刘大彪告知了特种小队的队员们 他要求他们在冥丸子时 十分开始行动 与此同时 李荣则与袁熙 紫韵三人一同将苏毅和苏清制住 不过在那之前 他要先将这府衙之中的突厥人 全部干掉 而紫燕和紫军两女则被李荣派出成 告知自己制定的行动计划 带到这城中突厥的重要人物 被自己这些人制住的时候 城外以李静为首的大唐将士 则对碧阳城发起进攻 同时还要兵分几路 将那些联合到一处的 从草原而来的豺狼们 赶回他们的老家去 时间很快到了行动的这一天 临近午夜子时 历春院后院十几道黑影闪过 一掠而过 按照李荣提供的线索 很快找到了地下研究所 与此同时 府衙之中 李荣提前在府衙的水井之中 投入迷药 整座府衙之中的突厥人 早已呼噜声震天响 正当此时 李荣和元希三女画作 几道残影 悄无声息地来到 国师苏毅所在的房间 苏毅的警惕性非常强 几乎是在同时 他便睁开了双眼 哪里还有一点睡眼惺忪的样子 随即他便发现 自己房间之中 出现几道黑影 他顿时觉得大事不妙 想要出手反抗 可惜却被李荣 早一步封住了全身几处穴位 浑身动弹不得 苏毅便成为那待宰的羔羊了 苏清的房间在 苏毅房间隔壁 李荣和元希几女如法炮制 不仅将苏清制住了 就连他房间之中的那位狐姬 也同时被制住 而与此同时碧阳城中 历春院后院突然燃起大火 火光冲天 城外早已悄悄赶到这里的大唐军队 远远地看到城里发出的信号 大唐的儿郎们 杀光这些 抢走我们家园的豺狼 杀 杀 杀 随着一声将领的怒吼 几十万的大唐将士们的吼声直冲云霄 那些联合到一处的突厥军的头领们 远远地便听到这震天的怒吼声 顿时胆战心惊 愣在原地 这大唐的军队 难道是天兵天将吗? 他们怎么会悄无声息地突然出现? 曾经在半年多前 几方突厥军早已见识到了大唐军队的厉害 都说兵败如山倒 突厥军队不知为何 始终没有拿出很好的回击方案 正当这时 那密阳城禁闭的城门突然从里面被打开 远处正准备发出号令准备攻击的大唐军队 看到从门里走出的几道身影 带到他们看清楚 正是李荣里献攻时 顿时口中发出了兴奋的吼声 大唐的儿郎们 我们还在等什么? 冲啊! 将那些突厥豺狼全都杀光 如国公府的几位顽固大少 一声怒吼声过后 便首当其冲地朝着城门口的方向冲过去 李荣和袁夕几女很快便在城门口与几位城府大少相遇 而是却来不及寒暄迅速进入战斗状态 许久后 带到碧阳城终于被浴血的大唐将士们从突厥人手中夺回来的时候 天边已经泛起一片雨堵白 天亮了 李荣此时已经浑身疲惫 但是她的精神却从未有过的抖擞 是啊 天亮了 与李荣共同战斗的袁夕四女 看着天边的那一抹白 脸上露出了一丝笑意 我们可以回家了 李荣看着近处远处那些兴奋的大唐将士 轻声说道 走 我们回家 一个月之后 李荣和取得胜利的大唐将士们一同出现在长安城门口 与他们一同回来的还有 苏一苏清和和工匠这几个大唐的千族罪人 有了这几个人 李荣被在身上的罪名终于可以洗刷干净了 带到李荣随着众人来到皇宫门口的时候 发现自己来到大唐之后的亲人全都已经来了 当然还有我们盛世大唐的李世民陛下 和一众朝堂大佬 正用一副意味深长的目光注视着李荣 他们在等着这位大梦千年之人的归来